第251章 李琴撕了书玉耳朵 第251章 李琴撕了书玉耳朵 你耳朵聋了吗 苗书玉恶狠狠瞪了她一眼 咬牙切齿道 我没有你这样的母亲 你不配 一个罪妇而已 凭什么人 李琴一听这话 心脏爆裂般炸开 浑身都撕扯的生疼 她摇摇晃晃的退了两步 瞪大眼睛仿佛还有点不敢置信 最终对上苗书玉那双怨痕 恨不得她去死的毛子使 终于忍不住贪婉在地 哎呀 李琴抓着头发 仰天痛豪 这就是她盼了十多年的亲闺女啊 没想到性子这般恶毒 她毁啊 她不应该为了这样一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而误了自己 之前那一切美好的憧憬 都是幻想而已 李琴啊李琴 你可真是机关算尽一场空啊 现场 苗家所有人看到这一幕 心里都冷笑几声 看看 这就是所谓的母女情深啊 苗书玉果然是不负众望的白眼狼 说了 说开 将李琴跟苗书玉 沉声吩咐着 戏看完了 该收拾人了 她前几天就跟上头请示过了 就凭苗家为国效力多年的功劳 无论苗家对李琴做了什么 上头都不会再发问 更何况 李琴犯了那么多罪 死罪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苗书玉之前对苗家所做的事情 也不能姑息 不能随意关押 但打上几边 还是可以的 苗老爷子 书白 你去将我们苗家 那条祖编给拿下来 兄弟一致点头答应 一听这话 苗书玉瞳孔一缩 下意识就想往外跑 苗书朗双手插兜 几步就追上了她 她也没怜香惜玉 直接暴力地将其双手反锁在后 拿起旁边准备好的绳索 快速打了个结 呜呜 苗书玉腾的直打哆嗦 眼泪哗啦啦的流 尽管如此 她也不敢反抗 因为苗书朗的表情太可怕了 她不敢轻举妄动 很快 李琴也被苗书凯绑了起来 苗书白从楼上大书房里 拿来了左边 这是一条粗红的鞭子 上面布满着腾刺一样的疙瘩 抽起人来 特别疼 苗义豪跟苗义杰对视一眼 这祖鞭是苗家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 一般是教育不孝子孙的 小时候 他们哥俩在战乱时跑出去好奇观看 差点被炸死 回来后 就被老爷子用鞭子狠狠教训了一顿 那疼痛感 简直刻骨铭心 一辈子都难忘 苗老爷子手拿鞭子掂量了两下 掀开眼皮子 慢悠悠道 书白 你再去厨房弄一盆盐水过来 单单抽打可不行 泡了盐水的鞭子才最狠 苗义豪脸色惨白哀求着 爷爷 放过我吧 他不能被鞭子抽啊 要是被抽了 那接下来几天就没法去上班了 到时候认识他的人都会乱猜 要是被他们打听到今天这时 肯定会在背地里嘲讽他的 更何况 这鞭子看起来太可怕了 一个不慎 估计都会要他的命 爷爷 求求您了 放了我吧 苗书玉疯狂求饶 眼泪巴巴道 你要打就打旁边这个疯婆子 明明是他的错 为何要我来承担 正垂头哭泣的李晴 猛地抬头 一双眸子 不满血红之色 坐牢的煎熬 被人侮辱之痛 毒药丸慢慢发作 都不如亲生闺女说的这一句 来得生疼 李晴眼底闪过癫狂 忍不住放声大笑 他李晴真是瞎了眼啊 竟然会觉得 苗书玉单纯善良 他好悔啊 早知道当初就不应该换孩子 就应该让那个老钱婆 狠狠折磨这个赔钱货 两人双手双脚 都被绑住倒在地上 唯一能动的 只有脑袋 突然听到李晴大笑 苗书玉心里烦躁死了 你笑什么笑 口太臭啊 话还没说完 耳朵就被李晴给死死咬上了 你放开放开 苗书玉疼得尖叫不已 李晴目自欲裂地瞪着他 硬是不放 所有的愤怒 疯狂都用在了牙齿上 狠狠地 大力地 杀猪般的哀嚎声更大了 一旁的苗尾看得不忍心 想上去将妻子拉开 就被苗老爷子等人 冷冰冰的眼神给阻止了 苗尾打了个寒颤 只能耸得苦巴巴地待在一边 不敢上前 李晴咬得满嘴都是血 甚至嘴里有点碎肉了才停止 呸 他吐出嘴里的血沫 胸脯不断地起伏着 望着不远处 坐在沙发上高贵优雅的李晴 李晴突然就笑了 呵呵 笑着笑着 眼泪就不禁流了出来 可笑啊 他一辈子都在跟这人做比较 没想到到头来 却输得这么惨 他可真是个彻底的失败者啊 苗书彧几乎被咬掉半个耳朵 耳朵上的血不停地在流 地上还有些碎肉渣渣 他躺在地上 疼得奄奄一息 如果不及时救治 估计后续很难处理 爷爷苗书郎请示着老爷子 看要怎么做 苗老爷子摸了摸手上的鞭子 抬眸道 既然他伤得这么严重 这顿鞭子就免了 不过 我们苗家也没那么好心 送他去医院 他不是蒋曼的干女儿吗 叫人送去林家吧 让蒋曼看着办 好 苗书郎快速拿了医药箱过来 胡乱给苗书郁包扎了一下 他也没那么好心 只不过是不想苗书郁的 血脏了他的车 苗书郁手脚被解开 被昏昏沉沉地带上车 分钟后 车到达林家附近 让苗书郁下了车 看着他走去林家院子 苗书郎才转身离开 今天蒋曼跟几个好友约了出去 还没回来 林栋梁下午休息在家 正坐在沙发上看报纸 就见苗书郁浑身是血 跌跌撞撞地跑进来 林爸爸 救救我 送我去医院 林栋梁眼眸一惊 起身连忙上前扶住他 书郁 你这是怎么了 苗书郁满脸苍白 泪目晶莹缓缓落下 是苗家 两人紧紧贴在一起 隔远看似很是亲密 蒋曼刚走到客厅门口 就看到这一幕 眉毛竖起 大怒道 你们你们在干什么 第252章 李情暴毙而亡了 第252章 李情暴毙而亡了林栋梁眼眸一顿 刚想解释什么 苗书郁就直接昏厥过去 林栋梁不满地朝着妻子道 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过来帮忙 书郁晕倒了 蒋曼这才注意到 苗书郁耳朵上包扎绷带 眼底的怀疑慢慢散去 他上前关心道 这是怎么了 怎么好端端地晕倒了 谁知道 他刚才突然闯进来 吓我一跳 林栋梁表情隐晦的江手 从苗书郁腰上快速撤离 你扶着他去门口 我去开车 送他去医院 好 那你赶紧的 蒋曼手忙脚乱地 将苗书郁给扶着 连忙催促丈夫 两人快速地送苗书郁去医院 到了医院 医生解开苗书郁耳朵上的包扎 才发现 他的耳朵 好似被老鼠啃咬了一般 血肉模糊 看那一旁的蒋曼 当场就想呕吐出来 医生眉头微微皱起 朝着两人道 这伤得有点严重 半只耳朵都没有了 只能缝合伤口 所以 您的意思是 他这耳朵没法补齐 林栋梁问道 医生摇头 这又不是断指 砸补 蒋曼一听到断指两字 脸色默得暗淡下来 他的右手拇指和食指 当初被寒灵汁给切掉 也不知道怎么的 去医院里 也没法缝合起来 导致他现在干什么都不方便 几乎都变成左撇子了 那他这样子 以后怎么见人啊 这缺了半个耳朵 太丑了吧 苗书彧慢悠悠苏醒 头顶就传来蒋曼的惊呼声 待回味道其中意思后 他眼眸一紧 焦急地看向医生 医生 我的耳朵 真的没法补救了吗 医生 没办法了 只能缝合止血 马上就给你安排处理 不苗书彧心里咯噔一下 眼泪不断流下 呜呜我的耳朵 哎 我可怜的书彧啊 蒋曼上前 将他护在怀里 你这是遭了什么罪啊 到底是谁残害的你 你告诉干妈 干妈帮你报仇 干妈是苗家 苗书彧抬起头 将事情经过 大概说明了一下 不过他稍微改了一下说法 就说 因为对亲生家人 有点犹豫不敢认 亲生母亲李晴 无缘无故发疯咬他 说到最后 苗书彧已经哭成了泪人 呜呜 苗家太可恶了 他们还想用鞭子打我 他们就是一群冷血无情的人 眼睁睁看着李晴 咬我耳朵也不阻止 真是可恨 蒋曼气愤的拍了拍桌子 朝着丈夫林栋梁道 老林 这是你怎么看 要不要跟上头说一声 他们林家和蒋家依靠的上头 跟苗家是死对头 要是这是被上头知道了 正好可以去大领导那边 参对方一笔 林栋梁你没摇头 这是你不用管了 苗家能这般明目张胆 显然是跟大领导那边通了气的 再说了 这事是书彧亲生母亲干的 跟苗家又没关系 蒋曼气轰轰道 那咱们就吃这么个亏 书彧这次都差点成残疾了 他出门不管严寒酷暑 都会戴手套 就是不想看到 外人那些异样的目光 他自己也算个残疾 很能理解这种痛楚 然而蒋曼话语里的关心 在苗书彧听来 却是赤裸裸的讽刺 残疾 他怎么可能是残疾 不就少了半只耳朵吗 到时候用头发遮一遮就好 可不像这个老女人一样 一摘手套下来 少了两根手指吓死人 小着唇轻声啜泣道 干妈 算了吧 我不想让您为了我 跟苗家发生冲突 这样对您也不好 哎 你就是这么善解人业 蒋曼叹气一声 抚摸着他的头发道 我待会去跟你们团老师说一声 就说 你生病了 让你在我家休息几天 到时候好点了 再去文工团 嗯嗯 好 谢谢干妈 苗书彧眼底闪着如目感激 您对我真好 傻孩子 我是你干妈 当然对你好了 蒋曼笑着道 林栋梁看到这温馨的场面 嘴角微微勾起 与此同时 苗家 哎呀 一道道撕声裂肺的惨叫声 响彻整个苗家大宅 客厅里 李勤浑身是伤不省人似的倒在地上 他的四周 血迹斑驳 鲜血洒了一地 为了惩罚他 苗家人每个人都要轮流上场 抽了李勤十遍 导致他身上没有溢出好的皮肤 到处都是鞭打的痕迹 血肉翻腾的令人生厌 看到他已经昏迷过去 苗老爷子面不改色道 苗白 去厨房再端一盆凉水过来 求求你们放过他吧 他已经受不了了 苗伟满脸都是泪水 一脸痛苦地冲了出来 他知道自己妻子 犯了不可饶恕的罪念 但也不能这样折磨他 这就受不了了 李勤一脸暗沉地看着他 嘲讽道 当初他虐待娇娇 可比这个更加狠毒 你也别再劝 若不是你从未打过娇娇 这鞭子 也有你的份 那个家里 只有苗伟稍微对苗娇娇 散发过一点善意 但更多的是冷眼旁观 不作为 李勤才是这件事的始作俑者 他们苗家 没有把气出在对方家人身上 已经很了不起了 听此 苗伟彻底哑了言 他满脸苦涩地 朝苗娇娇看了一眼 上次在公安局 他不知道那是娇娇 与对方擦身而过 现在终于知道了 内心里百味杂陈 他们一家对不起娇娇 让他受了那么多的苦 实在是罪管 娇苗伟喉咙哽咽 刚想说些什么 但对上苗娇娇 那双冷漠的眼睛 不资格祈求他的原谅 更没有那个权利 让他放过妻子李勤 哗啦 一盆凉水 将李勤给泼醒 鞭打继续开始 被盐水浸泡过的鞭子 又粗又辣 打得李勤又是一阵哀嚎 苗伟不忍心看下去 缓缓蹲下身 捂着脸无助哭泣起来 李勤被打得 只剩下一口气 当晚才被秘密 送到京市公安局的大牢 在大牢里 李勤因为重伤不治 没过一周就暴毙而亡了 当然 这都是后话了 重新回到李勤被打的第二天 一大早 苗伟去了林家 他想找苗书归谈谈 问问他 想不想跟他回家一趟 去见见奶奶和弟弟 苗书归连面都没让他见 直接让蒋曼打发他走了 一个小县城的穷酸家庭 他才不稀罕回去 得知这个意料之中的答案 苗伟也没说什么 黯然买了当晚的火车 准备回家 临走前 苗伟私底下找到苗娇娇 想送他一个木雕小马 苗伟年轻那会 是个小木匠 手艺很好 在苗娇娇小的时候 他有段时间一直缠着他 让他叼个小马送他 然而苗伟根本没放在心上 嘴上永远说着明天 却从未履行过诺言 小木马苗娇娇没有要 他当着苗伟的面 直接将木马扔到了地上 他现在不稀罕这点小恩小惠了 迟来的道歉 比草都请柬 草 你礼貌吗 第253章 韩灵之我就不该生你 第253章 韩灵之我就不该生你傍晚 今是文工团门口 娇娇明天见了 孟宝宝推着凤凰牌自行车 对着苗娇娇摆了白手 跨上28杠 风一样的顺流而去 这自行车 是他前几天 跟娇娇一起去摆货大楼买的 为的就是方便下班回家 孟家距离文工团 骑自行车要30多分钟 苗家近一点 只需要20来分钟 苗叔白平常会在宣传部家会班 很少跟两人一起走 苗娇娇一个人骑着自行车 慢悠悠地行驶着 路过一个转角处的时候 突然一个穿着长袖连衣裙 打扮精致的中年妇女 挡住了他的去路 这人抬着鼻孔 一脸不屑地望着他 语气阴阳怪气道 你就是苗娇娇 哼 果然长得一张狐媚脸 蒋慢是特意过来赌苗娇娇的 这两天 苗叔玉耳朵受伤 在他家里养伤 跟他说了很多 关于苗娇娇的事情 老早之前 他就从叔玉那知道 灵芝出了一个乡下来的对象 听到这消息后 他老不满意了 之前他也想跟灵芝谈谈 奈何一直没找到机会 想着那女孩 还在乡下当知青 灵芝也再不对发展也不急 他就将此事放下了 前段时间 突然收到叔玉的信件 他这才知道 苗家调换孩子的事情 而且 这世间另外一个女孩子 竟然就是苗娇娇 听叔玉说 这苗娇娇在乡下的时候 就不老实 用美色勾引灵芝 回到苗家后 还故意在苗家人面前 说叔玉的坏话 才导致苗家 对叔玉那般绝情 前两天 苗家又做出狠心的事情 害得叔玉耳朵受伤 他作为叔玉的干妈 也没法帮其出气 心里正憋了一肚子火 正好就想起来 会一会这个苗娇娇 对方不是灵芝的对象吗 那他作为灵芝的妈妈 是长辈 总可以教训一下这人吧 当然 他肯定不会承认 对方儿媳妇身份的 他心目中的儿媳妇 只有叔玉一个 眼前的女孩 确实长得漂亮 不过 哼 就算长得漂亮又如何 心都是黑的 怎么掩饰都不行 苗娇娇一脸猛逼 这是从哪窜出来的疯婆子 上赶着被虐啊 苗娇娇先是冷静的 将自行车停好 随后 抬起冷冰冰的毛子 直射过去 失笑道 这位大妈 您这莫不是被狗咬了 得了疯病吧 怎么跑出来胡言乱语呢 你乱骂什么呢 蒋曼器的脸色涨红 恶狠狠瞪着他道 你知道我是谁吗 就敢这样顶撞我 果然是乡下没教养的东西 连我们家叔玉一根汗毛 都比不上 听到书语两个字 苗娇娇瞬间就猜到了 这人是谁了 你是谁不重要 我也不想知道你是谁 苗娇娇冷笑几声 继续道 不过 你这满脸皱纹 倒是让我觉得我刚才喊错了 我应该喊你一声老奶奶 才比较合适呢 你 你太混账了 蒋曼器的脸色 一阵清一阵白 他最讨厌别人说他老了 我是韩灵芝的妈妈 是你未来的婆婆 你如此不尊敬我 到时候 我一定要让我儿子不要你 苗娇娇故作惊讶 哎呀 您是韩灵芝的妈妈呀 当然 蒋曼得意的扬起脸庞 轻蔑地看了他一眼 现在 你要是当面给我磕个头道个歉 说不定我就大发慈悲原谅你了 磕头 苗娇娇气笑了 这可是封建迷信 现在 咱们可不信这个 蒋曼女士 听说您还是红小队的队长 要是被人知道这个 你说会如何 我 蒋曼心里一急 刚想说些什么 就被苗娇娇给打断 哦 我说你怎么看起来有些面熟 原来是苗树玉的干妈啊 一个是养不熟喜欢使坏的白眼狼 一个是抛肤弃子 害死小姑的黑心狼 嘖嘖嘖 一丘之河 果真绝配 这话一出 一下子惹恼了蒋曼 原先的旧事 都是他内心的伤痛 怎能被如此嘲笑 给我闭嘴 你这个死丫头 蒋曼恼羞成怒 仗子了脸 浑身都在冒火 他伸出胳膊 就想给苗娇娇来一巴掌 然而 手刚举到半空中 就被控制住了 苗娇娇反手 就狠力地给了他三巴掌 啪啪啪 蒋曼涂了白粉的脸颊 立马起了几道红印子 他目自欲裂瞪着他 咬牙切齿道 你竟然敢打我 苗娇娇 你好得很 你休想进韩家的大门 呱噪 苗娇娇又反手给了他几巴掌 眼底沾染着冷寒 你算哪门子的母亲 你是韩家的谁 狗屁都不是 还好意思 在我面前耀武扬威 别说灵芝不在这 就是他在 我照样敢揍你 蒋曼舞着肿胀的脸 被苗娇娇的气势给吓到了 他眼底闪过几次心虚 后退几步道 你你欺人太甚 我儿子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然而话音刚落 旁边就传来一道 冷漠至极的声音 你说我不放过谁 苗娇娇眼眸一正 目愣愣地抬头望去 就对上了一双 深邃深情的黑眸 娇娇 抱歉 我来晚了 苗娇娇眉毛轻阳 微微勾起唇盼 不晚 我倒是想让你晚点出现 这样 他就可以毫无顾忌地揍蒋曼了 韩灵芝看清楚目前的场景 挑挑眉 你继续 在他心目中 这个母亲已经死了 现在站在他面前的 就是一个陌生人而已 韩灵芝 你在胡说什么呢 蒋曼怒目而赤的 你没看到这个死丫头打我吗 你竟然不帮我 还让他继续 韩灵芝没回他 直接站在了苗娇娇旁边 这维护自己媳妇的意思 不言而喻 看得蒋曼更是气得头脑冲血 好啊 你 你竟然为了一个死丫头 顶撞你亲生母亲 韩灵芝 你简直令我失望 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呵 母亲 韩灵芝眼底不满了讽刺意味 要是有可能 他还真不愿从这人肚子里出来 他也不想跟这人废话 上前就是一脚 将蒋曼给踹飞 扑通 蒋曼直接砸到一旁巷子墙上 整个人蜷缩在地上 唉呦叫唤的不停 韩灵芝 娇娇 咱们走 跟这种疯子 没什么好讲的 苗娇娇 唉 我这还有自行车呢 你会骑吗 要不你搭着我试试 韩灵芝接过自行车 当然会 别小看你男人 苗娇娇耳朵微红 鼻子哼了一声 你才不是我男人呢 吃了一嘴狗粮 头晕脑花的蒋曼 看着远处 两个打情骂俏的身影 越走越远 气得一口老血 直接吐了出来 啊啊 韩灵芝 我当初就不应该生你出来 第254章 韩灵芝来苗家拜访 第254章 韩灵芝来苗家拜访 夕阳的余晖 洒落在京市的街道上 一道高大的身影 正骑着自行车 后座坐着一个娇美的女孩 你何时回来的 苗娇娇问 韩灵芝 下午刚回来 我准备来接你下班 没想到半路上遇上了 嗯 苗娇娇杨纯笑道 咱们快两个多月 没见了吧 上一次见面 还是过年来会 她去韩家拜访来着 后来三月份初 她考上京市文工团 也给她打了个电话 再后来 韩灵芝就出了任务 一直到现在才回来 苗娇娇 你不知道 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 韩灵芝点头 我回家了一趟 家里的陈妈 已经告诉我一些了 没想到 苗娇会发出断绝声明 倒有点出乎她的意料 而且 之前咱们说好 等我这次任务回来了 我陪你一块去苗娇的 中途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为何提前去了 苗娇娇也没瞒着她 简短的将集训时 张大力和小刘助理事情 说了一下 在听到娇娇 差点被小刘助理给伤害时 韩灵芝面色一沉 突然来了个急刹车 艾苗娇娇没坐稳 下意识往前抱紧了 她宽阔的腰背 女孩柔软的身体扑背而来 韩灵芝心脏猛地跳动 耳尖一下子就冒红了 然而心中涟漪还没维持几秒 后背就被重重拍了一下 你干啥呀 吓我一跳 女孩的手劲还挺大 幸亏韩灵芝皮厚实 不然准得呲牙咧嘴 韩灵芝面上带着歉意 抱歉 刚刚听到你说那时 我太生气了 所以才 好吧 没事 都过去了 苗娇娇搓了搓有些打麻的手 不好意思道 那啥 刚才我有点激动了 没打疼你吧 没有 韩灵芝嘴角微勾 违心地说着 苗娇娇 那你奇快一点 家里都等着我吃饭呢 自从家里吴妈走后 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帮拥 李杰也想弥补这些年 对苗娇娇的亏欠 每天都是早早下班回去 做好饭等她回来吃 李杰厨艺没得说 还是挺不错的 苗娇娇也很喜欢 更喜欢跟家人一块吃饭的温馨感 听着娇娇的催促 韩灵芝微微一愣 莫名有些委屈 咱们好久没见面 你就不想跟我多待一会儿吗 苗娇娇挠了挠头 心里有些小愧疚 那你骑慢点哦 晚点回去没事 闻言 韩灵芝眉眼展开 轻笑道 嗯 说着又开始慢悠悠地骑着自行车 苗娇娇 这次你做任务这么久 有没有遇到什么危险 还好 韩灵芝黑魔微微动了一下 继续道 有件高兴的事情 跟你分享一下 嗯 什么 苗娇娇好奇 韩灵芝 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 不出意外 过段时间 我就能升职为排长了 估计今年下半年 不会再出任务 到时候 咱们可以在部队里经常见了 哟 恭喜啊 苗娇娇笑着挑眉 那我岂不是得叫你一声 韩排长了 苗娇娇嘴上笑着 心里却微微揪起 这才多久来着 距离韩灵芝进入部队 貌似才一年多点时间 半年成班长 一年多成排长 剧情设定 不与现实挂钩 这要是没做点什么特大的贡献 怎么可能升职那么快 在这期间 韩灵芝又付出了多少艰辛与努力 所谓的任务 肯定是千难万险的 为了不让他担心 这个家伙直接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 望着眼前比以往更加销瘦的背影 苗娇娇眼底 闪过一丝心疼 双手轻轻还上他的背 温柔的嗓音有些发芽 韩灵芝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他们都还年轻 还有很多事情 可以慢慢来 韩灵芝骑着自行车的身形一顿 胸腔瞬间被一股暖流给包裹住 他的毛子沾染心碎笑意 低声喃喃着 嗯 我知道的 知道是一回事 做不做又是另外一回事 他在乡下担得太久时间了 一切都得重来 为了给娇娇更美好的未来 他必须得拼命地往上爬 韩灵芝 放心 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 如果连自己都照顾不好 将来如何照顾好他 我信你 苗娇娇眼里闪过坚定 我也会努力的 今年是76年了 还有一年多时间 就可以高考了 在这期间 他不仅要在金氏文工团做好工作 也要勤奋学习 到时候考一个好大学 更要大力赚钱 趁着改革开放之前 多买几套四合院 他们两人的目标都很清晰 为了美好的未来而奋斗 韩灵芝潜笑着 嗯 无论你做什么 我都会支持你 夕阳如酒醉了天边的晚霞 微风袭袭 缭拨着清澈的湖面 这一刻 苗娇娇感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满足与甜蜜 脑海里 突然回忆起 那个离奇的梦 他就是原主 他跟韩灵芝 才是真正有婚约的人 命运啊 即使有人动了手脚 在将来 某个时候 都会悄悄地回到正确地方 将娇娇送到苗家大宅附近 韩灵芝就离开了 明天是礼拜天 娇娇在家休息 他准备明天跟父亲 一起拿着礼物 郑重上门拜访一次 这样才能显得 对娇娇的尊重 至于韩家 跟苗家之前那些 不愉快的旧事 都因娇娇的出现 而消散了 犯错的是苗书役 不是苗家 他们韩家还是分得清的 再者说了 小姑那件事的罪魁祸首 是蒋蔓 她的生生母亲 以往的惩罚已经做了 现在就当他们是陌生人罢了 但如果将来 他们再敢做出 什么不好的事情 他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 第二天一大早 韩灵芝和父亲韩国伟 带着一大堆的礼品 来到苗家 亲家上门拜访 苗家也很重视 全体人都到其在门口迎接 苗老爷子乐呵呵笑道 欢迎啊 韩老爹 许久不见啊 苗英豪一见到韩国伟 心情甚是激动 自从几年前 韩家小姑那件事后 他们苗家跟韩家 就再也没来往了 就算平常在开会见到对方 两人也只是淡淡点头示意 从未深谈过 现在两个家庭 终于打开心结来往了 他真的很开心 灵芝 欢迎你来 苗书朗提了提眼镜框 笑着伸出手跟韩灵芝握了我 灵芝 苗书凯一向严肃的脸 终于露出了笑颜 听说你小子升了牌掌了 不错 韩哥 苗书白上前打了一声招呼 笑呵呵打句道 哎我叫错了 应该你得喊我一声 姐夫才对吧 三哥 还早着呢 苗娇娇瞪了他一眼 韩灵芝看着女孩羞红的脸庞 心情很是愉悦 不早 今天我跟我爸来 就是来提亲的 第255章 刚笔是干爸送的 第255章 刚笔是干爸送的什么 提亲 客厅里 李杰第一个惊呼出声 他的娇娇才找回来不久 一家人还没相处够呢 李杰委婉道 韩司令 我们家打算留娇娇两三年 这是不用这么着急吧 这提亲了 可就得定下日子了 他真舍不得娇娇这么早就嫁人 苗老爷子板着脸 也朝苗英豪瞪了几眼 后者也笑呵呵复合道 是啊 韩老弟 这两个孩子是有缘 但不急于这一时啊 嗯 韩国伟一向话少 他也没多说 直接转头看向韩灵芝 那意思就是说 你自己的事情自己解释 韩灵芝心里有些紧张 清了清喉咙开口道 苗爷爷 苗伯父苗伯母 是这样的 我跟娇娇在一起一年多了 感情也比较稳定 我的意思是先提亲订婚 然后结婚的事情 可以过两年再办 娇娇那么优秀 到时候很有可能会出现 其他追求者 他等不及想要宣誓主权了 哦 是这样啊 李杰心里松了一口气 先定亲也行 只要娇娇没那么早嫁出去 就好 灵芝这孩子 他也是从小看着长大的 对他还是很看好的 苗老爷子文言 脸上立马带起了笑意 可以可以 乖孙女多待一天是一天 他生怕韩灵芝这臭小子 立马就拐走人了 苗娇娇坐在一旁 低声跟韩灵芝道 你昨天怎么没跟我说这件事啊 韩灵芝 我这不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吗 苗娇娇哼了一声 嘴角偷偷勾气 不可否认 他确实挺开心的 跟韩灵芝待在一块 感觉很舒服很放松 早一点结婚 他也不会介意 很快 两家人就在客厅里 商量起了订婚事宜 原本苗家是 准备在八月份 苗娇娇二十岁生日那天 邀请亲朋好友来吃宴 正式向大家介绍娇娇的 既然韩家想要订婚 那就日子安排在同一天好了 到时候正好宣布此事 沟通好事情后 两家人坐在一起 吃了一顿其乐融融的午餐 等韩家两父子走后 苗老爷子召集大家 开了一个小会议 苗老爷子满脸严肃 舒朗 舒凯 舒白 今天的事情你们怎么看 在场的三人听词 剧都微微一正 老爷子这是话里有话呢 苗叔朗今思眼镜片一闪 严笑艳艳道 爷爷 我很为娇娇开心 祝他幸福 哼 苗老爷子狠狠剁了一下拐杖 大孙子为人最是聪明 怎么可能听不出他 想要问什么 苗舒凯抿了抿包唇 也道 我也祝娇娇幸福 苗老爷子脸色彻底黑了 就是个不争气的二货 苗老爷子的目光 看向苗舒白 后者心虚的摸了摸鼻子 爷爷 我还小 上头两个哥哥 应该比我着急 嗯 苗叔朗和苗舒凯 刷的一下就瞪过来 颇有一种 你怎么背叛我们的意味 哼 瞪什么的 苗老爷子拿起拐杖 气哄哄挨 挨个个敲了一棍 你们做哥哥的 真是不争气 娇娇都要结婚了 你们呢 连个对象都没有影 显示气死我了 在这个年代 男女结婚年龄为男二十岁 女十八岁 一般大家都结婚早 苗舒朗二十六岁 苗舒凯二十四岁 苗舒白二十二岁 这三哥们中 尤其是苗舒朗 算是大龄胜男了 像他们这个年纪的人家 家里孩子 估计都可以满地跑了 也难怪苗老爷子这么生气 他身体近几年也不太好 老早就巴巴的 盼着暴虫孙了 但奈何自家几个孙子 一点都不争气 李洁恨铁不成钢地叹气一声 就是 你们都多大年纪了呀 还不想着这事 他也想抱孙子了 要是有孙子了 那他就提前退休得了 之前给几个儿子 说着介绍对象 都不同意相看 现在娇娇的婚事 都快定下来了 没理由儿子的还耽搁 李洁一锤定音 这样吧 舒朗 你是老大 你的单身问题 必须得先解决 苗舒朗拧着眉 妈 我现在正是事业上升期 没时间去谈情说爱 他好几个哥们结婚早 都是一地鸡毛 天天吵架闹腾 哥们又喜欢时不时 在他耳边抱怨 搞得他对婚姻 是一点都不相忘 虽然自家父母很相爱 但他是一个 很理智克制冷漠的人 对这些东西 根本就不感兴趣 哪能随便找个人 出对象结婚呢 李洁虎着脸 不行了 事业你可以慢慢来 但成家必须得加快日程 要不然到时候 别人都笑话咱们家 连最小的孩子 都要嫁人了 上头几个哥哥咋没动静 苗老爷子点头秤势 对 书朗 你要是为你妹妹好 就给我尽快找对象 一旁荡吃瓜群众的苗娇娇 老爷子的理由还真能扯 咋扯他头上了 苗书朗深深叹气一声 好吧 妈 那你先帮我安排相看吧 一听到对娇娇有影响 他就妥协了 听到这话 李洁笑了 好好 妈尽快给你安排 苗英豪坐在旁边 看了半天 报纸都没移动位置 这回倒是放下报纸 也笑道 想开了就好 成家过日子 还是不错的 苗书凯跟苗书白对视一眼 两人都给大哥苗书朗头去同情的眼神 然而幸灾乐祸不过几秒 李洁下一句就到 等书朗确定了 接下来就到书凯和书白了 你们自己在部队多留意一下 那么多优秀女同志 怎么样都会有何事的 苗书凯跟苗书白 苗娇娇无嘴偷偷地笑了 晚点他就去找三哥聊聊吧 问问他对宝宝的想法 回到前一天傍晚 蒋曼被打后 一瘸一拐 怒火冲天地走回家 刚到家 就听到自己女儿林韵韵 又在跟苗书凯争吵 这两天 自从书凯住在家里 争吵声就没停过 于于你怎么那么不听话 又跑你书凯姐房间来捣乱 蒋曼一进房间 不由分说 劈头盖脸的 就骂了林韵韵一顿 妈 你又为了他骂我 林韵韵委屈极了 眼眶一下子就犯了泪花 明明是苗书凯的错 他偷了爸爸 那只钢笔 还不承认 蒋曼眉头一皱 书狱 云韵说的是真的吗 苗书狱鼻子通红 金银泪水立马落下 干妈 不是我偷的 那只钢笔 是干爸昨天送我的 第256章 三哥觉得宝宝怎么样 第256章 三哥觉得宝宝怎么样 你胡说 林韵韵满脸恼火的瞪着他 那只大红色钢笔 可是爸爸最宝贵的 我之前让他送我都不肯 怎么会送你 蒋曼看了一眼 苗书狱桌上那只钢笔 眉头突然一跳 这只钢笔 确实是老林最喜欢的 平常都不离身的 一看蒋曼脸色不对 苗书狱哭的 更是梨花带雨了 这真是干妈送我的 昨天下午 我耳朵伤头的绑带散了 正好干妈在家 就帮我重新包扎了一下 当时他不小心碰到了伤口 弄得有点疼 我忍不住哭了 干妈心里有点过意不去 才把这只钢笔送我 他还说一看到 我就想起干妈之前的遭遇 心里很是心疼干妈 听此 蒋曼满脸凝重的神色 才消散一空 好了晕晕 不要闹了 你爸那只钢笔 都救得不行了 你要是想要 改天我带你 去买个新的去 哼 林晕晕撅起嘴哼了一声 他就是不想看到苗书狱 若不是对方 苗书泽也不会不理他 每次苗书狱来家里 爸爸妈妈都会向着他 讨厌死了 妈我不喜欢他 能不能让他离开啊 林晕晕抱着蒋曼胳膊 一顿撒娇 丝毫不顾及当事人在现场 苗书狱面色一点点苍白 手指嵌入手掌心 都掐红了 也没反应 你这丫头 我都跟你说了 书狱是我干女儿 也是你姐姐 她来家里住两天 又怎么了 蒋曼颇有点恨铁不成钢的 点了点头林晕晕的头 你别整天找你解麻烦 多上心一下你的学习 我就不 让她当你女儿去吧 气死我了 林晕晕气哄哄的 直接摔门去 哎这孩子蒋曼有些头疼 这丫头 简直被她给关坏了 干妈是我惹云云妹妹生气了 要不我今天就会问公团吧 苗书狱事实表现出 可怜巴巴的模样 没事 你这耳朵伤口还没怎么好 在家里再多休息两天 蒋曼拍了拍她的手 开口道 我去劝劝云云 她这丫头就是一时任性 你别往心里去 嗯啊 我知道的 苗书狱乖巧笑了笑 您对我这么好 我怎么会生妹妹的气呢 等蒋曼满脸欣慰的离开房间 苗书狱脸色彻底暗沉起来 她拿起枕头 就往地上狠狠一摔 咬牙切齿道 林玉月 就连你都来欺负我 可恶 不久后 林栋梁下班回来 就见蒋曼 一脸不开心的坐在客厅 林栋梁笑着走上前 怎么了 是谁惹媳妇生气了 除了咱女儿还有谁 蒋曼用手捏了捏眉心 一天到晚就知道闹腾 也不知道省点心 林栋梁微微一笑 伸手将妻子揽入怀里 安抚道 好了 林栋梁这才留意到 妻子脸上有些轻重 连忙关心道 你这脸上是怎么了 疼不疼 蒋曼将她推开 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 没怎么 就是不小心摔了一跤 她去找苗娇娇是偷偷去的 要是被丈夫知道 她又管韩家那边的事情 肯定的生气 又骗我 林栋梁面色一沉 将她拉过去 仔细端量了一下 你这脸上可不像摔的 像是被人打的 还不跟我说实话 蒋曼咬了咬唇 最终还是说了事情大概 你呀你 可真是 林栋梁摇摇头 我老早就跟你说过 韩家那边不用来往了 你非得不听 可是林芝是我儿子 我为他好 还有错了蒋曼有些憋屈 林栋梁皱眉 哪有亲生儿子 打自己母亲的 他这样冷血的性子 你也没法管 蒋曼一听就雅言了 说起来 他就是不满林芝 瞒着他找了个乡下对象 就算他们母子俩有什么恩怨 那也早过去了 将来对方的婚姻大事 他做母亲的 当然得看着 他心目中的儿媳妇人选是书玉 所以他才掏心掏肺对书玉好 这样以后就没有婆媳矛盾 但奈何林芝那个倔性子 完全不开窍 真是头疼死了 讲慢 哎 我就想让林芝跟书玉凑一对 这样省去了多少麻烦 对咱们都好 但林芝偏偏偏找了个乡下野丫头做对象 我心里烦着呢 也不是不可以 林栋梁也谋闪了闪 只要林芝那孩子没结婚就有机会 可以慢慢筹划 不过 他喉咙滚了滚 突然想起昨天帮苗书玉包扎时 他那洁白的脖梗 缓缓道 你还得跟书玉表明一下你的意思 免得他不清楚 或者有其他想法 嗯 我知道了 我明天就跟他说说 讲慢点头 突然抬眸看他 你身上常戴的那只红色钢笔 哪去了 林栋梁微微一顿 将妻子的表情收入眼底 漫不惊心道 那钢笔 我昨天随手送给书玉了 老早就想买新的了 哦 送着送呗 讲慢眼底那抹怀疑 彻底消散 看自家丈夫不在意的模样 应该没什么事 他也是脑袋糊涂了 乱想什么呢 时间回到苗家这边 苗家人开完会议后 苗娇娇私底下找苗书白聊了一会 苗娇娇 三哥 那啥 问你个事 苗书白好奇 怎么了 苗娇娇眼睛眨呀眨 想问问你 你有没有遇到合适的对象 苗书白嘴角一抽 是老妈让你来问的吧 不是 苗娇娇笑咪咪 我自己想问的 你要是没有 我可以给你介绍哦 你能介绍谁苗书白摇头失笑着 你先告诉我 你有没有对谁有好感 苗娇娇不依不饶问着 嗯 应该没有吧 苗书白面色有些尴尬 脑海里却不知为何 突然想起某个傻丫头的笑脸 真的吗 苗娇娇面上一喜 大咧咧道 那你觉得孟宝宝怎么样 他性格虽然有点渣乎 但人还是很好的 苗书白微微一正 这丫头莫不是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第257章 三哥对宝宝也有好感 第257章 三哥对宝宝也有好感 他还不错 苗书白面色颇有些不自然 多的话他也不知道咋说 毕竟确实是有些好感 但怕说太多 娇娇这丫头又会乱想 是吗 苗娇娇盯着他看了看 发现三哥竟然耳朵红了 苗娇娇挑挑眉 心里一乐 哦呼 他好像发现了什么秘密 原来自家三哥对宝宝也有意思 那正好 也不用他费心了 只需要稍微引导一下 让这两人顺其自然就行 苗娇娇嘿嘿一笑 三哥 我跟你说 孟宝宝这人特别单纯 他曾经说过 要跟着我混一辈子的 我想着 不如就让他做我嫂子最好 你说呢 听着苗娇娇这般打趣 苗书白耳朵更是红得厉害 说这些有点太早了吧 早 苗娇娇摇头 不早啊 宝宝长得那么可爱好看 条件又好 到时候想找他出对象的肯定多 你要是不尽快去追人家 小心他被抢走 一听这话 苗书白心里一急 但是他不一定对我有意思 刚说完 就对上了苗娇娇脚侠的双眸 那我要是告诉你 他对你也有好感呢 苗书白大手拽紧 那我肯定会好好把握机会 当天傍晚 苗娇娇出门一趟 距离上次 他跟金市南边的黑市负责人胖哥见面 已经是很久以前了 那个时候是三月份初 他刚参加完金市文工团考试 现在都五月份中旬了 两个多月过去了 趁着今天正好有时间 他得去做一次交易 顺便问问房子找得如何了 上次他有拜托过对方找房子 走进隐蔽胡同 在空间里化妆成土哥后 苗娇娇坐了公交 按照路线来到熟悉交易地点 一到胡同口 之前见过他的剑朔大汉立马 迎了上来 是土哥吧 我们老大念叨您很多回了 快请进 嗯 你好 苗娇娇笑着点了点头 跟着进了院子 这回 胖哥正满脸苦恼 在屋里看账本呢 一看到来人 喜不自禁激动站了起来 哎呀我的老哥们 你可终于来了 你要是再不来 我都快急得头突了 自从上次从苗娇娇这边进了货物后 不到半个月就卖的精光 这回是真好啊 大米面粉豆油 都是精品中的精品 大家都喜欢 上头那边都催了多少次了 不好意思耽搁这么久 苗娇娇道歉一声 这次我准备的比上次多了一倍的货物 希望胖哥你能满意 哼哼 那感情好啊 胖哥双眼泛着精光 满脸都散发着高兴 土哥 啥时候能交货呀 苗娇娇 今晚吧 到时候我安排人拉到指定位置 你再安排人全部运输过来 哎 好好 胖哥点头 苗娇娇问 上次拜托你找的房子 找的怎么样了 胖哥笑眯眯从屋里拿出一个笔记本递给他 这两个多月我也没闲着 安排手下到处打听了一下 目前一共有十多处有私下卖房子的 具体信息里面都有 到时候 您可以带着朋友去看看 苗娇娇接过笔记本 仔细看了看 里面记录了房子的地址 面积 以及预估售价 写的确实挺清楚 苗娇娇点点头 这人确实做事挺靠谱 今天时间有点晚了 他准备等下周放假的时候 再去看看 行 谢谢了 那这本子我就拿着了 胖哥笑着摆手 您还跟我客气啥 多卖货 给我就行了 随后两人又寒暄了一会 苗娇娇就快速离开了 等差不多天黑 他在附近找了隐蔽的空地 将货物快速从空间移了出来 盖上黑色布匹 迅速去通知胖哥的人手 过来拉货 当晚 两人又顺利交易五万多块的货款 胖哥几乎是点头哈腰的 将苗娇娇给送出胡同处 回去的路上 苗娇娇又细数了一下 自己的小金库 嗯啊 之前存款就有二十来万 加上这次就有二十五万了 这还不包括其他票证 和收集的各类东西呢 苗娇娇很期待下周放假 到时候 他要大买特买房子了 第二天一大早 苗叔白也骑了自行车 跟苗娇娇一起去文工团 苗娇娇故意打去道 三哥 这么积极的呀 苗叔白这回倒没脸红 他昨晚想了一整夜 也想通了 大大方方追求人家女孩子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再说了 要真追求的话 那也得后脸皮不是 苗叔白露齿一笑 那必须别小看我 苗娇娇挑眉 哈哈笑道 行啊 那我就等你好消息了 来到文工团后 又开始日常的训练 中午时分 苗叔白主动来找了苗娇娇 说要一起吃饭 苗娇娇心里知道 三哥在想什么 还挺乐意的 带他过去找孟宝宝 小跟班秦草 跟在后面安静得很 等一行三人过来时 孟宝宝很是高兴 陆林正犹豫 中午要不要缠着孟宝宝去吃饭 这几天 他跟在孟宝宝后面 总是找不到机会 跟苗娇娇套近乎 苗娇娇也不愿搭理他 搞得他一点面子都没有 这回一看到苗叔白 他眼眸一亮 立马笑着过来 娇娇 你来了 走吧 咱们一起去吃饭 苗娇娇冷撇他一眼 毫不留情戳穿他的面目 不好意思 我跟你不熟 没必要一起 就是 孟宝宝瞪了他一眼 你别每次都死缠烂打贴上来 陆林脸色一顿 咬着唇低垂着头 委屈巴巴道 我就是想跟你们交朋友而已 没必要这样逗吧 林一乐在一旁看得直皱眉头 这些天 虽然他跟宝宝的关系缓和不少 但他也不能抢求宝宝接纳陆林 陆林也有点奇怪 明明之前都表现得那么讨厌宝宝了 现在雀巴巴的贴上来 他被地理也劝过陆林 还是算了 但对方就是不听 搞得他现在都有点无语了 谁跟你交朋友啊 我都说了多少遍了 我跟你不可能和好 孟宝宝直截了当地回怼过去 陆林眼眶一红 朝苗书白看了一眼 七七爱爱道 苗书白同志 既然宝宝这么不欢迎我 我今天可能不能跟你们一起去吃饭了 不好意思 苗书白在文工团待了这么多年 什么小白脸没见过 一看孟宝宝那 讨厌陆林的态度 他就知道 两人之间肯定发生过什么 当下便冷哼道 我又没邀请你一起吃饭 你莫不是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 陆林脸色一致 这人这么不怜香惜玉的吗 第258章 大哥描述朗相亲 第258章 大哥描述朗相亲 苗娇娇给了三哥一个赞赏的眼神 这家伙挺上道啊 乔梦宝宝那小脸蛋 高兴的 不用说 肯定内心再啊呀叫了 也不管陆林脸上 那这样紫色的画面 苗娇娇直接挥挥手 一群人就跟着他走了 就连一向跟陆林要好的林一乐 这回也没留下 实在是陆林这一出 搞得太明显了 他就算是再傻 也看出了点什么 看着苗娇娇 这群人越走越远 陆林直接气得牙齿咯噔响 满脸都是暗沉之色 另外一边 昨天苗家中午开了会议后 李杰就马不停蹄地 给大儿子寻找合适的对象 好在之前 他就收集过几个门当户队的家庭信息 今天一大早就联络到其中一个人家 约好了相关事宜 这年头也没啥娱乐场所 原先还有咖啡馆和茶馆 后面都因为各种原因关门了 一般相亲见面 要么在家里 要么在公园或者饭馆 李杰怕在家女孩子放不开 特意说好去公园 所以到了下午 苗书朗还没下班 就被自家母上大人电话告知 下班后 直接去家附近的公园门口 到时候 财部主任的女儿会在那等着 两人聊着先看看 苗书朗 现在他逃跑还来得及吗 傍晚时分 公园门口 苗书朗驱车前来 虽然他心里百般不愿意 但也没迟到 毕竟让人家女同志等久了 也不太好 苗书朗将车刚停好出来 一旁就走过来 身材高挑 表情傲慢的女孩 对方在看到他俊美的容貌后 眼底闪过一丝惊讶 随着傲慢的神色 立马收了回去 嘴角含笑道 你好 苗书朗同志 我叫黄可 苗书朗礼貌回应 你好 黄可同志 久等了 黄可紧紧盯着他 去公园走走 嗯 走吧 苗书朗轻点头 两人一前一后地进了公园 黄可走在前面 心跳如打鼓 他父亲是今年才从护士生殖过来的 家里对苗家具体情况也不太了解 原本他对这次的相看并不太满意 想着苗家家境如此之好 为什么苗书朗26岁了都还未成家 会不会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说不定是脾气不好又或者样貌不行 若不是爸妈再三催促 他还真不愿意过来 倒是没想到 苗书朗本人长得如此帅气 颜值面前其他都不重要了 黄可现在心里只想着如何跟他聊天 才能让他印象深刻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黄可笑着道 我是一名初中老师 苗书朗点头 嗯 我是秘书 嗯啊 我知道的 黄可笑了笑 他今天早上听自家爸妈说的时候 当时还以为对方是一个很严肃 古板的人呢 黄可偷偷又打量苗书朗一下 不由得脸蛋微红 这人长得太好看了点 平常有什么爱好 苗书朗李尚往来也问了一句 我呀 黄可立马来了兴趣 我就喜欢逛街和看书 说着 他又笑眯眯的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地上前 这是我的要求 你可以先看看 这纸条可是他自己精心准备的 之前家里给他安排相亲 他都没瞧上人家 纸条自然也没递出去过 苗书朗微微挑眉 结果纸张一瞧 就见上面写着 结婚得要三转一响 四季八套衣服 八百八的彩礼 全身迎首饰一套 黄可在一旁笑道 这是最基本的条件 你家里应该是可以的吧 如果他点头答应 他就立马去跟爸妈说了 这么一个如意郎君 可不能放跑了 苗书朗面上的微笑 快要维持不住了 自家母上大人 这是从哪里找来的奇葩 苗书朗 这些事为之过早 以后再说吧 好吧 黄可有些失落 两人说话的时候 旁边路过一个脏兮兮的大眼 瘦骨如柴的 看着有些可怜 黄可眉头皱了皱 直接嫌弃地捂住了鼻子 这人也真是的 走路不看眼睛了吗 往我们这边凑干嘛 臭死了 见此 原本漫不经心地描述了 黑眸动了几下 他也没吭声 只是眉眼之间的神色 更加冷淡起来 黄可没留意到他的情况 还在自顾自说话道 真讨厌这种人 到处都是 看着都不好 影响咱们城市的势容了 苗书朗唇叛勾起一抹玩味的微笑 黄可同志 好像对这些人很有意见 谁说不是呢 黄可听他搭话了 以为他感兴趣 连忙道 苗书朗同志 我跟你说 这种从乡下过来的人 最可恶了 不仅浑身拉里拉搭 还喜欢找人讨要东西吃 也不知道多大脸面 苗书朗 所以 你的意思是 你不喜欢乡下人 对呀 乡下人又穷又不爱干净 黄可说着 说着就卡壳了 这种特殊时期 可不能乱说这种言语 不然就有嫌弃广大 劳动人民的嫌疑 黄可补充一句 我刚刚那话 只是针对一些品行不好的人 你可千万不要误会 嗯 苗书朗金丝镜片微微闪动 不想再敷衍下去 抱歉 黄可同志 我还有点事 我就先回去了 这话的 就是不想再继续沟通了 黄可一听就急了 哎咱们才刚聊一会儿 我了解的差不多了 苗书朗停住脚步 抬眸看他 忘了告诉你 我妹妹就是从乡下回来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 黄可面色焦急 想要解释 但奈何苗书朗转身就走 黄可跑上前拦住他的去路 气哄哄道 苗书朗你什么意思 你个大老爷们 怎么一点风度都没有啊 我告诉你啊 我爸可是财部主任 虽然比不上你爸官职大 但我家里也不差 你别小看人 我没小看你 苗书朗眼神淡淡地瞥了他一眼 毫不留情道 我是从未正眼瞧过你 说着他就直接上了车 驱车离开 呜呜 混蛋 黄可气的直跺脚 蹲在地上崩溃大哭 第259章 大力哥 你为什么不理我 第259章 大力哥 你为什么不理我苗家 晚饭时分 苗老爷子气哼哼地 瞪了苗书朗一眼 刚才黄家打电话过来 说你气哭了他们家的孩子 你这臭小子 到底说了什么 让他那么生气 就是 你这小子 也太不靠谱了 李杰头去不满的目光 苗书朗风轻云淡地 加了一口菜 丝毫不惧怕 这两位的目光 慢悠悠来了一句 他说 他不喜欢乡下人 一句话 就堵住了苗老爷子 和李杰的嘴 正吃饭的苗娇娇 微微一愣 苗老爷子留意到娇娇的神色 哼了一声 那确实得骂 乡下人怎么了 我们祖辈哪个不是乡下人出身的 李杰给苗娇娇碗里 夹了一块鱼肉 附和道 说的也是 看来以后 我得多打听女孩的品性 再让你们见面 妈 再说吧 苗书朗微你没 他是真不想再遇到 今天这种情况了 娇娇虽说八月份定亲 但起码两年后才结婚 也不急于这一时 到时候我自己找 他未来的妻子 当然得自己把关 李杰嘴巴动了动 刚想说些什么 就被丈夫苗英豪给打断了 那你自己看着办吧 你也要抓紧 到时候 你两个弟弟也得着急了 嗯 我知道的 苗书朗点头 听到这话 苗书凯言迪闪过一丝无奈 他性子淡薄不喜欢交友 平常除了训练就是训练 根本就无心找对象 不过 幸好上头大哥顶着 下面还有三弟陪着 刚想到这 就听到旁边三弟声音响起 我已经有想要追求的人了 啊 你说啥 全家人除了苗娇娇 其他人一致惊讶地 看向苗书白 嗨嗨 苗书白倾咳两声 有些不好意思道 我说 我有喜欢的人了 反正家里人迟早也得知道 早点说又没啥 这样 也不用总是被家里催促了 李杰喜笑颜开 连忙问道 书白 快快快 告诉妈妈 你喜欢谁 哎呀 自家儿子终于开窍了 老激动了 苗老爷子跟苗英豪 也是满脸兴趣 苗娇娇笑眯眯眯地吃饭 一点也不意外 唯独苗书朗和苗书凯 一脸便秘表情 这三弟要是也成了 那家里兄弟姊妹中 就只剩下他们两个光棍了 而且还是最老的 那只不定得被催死 你们都认识的 苗书白笑着 故意卖了一个关子 跟娇娇关系很好 众人表情一顿 苗老爷子最先反应过来 他眼珠子一转 立马笑呵呵道 是不是上次那个哭声 很大的那个丫头 孟宝宝 无脸 黑历石洗不掉了 是不是叫孟宝宝 苗英豪眼睛一亮 那丫头性子不错 见大家视线都看过来 苗书白爽快承认 对 就是他 李杰面上闪过惊喜 行啊 儿子 你太棒了 孟宝宝那丫头 我太中意了 儿子 你追上人家没 苗书白摸了摸鼻子 还没正在努力中 李杰摆摆手 那就赶紧的 给你大哥和二哥做榜样 苗书朗和苗书凯 吃完晚饭 苗乔乔陪着苗老爷子 去书房下了一下象棋 刚玩两盘 苗老爷子就胸腔起伏 不断地咳嗽起来 苗乔乔眼底闪过关心 爷爷 你没事吧 要不要送您去医院看看 嗨嗨没事 苗老爷子勉强笑着 摆摆手 老毛病了 一咳嗽起来 就没完没了 等过些天我回老宅 再让人检查 苗老爷子年轻的会 因为当中了枪子 熬坏了身体 越上年纪 身体就越吃不消 近几年来 他都是待在老宅那边 种种花草养身体 时不时有一声上门 检查一番 这段时间 苗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他的情绪反复激动愤怒 身体老早就有些扛不住了 之前也有医生过来看过 开了一些药 让他尽量回老宅 安静休养最好 但老爷子为了 每天见到宝贝孙女 硬是留在苗家扛到现在 嗨嗨嗨嗨老爷子的 咳嗽声不断响起 苗娇娇有些心疼 连忙起身道 爷爷您等一下 我去给您端杯茶水过来 自从回到苗家 苗娇娇每天晚上 都会偷偷去厨房水缸里 放点灵泉水 稀释过的灵泉水 不会让人发现 也会慢慢调理大家的身体 作为娇娇的家人 他当然希望大家多身体健康 但爷爷的身体情况越发严重了 前两天只是轻微咳嗽 今天就咳嗽不停 空间的灵泉 谁有强身健体 清除杂质的功效 苗娇娇想让爷爷快点好起来 于是到了厨房 他直接在杯子里装一丢丢茶水 放出灵泉水装满杯子 这样加大剂量的调理身体 效果会更好点 爷爷 来 喝口水 苗娇娇去了书房 将杯子递了过去 窝里面加了一点白糖 味道应该不错 哎 谢谢娇娇 苗老爷子满脸慈爱的笑着 结果杯子就三两口就咕咚下肚 待喝完 他感觉身体突然一清 就连喉咙也没有那么痒了 这糖水确实挺好喝 苗老爷子有些意犹未尽 笑咪咪道 还是娇娇有办法 我这喝下去 整个人舒服得不行 苗老爷子也没想太多 只觉得是因为乖孙女端了茶水 所以心里舒坦 是吗 那以后我天天给您端水 喝苗娇娇甜甜笑道 呵呵 好啊 苗老爷子高兴地摸着胡子 突然嘴巴一脸 哎呦 我肚子突然有些疼 我去趟厕所 你先随便看看说 老爷子捂着肚子起身 连忙去厕所 苗娇娇挑挑挑眉 看来灵泉水已经发挥作用了 接下来几天 苗娇娇每天回来 都会特意给老爷子端水 老爷子每次都是笑呵呵接着 然后过会又难受捂肚子去厕所 丝毫没怀疑这水的问题 等过几天下来 老爷子竟然惊奇地发现 多日的咳嗽竟然好了 整个人都轻松不少 走路不需要扶着拐杖 跑步都能跑两下了 医生上门检查 也神奇地发现 老爷子身体好转了不少 对于这情况 苗家人简直惊讶高兴地不行 所有人都把这功劳 归功于苗娇娇 毕竟是他回家后 老爷子身体才好转的 因此 大家对娇娇更是感激于宠爱 晚上 金氏文工团理 苗树玉红着眼眶 从宿舍里跑出来 自从前两天回来上班后 他的心情就一直很低落 毕竟少了半个耳朵 是谁都不好受 不管是训练还是在宿舍里 他都用头发 把残缺的耳朵给折挡 很怕有人发现 没想到今晚洗澡一个不注意 被人给瞧见了 周围嘲讽大笑的声音 令他憎恶 但又无可奈何 最好的朋友陈琦 原本说也来住宿舍的 但对方家里人不同意 只好作罢 现在他没人可哭诉 只好逃了出来 一路小跑哭诉 苗树玉不知不觉 就跑到了操场那边的小路上 而正巧又遇到了 刚练习完的张大力 一瞬间 两人四目相对 苗树玉心里一揪 眼泪瞬间就落下了 大力哥 你为什么突然不理我呢 你知不知道 我好难过呀 第二百六十章 两人结盟对付苗娇娇 第二百六十章 两人结盟对付苗娇娇月色昏暗 张大力半张脸都融入在黑夜中 看着面前哭得梨花带雨的描述欲 他心里竟没有丝毫感觉了 若是以往 他肯定是又着急又痛心 被欺骗的滋味不好受 失恋的痛苦更难以摆脱 短短半个多月 他整个人就瘦了一大圈 不过好在一切都过去了 现在的他真的能做到心如止水 别哭了 咱们孤男寡女 但这也不合适 你有什么委屈 可以去找老师 我就先走了 张大力冷着脸 转身就准备走 别走 苗树玉拉着他的袖子 低声祈求道 大力哥 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让你误会的事 但我对你是真心的 你为什么要如此冷漠呢 明明你之前不是这样的 他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林家于他而言 也只是一个稍微寄托的地方 所有人都可以欺辱他 他真的受不了了 张大力这人一向老实憨厚 也很心软 以往他自视身份高 瞧不上对方 现在倒想跟他多结交 若是可以 嫁给他也算不错 将来会轻松许多 我想我之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你做过什么自己明白 何必自取欺辱 让我再说一遍 张大力将胳膊收回 眼底勾起些许嘲讽 接着道 你也好意思说真心 说出来 你不觉得可笑吗 曾经我为了你付出过多少 哪回你不是敷衍了事 现在 你从高高地位落下了 就又跑过来找我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就这么想我的 苗书彧咬着红唇 泪水不断地落下 表面上装得楚楚可怜 心里头却是在爆发怒吼 可恶 一个小小派长转什么转 之前他勾勾手指 对方就像狗一样 巴巴跑过来示好 现在倒好 竟还嫌弃他了 果然都是屈炎附尸的小人 既然如此 那咱们就当不认识好了 以后你可别后悔 苗书彧放着狠话 语气里有点赌气的成分 他还以为张大力对他一往情深呢 但他低估了对方断狠离的决心 谢谢 正好如了我的意 咱们就当从未认识过吧 说着 张大力就转身离去 留下苗书彧一脸铁青地站在原地 旁边角落里 心情不好的陆林外出散步 正好瞧见了这一幕 他眉头微微皱起 盯着苗书彧的方向若有所思 自从前几天苗娇娇当众嘲讽他以后 他再也没上赶着跟他们那群人一起去吃饭 就连他最好的朋友林依乐 这几天都跟他渐行渐远 弄得他心情很是烦躁 他原本是想着跟苗娇娇套近乎 获得一点好处 但奈何便宜没占到 反而失去了朋友 这不是他想要的 还有苗书白 他这几天找机会跟对方搭讪 每次都背对 让他颜面无存得很 这一切都是苗娇娇跟孟宝宝的错 他们肯定老早就猜到了他在想什么 就是故意看他出丑 实在是可恶极了 听团里其他人说 苗娇娇跟苗书彧关系很差 上次苗娇娇在食堂毫不留情打苗书彧 他也在场 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明 苗书彧心里也很恨苗娇娇 他没法对付苗娇娇 但苗书彧应该可以吧 想到这 陆林眼底闪过一丝暗盲 他犹豫了两秒 随后缓缓走上前 假装好奇问道 苗书彧同志 你在这干什么呢 是不舒服吗 听到声音 苗书彧连忙擦了擦眼泪 待看清来人后 脸色一冷 我舒不舒服 关你什么事 这人上次在食堂 是站在苗娇娇那边的 他还记得 陆林面色一僵 尴尬笑道 我想你误会了 我只是想关心你一下 苗书彧冷哼一声 你有那么好心吗 恐怕是还看我笑话 好回头告诉苗娇娇吧 你真误会了 陆林面色透着无奈 我跟苗娇娇连朋友都算不上 前几天我跟他还吵了一顿 是吗 苗书彧眼底闪过一丝狐疑 那你上次还帮他说话 陆林哀声叹气 上次我是跟着朋友一起 也不太了解情况 所以才那样 经过这些天接触 我发现苗娇娇性格一点都不好 非常暴力冷血 他这人很喜欢装枪做事 用点小恩小惠 就把我最好的朋友给勾走了 我现在讨厌死他了 听到这里 苗书彧终于有些相信了 一般讨厌人的表情 是没法装出来的 看陆林这样子 确实很不喜欢苗娇娇 这几天他在食堂里 也经常看到苗娇娇那群人 里面也确实没陆林 但他也不是傻子 明白对方话中有话 苗书彧抬起眼眸 问道那你过来是想说什么 陆林面露真诚 我是看你上次被苗娇娇给打了 有些为你打抱不平 想着你应该也讨厌对方 咱们俩可以认识一下 以后有什么想法 互相倾诉一下 解个闷 这话的意思不言而喻 就是想结盟 一起对付苗娇娇呗 哦可以啊 苗书彧眼珠子一转 立马点头答应 不管陆林的目的是为何 总归有个垫背的也行 既然苗娇娇都对我们 做了不好的事情 那应该要给他一个教训 你觉得呢 苗书彧目光灼灼的望着陆林 陆林微微一愣 没想到苗书彧想法这么迅速 他都没说这事呢 对方就开了口 行啊 你想怎么做 陆林问 反正他们俩目的一样 心里这口恶气得出 苗书彧垂眸想了想 嘴角微微勾起 半个月后 咱们团不是要在部队 进行维吻演出吗 到时候人多手杂 咱们可以看着办 也不会有人发现 可以 陆林点头 那这几天 咱们可以私下商量一下 到时候好准备 嗯啊 苗书彧看向他 就晚上来这里吧 陆林 好 今天时间有点晚了 我先离开 你晚点再走 嗯 去吧 苗书彧笑着点头 等人走了 苗书彧眼底闪过英智之色 呵呵 他可不想简单教训苗娇娇 他要的是苗娇娇的命 第261章 金氏买四合院了 第261章 金氏买四合院了 终于等到了周日这天 一大早 苗娇娇借着出去 买书的借口 从苗家慢悠悠地走了出来 月底的金氏 天气渐渐回暖 今天 苗娇娇穿着长袖 白衬衫和黑裤子 扎了一个高马尾 脚下一双黑色布鞋 背上背了一个黑色的大双肩包 一副普普通通的装扮 但在路人看来却是极为青春靓丽 熟悉的拐脚隐蔽小胡同 苗娇娇就进了空间 用化妆品将脸色给涂黑一点 眉毛加粗 看起来不要那么引人注目 这次他并未女扮男装 如果确定房子了 到时候还得去房管所交易 需拿出户口本信息核对的 贸然打扮成一个男同志 也不太好 当然 他也不担心买房这事 被黑市头目胖哥知道 他跟胖哥当时说的时候 就说的是朋友要买房 女扮男装的土哥 跟他本人苗娇娇 当然是好朋友 再说了 他只管买房 又不在里面住 也不会有啥危险 他也不怕胖哥去查他的情况 有苗家荡靠山 也不会把他怎么样 不过人家胖哥 也不会那么好奇 做生意最讲诚信 他要是敢贸然去乱打听 只要被他知道了 那交易就此算了 反正金氏起码有四五个黑市头目 他再找其他人也不亏 兜里揣着上周胖哥 给他小本本 苗娇娇心情大好的 就去了第一个位置 这第一户是在京市北边 内大街的一个胡同巷子 那是一个三进的四合院 大概有五百多平米 里面院子很大 三十多个房间 装修齐全 看着简单干净 这年头 一般是单位分房住 很少有人私下买房住 前些年买卖房是不被允许的 就这几年 上头松动了一些 才开始交易 这房子在附近算是好的了 但出手了半年多 还是没卖出去 主要是价格一直没谈拢 看到就苗娇娇一个人来看房 房主大爷面上有些郁闷 一个小丫头能做什么主 估计又是白看一趟 苗娇娇 大爷 您这房子怎么卖 您出个价吧 其实小本子 写了需要两万五 是之前胖哥那边 安排人过来询问的 他就想再问一遍 看着人有没有诚信 大爷叹气道 小同志 我这房子不便宜 你还是找个能说话的人来 跟我谈吧 苗娇娇挑挑挑眉 您放心 只要价格公道 我可以做主 听此 大爷还是有点不信 不过瞅了瞅 他身后鼓鼓的背包 还是回应道 我这房子 原先出价是两万八 最低两万五给你 你也看到了 我这里面的家具 都保养得很好 要不是我儿子一家 都搬去护士了 我得过去照顾孙子 我还真舍不得 聊娇娇 便宜一点 两万二 我立马买下 万五价格其实挺公道了 但该讲价还得讲 毕竟谁会跟钱过不去 大爷连忙摆手 一下子少好几千可不行 最多给你减一千 两万四成交 你自己考虑吧 行 苗娇娇爽快点头 那咱们现在就去防管所 避免夜长弄多 当然是尽快交易 大爷没想到他这般豪爽 立马喜笑颜开道 好好好 那咱们走 很快 两人去了防管所办好手续 苗娇娇去附近找了锁将 将大门换了锁 重新检查了一下 就潇洒离开 下一家也是在附近 是一个二进的四合院 大约三百平米 一共有二十个房间左右 房主是一个五十来岁 大嫂们的大妈 两人刚打照面 大妈就语出惊人 哎哟小同志 你长得可真俊啊 有没有出对象啊 大妈给你介绍一下呗 所以苗娇娇稍微装扮了一下 没有那么亮眼 但天生丽质的气质 还是难以掩盖 他这样貌看起来 比一般女同志 还是好看些 也难怪这大妈这么热情 苗娇娇礼貌微笑 不用了 我有对象了 好吧 可惜了 大妈嘿嘿笑道 带着他就进了院子 刚到院子 苗娇娇就见到院子里 不少人坐在大树下唠嗑 旁边木架子上还晒着衣服 几个小屁还光着脚丫在乱窜 苗娇娇皱眉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这么多人 大妈眼底闪过一丝不自然 打着哈哈道 这些都是之前的租客 你不用管 如果你把房子买了 到时候我安排人 让他们腾出去 大妈说这话的时候 坐在大树下 几个大婶嘴角都撇了撇 一脸完全不想理会模样 苗娇娇心中了然 不动声色问道 这套四合院多少钱 大妈笑呵呵 竖起三根手指 苗娇娇假装不懂 三千这么便宜吗 怎么可能 大妈连忙摆手 我说的是三万 你可别听错了 苗娇娇心里冷笑几声 她刚买的三金院 才两万四 这小了快一辈的 二金院要三万 简直是狮子大开口 小本子上记录着 这家售价是一万八 这大妈明显是看 她一个小姑娘 故意糊弄 苗娇娇没着耐心 跟她讨价还价 转身就走 您这价格太吓人了 我不要了 哎 丫头 等等啊 大妈上前拦住她 这样吧 我给你再便宜一点 两万五 怎么样 不用了 苗娇娇冷撇她一眼 恐怕您这房子 就算买下来 也住不进去吧 就院子里那些人 一看就是长期居住的老住客 这种人不好赶走 要不然这大妈 老早就处理了 恐怕就是想找冤大头 一听这话 大妈就尴尬地站在原地 满脸懊恼 苗娇娇没管她如何 直接又去了下一个地址 一整天的时间 她一共看了五个房源 除了第二个房子 其他四个房子 她全部买下了 第一个是 三进四合院500平米 花了两万四 第二个是 二进四合院200多平米 花了一万六 第三个是 四进四合院800多平米 花了五万 第四个是 五进四合院 1200多平米 花了八万 这一趟下来 一共花费了17万 原先苗娇娇有存款25万 扣掉这些 剩余还有八万 望着空间里 新鲜出炉的四个房产本 苗娇娇超级开心 再加上之前 苗家送她的一套 四进四合院 她现在一共拥有 五套四合院了 距离她的包租婆生活 越来越近了 第262章 孟宝宝和苗叔白约会 第262章 孟宝宝和苗叔白约会 正当苗娇娇 买房买得爽歪歪时 孟宝宝和苗叔白 正在尝试人生中 第一次约会 自从几天前 苗叔白想通 对孟宝宝的好感后 便开始大力追求她 什么中午一起吃饭 晚上一起骑自行车下班啊 不管有没有机会见面 她都会创造机会 孟宝宝这丫头 简直是马大哈 完全没往那方面想 还是苗娇娇 稍微提醒了一下 她才恍然大悟 等两人在团里 再次见面时 孟宝宝脸红得 跟猴子屁股一样 简直不能看 苗叔白倒停 喜欢看她这娇羞模样 感觉可爱极了 跟平常那个 活泼爱笑的样子 完全不一样 虽然部队里文工团成员 不能明面上谈恋爱 但私底下 也有很多人都是偷摸谈着 这都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事 一般也不会有人 特意去举报啥的 所以歌唱队里成员 看到苗叔白 时不时过来找孟宝宝 大家也都心有领会 陆林看到这一幕 简直是牙齿酸的厉害 但她也不能贸然去举报 且不说老师态度如何 苗家背景庞大 如果万一被苗叔白发现了 那她肯定吃不了兜着走 这也是她不敢明面上 跟苗娇娇对着干的原因 所以她才找了苗叔玉结盟 想让对方出手 不过她并不了解苗叔玉 显然不知道 自己后续会被当做垫背的了 重新回到孟宝宝和苗叔白这边 经过几天的相处 两人碰见的次数越来越多 关系自然是越来越好 苗叔白也没立马表明心意 这追求女孩子 讲究的是诚意和耐心 切不可太极 这不 一到周末 她就约了孟宝宝出来看电影 孟宝宝还是第一次 跟男同志看电影 昨晚高兴得一整晚都没睡着 今天起来后 陡然发现自己两个大飞眼圈 都吓了一跳 还是嫂子 帮她稍微用化妆品给弄了一下 看起来才好一点 孟宝宝这丫头 性子是个藏不住化的 每天一下班 在饭桌上 就一个劲叽叽喳喳 给家人说着文工团的事情 每次一说到苗叔白的时候 小脸淡那个红的哟 一看就有问题 没过两天 整个孟家人都知道 苗娇娇的三哥苗叔白 经常约宝宝吃饭这件事 这啥意思不言而喻 就是人家男同志 看上自家闺女了呗 看自家闺女反应 应该也是有好感的 孟夫孟母第一想法 不是开心 而是担忧 毕竟孟家跟苗家家事 差距很大 倘若孟宝宝在苗家受了什么委屈 他们做父母的都帮不上忙 不过转念一想 苗娇娇他们也相处过 是个很好的姑娘 按理对方的家人 应该也不会差 这样想着 孟家人这才稍微放心一点 孟宝宝性子急躁 若不是娇娇和孟家人 在他耳边说过多次 他估计老早就按耐不住 主动表白了 所以这次约会 在孟宝宝临走前 孟母和嫂子千叮咛万嘱咐 让他一定要矜持一点 孟宝宝咧着嘴小脑袋 点都不停 穿着新买的蓝白格子长裙 开开心心的就去赴约了 电影院门口 苗叔白手里 拿着电影票和橘子之汽水 朝远处眺望 待看到远处一个身影 快速跑过来 他嘴角微微勾起 舒白大哥 等很久了吗 女孩紧张地捏着裙子 一双大眼睛闪烁着喜悦 没有 苗叔白笑盈盈看着他 夸赞道 宝宝 你今天很漂亮 嘿嘿谢谢 孟宝宝傻乎露齿而笑 随后立马捂住小嘴 他忘了 他要矜持一点 看到女孩的小动作 苗叔白忍不住轻笑一声 这丫头 真是越看越可爱 将手里的一瓶橘子汁 递给孟宝宝 走吧 电影过后要开始了 嗯 谢谢 孟宝宝小嘴抿了一口橘子汁 冰凉凉的 简直爽快极了 他眼睛滴溜溜转了一圈 好想大口大口喝呀 但他要矜持 他不能在喜欢男孩子面前 太粗鲁了 这年头 小情侣一起看电影 都比较含蓄 大家都是一前一后走着 也不敢有什么轻易动作 苗叔白买的座位是正中间 是看电影最佳位置 两人落座后 孟宝宝紧张地低着头 不敢抬头看他 苗叔白抿了鸣嘴 大手捏紧都出了汗 心里也挺忐忑 这还是两人第一次挨得如此致敬 电影院安静极了 两人也不好交流 只能抬头看电影 影片名字是 《我的妈妈》 讲述的是一个失去丈夫的年轻寡妇 如何千辛万苦 将三个孩子独自抚养长大的故事 电影旋律主要是围绕亲情展开 情感细腻 动人心弦 镜头里的乡下 蓝天白云 山清水秀 每一帧都很漂亮 两人看着看着就不紧张了 完全被眼前的电影给吸引了去 尤其是看到后半段 当最小的孩子走丢了 母亲带着另外两个孩子 沿着山林一路流泪呼唤的画面 很多人看到这 都不禁泪流满面 孟宝宝哭点非常低 看到这种感人画面 他一下子就破防了 刚开始是低着头轻声啜泣 但后面忍不住放声大哭 苗书白又一次遭受了哭声磨音 不过电影院女同志都在哭 倒也影响不大 苗书白从口袋里掏出手绢 递上钱 擦擦眼泪吧 呜呜呜呜呜 谢谢孟宝宝红着脸打着哭格 哭得更伤心了 他好像又一次在苗书白面前丢脸了 这场电影花了快两个小时才看完 等离场时 孟宝宝眼睛都哭肿了 瞧见他这样 苗书白莫名有些觉得好笑 这丫头真是个性子纯善的 出了电影院 苗书白又说 要请孟宝宝去国营饭店吃饭 漫步在街头时 孟宝宝低着头 看了一眼手里擦过鼻涕的手绢 有些不好意思道 手绢我今天拿回去洗了 明天去团里还你 好 没事 苗书白抬眸看他 温柔笑道 你今天好像很喜欢低着头 是在地上找什么东西吗 不是 孟宝宝干大的耳朵红了 又慌忙抬头 一下子就跟苗书白来了个对视 两人静静地对望着 就连空气都带上了一丝香甜 嗨嗨那啥 前面就是国营饭店了 咱们快走吧 孟宝宝白嫩的脸蛋 突然布满了红韵 快速往前走 苗书白看着他慌忙的背影 摇头笑了笑 脚步轻快地跟上 这一次的约会 让小两口的心更近了一步 第263章 让苗乔乔难堪上不了台 第263章 让苗乔乔难堪上不了台经事 文工团 舞蹈练习室里 苗乔乔和秦草等人 正在努力地练习着舞蹈 就算汗水一遍又一遍地 浸湿了衣服 也没有人在意 自从三月份初入团到现在 已经整整三个月时间了 前两个月是在集训 后面一个月才开始正式练习舞蹈 新人们主要是练习芭蕾舞 毕竟民族舞大家都会 这其中表现最好的是 苗乔乔和秦草两人 小跟班秦草原先家里是在京市的 他家境本来不错 从小也练过芭蕾舞 后来因为那场动荡 导致家道中落 家中爷爷奶奶母亲因病去世 父亲去了京市郊区农场进行造 他身上背负着五类的标签 这些年非常的自卑 以至于胆子越来越小 也不爱与人接触 团里有些人知道他身份后 经常被地理嘲讽议论他 唯独苗娇娇和孟宝宝 林依乐等人不嫌弃 他打心里感激苗娇娇几人 所以甘愿跟在苗娇娇身后 秦草练舞天赋也不错 特别的勤奋 每天中午和晚上休息时 他都会来练习时疯狂练习 为的是早日提干 好给父亲带去希望 而苗娇娇身体柔韧性非常强 就算练习难度很大的芭蕾舞 也不在话下 短短一个月就掌握了基本动作 让舞蹈老师惊叹连连 后来他发现秦草一个人 在小练习室跳舞后 中午也会加入进去 孟宝宝是小跟班 自然也跟着一块练习歌喉 再后来 林依乐也加入了他们的练习小团体 四个人在小练习室里 孟宝宝和林依乐练习歌喉 苗娇娇跟秦草就练习芭蕾舞 这样每天坚持练习下来 进步都很大 他们四个人的感情是越来越好 过几天 整个文工团成员 就要去部队专门集训的地方 进行慰问演出了 舞蹈队一共出了三个舞蹈 任务还挺重 一般刚入团的新人 是没上台演出机会的 但苗娇娇跟秦草 是新人中最突出的 表现优异 舞蹈老师特意安排他们俩 在其中一个大合跳节目中上场 当然 这位置不太好 在靠后的地方 不过就算是这样 其他几个新人 也很是羡慕他们两个 因为不上台的新人 到时候得充当后勤打杂的工作 帮忙收拾道具衣服 化妆等等 这样说起来 苗娇娇跟秦草能上台 还算是庆幸的 与此同时 歌唱对练习事 陆琳这几天 有些心不在焉 因为之前那些事 她跟林依乐的关系 没有之前那么好了 但两人也没戳破 还是维持着基本的友谊 说不难过是假的 毕竟林依乐对她是最真心的 而且 依乐家境比较好 每次对方家里买了什么好东西 都会送她一些 现在两人关系变差 林依乐都不愿搭理她 更何况送东西 想到这 陆琳对苗娇娇和孟宝宝的埋怨 就加深一分 如果不是她们的出现 也不会变成这样 朕苦恼着 耳边传来一阵呵斥声 陆琳 你在干什么呢 林老师瞪了她一眼 轮到你唱歌了 你怎么处在那发呆啊 不好意思 林老师 陆琳眼底一慌 连忙道歉 我有点头晕不太舒服 所以才 好了好了 你去休息一会 林老师面上带着些许不满 你这丫头 最近都不在状态 唱歌水准越来越差 还不如新来的孟宝宝 你尽快给我调整好心态 要不然到时候去演出 我不会让你上台 知道了 老师 陆琳咬着唇点了点头 走到一边休息时 她抬头看了一眼 就见林老师满脸笑容的 正跟孟宝宝聊着什么 隐约听到几句夸赞的声音 你这声线真不错 像小黄狸一样 你好好努力 到时候 我安排你上台 孟宝宝笑咪咪乖巧点头 谢谢老师 我会的 看到这 陆琳脸色默得一沉 孟宝宝果然是她的克星 一来就抢走她的朋友 又使了手段 让苗叔白喜欢 现在又夺取了老师关爱 简直是可恶 这一切 都是苗娇娇在背后撑腰 否则就这么个笨蛋 怎么可能运气会这么好 只要给苗娇娇教训了 孟宝宝才不会这么嚣张 陆琳想起今早偷听到的事情 眼眸闪了闪 等到中午 她特意约了苗叔域 去老地方见面 角落里 苗叔域眼底有些嫌弃的走过来 今天又叫我过来干什么 我没那么多时间跟你先聊 这个陆琳也是个没用的东西 想了半个月了 也没想出个什么办法 对付苗娇娇 苗叔域老早就不耐烦了 她这些天过得也不太好 不管走到哪 都能听到别人嘲笑她 耳朵残了的议论声 心里烦得很 听到苗叔域傲慢的声音 陆琳心里冷哼起声 面上却勾起微笑道 今天早上 我听到有人说过几天部队慰问演出 舞蹈队那边苗娇娇会上台 这是早上孟宝宝跟林依乐在聊天 她故意走过去听到的 什么 苗叔域面上有些惊讶 真的假的 这苗娇娇可是实打实指练习 一个月舞蹈的新人 竟然可以上台 这能说明对方跳舞非常不错 老师才破例一回吧 陆琳 真的 听说舞蹈队那边的老师 很喜欢苗娇娇 听此 苗叔域心里酸溜溜的 她只看过一次苗娇娇跳舞 就是在三月份面试那天 不得不说 苗娇娇舞蹈天赋确实不错 哼 如果她脚踝没受伤 不一定会输给这个贱女 苗叔域面色阴沉沉的 既然如此 那在演出那天 咱们就制造意外 让她上台不了 我也是这样想的 陆琳点头 倘若在演出当天脚崴了的话 苗娇娇一定会很难堪 这种突发事件上不了台 会破坏舞蹈队形 也来不及调整处理 到时候 老师肯定会责怪苗娇娇 让她在大家面前丢面子 哼 苗叔域突然冷笑几声 台谋看向她 你说得很对 那咱们这样 很快 就到了去部队慰问演出的这一天 第264章 去部队进行演出 第264章 去部队进行演出 日落西山红霞飞 战士打靶 把银归把银归 胸前红花硬彩霞 愉快的歌声满天飞 绿音音的山林路上 传来一阵阵嘹亮的歌声 一群群穿着绿色服装的士兵们 正双眸泛光 扯着嗓子狂吼着 这狂野兴奋的声音 直接惊飞了两旁树林的小鸟们 这次 京市军区所有士兵们 要去野外进行两个月的特殊集训 众人先是坐大巴 来到郊区山脚下 随后全体成员开始徒步上山去集合点 文工团成员们 今天也跟着前来了 大家需要在山林里 步行三个多小时 才能到达目的地 幸亏团理成员之前 每天早上都有跑早操 体能训练加强了许多 要不然给累得够呛 这次来集训地点进行慰问演出 目的在于鼓舞士气 让士兵们更加积极地训练 这女同志快板声唱歌声 可比动员大会讲几十句话都有效 这也体现了文工团存在的重要性 这次大部队里 韩灵芝也在 自从上次去苗家拜访后 也差不多快一个月时间了 这期间 她跟娇娇也就见面了一次 实在是最近训练太多 为了尽快往上爬 她没日没夜地努力着 她所在的队伍在前面 大家都是边快走边聊天着 胖胖的小五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线 韩哥 上次听你说 你对象是在文工团 这次咱们是不是可以瞧见了 小五是韩灵芝在部队的铁哥们 也是他最忠实的部下 跟韩灵芝在部队玩得好的 还有四五个 这回听到小五这般说 有人就好奇问道 是啊 老大 嫂子尝啥呀 你跟我们说说呗 另有一人笑道 这还用讲吗 待会咱们就见着了 其他人起哄 就是老大这么帅气 嫂子肯定也好看 到时候咱们得上前给 嫂子打声招呼 韩灵芝纯判威勾 打招呼就不用了 我媳妇胆小 到时候别吓着她了 暴力金刚苗娇娇 发出灵魂求问 我胆子小 哈哈 韩哥 不要这么小气嘛 小五朝他姐妹弄眼 故意打趣道 莫不是你担心 嫂子会看上其他人 话还没说完 小五突然就感觉 周围的空气末的一径 目愣愣转头 就对上了 韩灵芝暗沉沉的目光 糟糕了 说错话了 小五脸上的肉抖了抖 耸得立马举手求饶 老大 我就是开玩笑的 你可别当真啊 哼 韩灵芝冷哼了一声 给了她一个 好自为之的表情 老大 我错了 小五低着头像的安唇一样 往旁边缩了缩 见此 其他人对视一眼 都忍不住无嘴笑 这小五 嘴上没把门得狠 就应该多训斥训斥 看样子 在老大心目中 嫂子应该非常重要 他们倒是越来越好奇 嫂子尝啥样了 文工团这边 昨天下了雨 今天在山路上 走路特别艰难 大伙走了一个小时后 很多人都累得不行 孟宝宝垂着腿小声抱怨道 哎 我感觉我的腿 已经不是我的腿了 好酸啊 林依乐在团里待两年了 老早就习惯这种 时不时随军演出 她安抚到 多来几次就习惯了 以后就好了 死 孟宝宝突然小脸一皱 停下脚步道 我感觉脚底板的 那个大水泡快要破了 好疼 我走不动路了 拖鞋我看看 苗娇娇示意她 坐到一旁大岩石上 差不多还有一个小时路程 你这样下去也不行 正好我带了挑真工具 要不我直接帮你戳破得了 也方便行走 她之前练习芭蕾舞的时候 脚背经常常泡 挑泡都习惯了 嗯 孟宝宝苦着脸回应道 秦草跟林依乐 也凑了过来 当孟宝宝脱下鞋 露出脚底板 又大又透明的水泡时 其他人都忍不住眉头一皱 你忍住点 有点痛 苗娇娇从背包里拿出东西 先用点酒消毒挑针 眼眸一紧 快速刺破水泡 随后用力挤出里面的浓水 哎呦 疼疼疼孟宝宝疼的五官都变形了 眼底立马泛起了泪花 苗娇娇感叹一声 你这幸亏不是跳舞的 不然你这嫩脚丫子 可得受罪了 挤完浓水后 他立马用纱布将脚给包裹好 可不是 感觉脚底板没那么疼啊 孟宝宝长呼一口气 幸亏我是唱歌的 我也学不爱跳舞 秦草好奇 前段时间团里领导通知说 让我们新来的成员每个人 还得学会另外一个才艺 宝宝你没选择跳舞 是选了学习乐器吗 这几天训练的咋样了 就还行吧 孟宝宝眼底闪过一丝心虚 林一乐帮他穿上鞋子 抬头就拆穿他的谎言 孟宝宝又在说大话了 上次你学吹小号 差点吹憋气了痘 你忘记了 一乐孟宝宝娇撑他一眼 气鼓鼓道 接人不接短的呀 你说过不会告诉其他人的 但娇娇跟秦草不是别人啊 咱们都是好朋友嘛 林一乐黑黑一笑 你这丫头 竟然有命你瞒着我呀 聊娇娇扑斥一笑 捏了捏孟宝宝的脸蛋 这是人家糗事 怎么好意思告诉你们 孟宝宝抱着他胳膊哼起了两声 娇娇 你别生气了 嗯 我没生气 苗娇娇扶着他笑道 行了 走吧 咱们得赶上大部队了 走走走 林一乐走在另外一边扶着孟宝宝 秦草笑咪咪跟在后面 一旁的陆林瞧见了 跟不远处的苗书鱼对视一眼 两人眼底都闪过一丝隐晦的目光 一个小时后 众人终于到了集训驻扎地 休息了十分钟后 大家就开始搭台子的搭台子 换衣服化妆等等 苗娇娇刚换完衣服 旁边就跑过来一个陌生女孩 对方指着不远处的山岩处 苗娇娇同志 老师让你去那边一趟 说有事找你 请问苗娇娇刚开口回应 那人就转头跑得没硬了 他挑挑眉 这人不是他们舞蹈队的 好像也不是歌唱队的 他目前只跟舞蹈队和歌唱队老师接触过 其他队老师跟他也不熟 怎么会找他 第265章 想用玻璃毁容伤害他 第265章 想用玻璃毁容伤害他正想着 苗娇娇就注意到 旁边有个人一个劲偷瞄他 那人正是陆龄 苗娇娇挑挑眉 莫不是这人在搞什么鬼 宝宝 我去那边一趟 如果十分钟后我没回来 你就过去找我 苗娇娇还是决定去看看 他身手毫无力之高 又有苗家背景 这些小伎俩他也不怕 他倒想知道 这人到底想干什么 嗯 好 孟宝宝正梳着头发 点了点头 他也没问娇娇具体什么事 反正听话就行了 苗娇娇从临时搭建的帐篷里走了出去 刚走一会儿 耳边就灵灵地听到 后面有人跟着 他微微勾起嘴角 也没回头 一个劲往前走 差不多走了五分钟 才来到山岩处 这里比较安静 是训练基地的一个拐角处 苗娇娇走到这 就瞧见 左边有个小树林 往里有个高坡 大约两米高 而高坡中间 放了一个木制的盒子 咦 老诗人呢 那里好像有个东西 苗娇娇嘴里念叨着 假装好奇地 从小路走上去 带走上高坡 他蹲下身 刚准备捡起盒子时 忽然 背后一股大力袭来 苗娇娇眼眸一沉 飞快地侧身 陆林原本是卯足镜 想将苗娇娇 从高坡上推下去 哪里想到 苗娇娇会突然反应过来 苗娇娇一侧身 他扑了的空 直接惯性往前栽去 眼看就要从 两米高的坡上摔下去 脸不着地 陆林直接惊声尖叫出声 救命啊 原本苗娇娇想 让他自食恶果 但当他看清楚 正底下埋着 十多处尖锐的玻璃碎片后 眼神一凝 直接伸出手 扯住陆林后颈部 在对方转头 露出复杂眼神时 他直接一甩 将人往旁边 没有玻璃碎片的地方 砸了过去 扑通 陆林中就还是脸部砸了地 鼻子一下子被砸出了血 脸上和膝盖 也被地上的石块 给磨出了血痕 苗娇娇面色阴沉沉地 从高坡上 直接跳了下来 从地上拿起一块玻璃碎片 走向陆林 将玻璃片拍在他脸颊 你想回我容 还是说 想杀了我 不 不是我 陆林这才看清旁边那些玻璃碎片 惊讶地瞪大眼睛 他原先跟苗书彧商量的时候 有说好 他们两人分工合作 苗书彧负责安排人 将苗娇娇叫过来这里 而他则负责在高坡上 将苗娇娇给推下去 到时候 趁苗娇娇面部砸地 没反应的时候 他直接跑开 这样也不会有人发现 是他做的 他只是想让苗娇娇摔倒受伤 上不了台 让其难堪而已 怎么可能会使出这么残忍的手段 难道是 陆林脸色一下子惨白无比 他这是被苗书彧 当成垫背的了 不是你 苗娇娇紧紧盯着他 那是谁跟你一起合谋的 这个地方迟早会有人来 也有人知道 他来过这 如果陆林刚才真往玻璃那边摔下去 到时候不死 也得残废毁容 现场就他们两个人 就算他说自己是清白的 估计别人也不会相信 所以他就陆林 只是不想成为背锅的 如果是陆林埋的那些玻璃碎片 等这次集训过后 他绝对会找个暗自的机会 将其狠狠折磨一番 但现在 看对方的神情 应该也不知道 这玻璃的事情 这个幕后之人 他必须得揪出来 说不说 苗娇娇见陆林愣神 眼底冒着怒火 这人想置我于死地 你也是同伙 我绝对不会饶了你们 陆林看到他可怕的眼神 一下子就慌了 他根本就没想过 要杀苗娇娇啊 就他这样毫无背景的人 怎么可能有那个胆子 去这样做 是苗书玉 是苗书玉 是他让我这样做的 陆林爬起来跪地痛哭 哀求道 求你饶过我 我也是被他 诶骗了 苗书玉又是他 苗娇娇眼底暗沉 几乎是从牙缝里 挤出这几个字 可真是好样的 这人都落魄到这样了 还在想这些坏心思 当真以为他治不了了吗 不远处 一棵大树后 有个鬼鬼祟祟的实现传来 苗娇娇猛地看去 与对方对上了眼神 这人正是偷摸过来的苗书玉 他是想着 时间差不多了 想过来看看怎么样了 来得正好 苗娇娇冷笑一声 身形快速跑过去 苗书玉瞳孔一缩 立马转身撒鸭子就跑 哎呀 没想到这个贱人 根本就没事 这要是被逮到了 那只不定得多折磨 跑 他要使劲地跑 然而他再快 也比不过苗娇娇 对方几乎三两下就追到了他 苗娇娇飞起一脚 直接从背后将他给踹飞 碰 苗书玉狠狠地面部砸地 鼻血立马哗啦啦流了出来 你想害死我 那我就让你死一死 苗娇娇眼神很力地扯着他的头发 就往地上碰碰撞 另外一边 韩灵芝被小五念叨烦了 终于答应带他来见人 韩灵芝 实际上我只是找个理由 想提前见娇娇 他们两人去文工团那里没找到人 孟宝宝就说娇娇出去了 正好差不多快过去十分钟了 孟宝宝就带着他们俩过来 一行三人刚走到这 就看到苗娇娇正扯着苗书玉的头 暴力地往地上砸 苗书玉被砸的面部轻肿充血 嗷嗷大哭 鼻涕和鲜血都流了一地 小五看到这个场景 直接呆住了 这年头女同志打架这么猛的吗 娇娇 你没事吧 孟宝宝着急快速走上前 她的娇娇平常都很好很善良的 从来不会发这么大脾气 肯定是受了什么委屈才会这么暴躁 娇娇 小五有些猛圈 转头看向韩灵芝 老大 你对象好像是叫苗娇娇吧 嗯 韩灵芝双眸如墨地看着前方 紧抿着薄唇 那那两个人 谁才是你对象 小五心里隐约猜到了 这要是被打的那个是苗娇娇 自家老大早就急眼了吧 你说呢 韩灵芝冷撇他眼 两人对话之间就听到砰的一声 猪头脸的苗树玉 直接被踹飞砸到了附近一棵大树上 小五的嘴巴已经惊讶的 能塞得下一个鸡蛋了 这特么力气真大 这就是老大所说的 嫂子胆小 第266章 苗树玉被韩灵芝毁容 第266章 苗树玉被韩灵芝毁容 娇娇孟宝宝跑到苗娇娇身边 眼底透着关心 没事吧 苗娇娇回应道 没事 我能有什么事 哦 孟宝宝瞪了趴在地上的苗树玉言 是不是这个害人精又想害你 嗯 苗娇娇揉了柔酸软的胳膊 打是打够了 但这笔账他还得算轻 娇娇 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远处传来 苗娇娇抬眸 这才看见韩灵芝从小树林走过来 你来了 他似乎一点也不惊讶 声音平淡的很 嫂子你好 我是小五 平常跟着老大混的 胖胖的小五笑眯眯的打了一声招呼 刚才原点他没瞧清 现在隔禁了 才发现对方样貌惊人 简直是不要太漂亮 他就说 他们家老大怎么那么小气 不让大伙见一见嫂子 原来是真担心 嫂子被人给抢走了 你好 苗娇娇笑着礼貌回应 这时 一道不和谐的声音突然响起 韩大哥 叫我 苗娇娇他要打死我了 苗娇娱眼里冒着泪花 开始惯用起了之前那套梨花带雨的模样 但他忘记了 他现在是如何惨样 一张猪头脸肿的不行 鼻血鼻涕 糊成一团 头发成鸡窝 浑身都沾染着树叶和泥土 脏兮兮的 就他这身打扮 跑去大街上 估计都有人会当他是叫 花子了都 扑痴 苗娇娇 简直气笑了 这人到底是哪来的脸皮 竟然还会收望灵芝去救他 果然是人不要脸 天下无敌啊 韩灵芝见娇娇没吃醋 反而笑了 眼底一闪而过得无奈之色 小吴左看看又瞧瞧 总感觉浑身冷嗖嗖的 立马缩在一边 当起了隐形人 韩灵芝没回应描述域 只是冷漠的瞥了对方一眼 随后 视线紧紧看着苗娇娇 担心道 娇娇 这是怎么回事 苗娇娇朝不远处躲在大树后的陆林看了一眼 过来 你来给大伙解释一下 陆林咬着唇 畏畏缩缩的走了出来 他怎么在这儿 孟宝宝有些惊讶 让他说 苗娇娇拍了拍孟宝宝的肩膀 陆林不敢抬头 老老实实地将两人的计划给说了一遍 最后又说了刚才的情况 以及那边地上有玻璃碎片的事情 在听到苗书娇竟然想用玻璃碎片毁容娇娇时 在场的所有人都气炸了 孟宝宝气得发狂 跑上前对着苗书娇就踢了几脚 随后又捶了陆林几下 小吴也是满脸惊愕 这女同志看起来娇娇弱弱的 没想到歹毒起来 竟然这么吓人的 简直是人不可貌相 搞得他都害怕将来出对象了 一旁的韩灵芝清惊暴起 情绪在暴怒疯狂边缘 若不是娇娇伸手好 躲过一劫 那后果不堪设想 若娇娇出了什么事 他绝对会将苗书娱给撕碎 都不解气 想到这 韩灵芝眼神忧深 闪过一丝狠力 他刚迈开步子 往苗书娱那边走 就听到娇娇说 灵芝不要闹出人命来 他们过来这边 其他人肯定也注意到了 若苗书娱真死在这里 到时候大家会怀疑他们 更何况现场还有其他人 苗娇娇不希望看到 韩灵芝为了这种祸害 而自毁前途 听到这话 韩灵芝身形顿了顿 他确实萌发了响 直接杀死苗书娱的念头 嗯 我知道了 为了娇娇 为了他们的未来 他是不能亲手杀死苗书娱 但他可以从其他方面报复 韩灵芝脸色冷静的 从靴子里拿出一个匕首 大步朝苗书娱走了过去 苗书娱头昏沉沉的 浑身都疼 瘫软在地上爬不起来 看到韩灵芝走过来 他面上闪过一丝喜色 韩大哥 你是来 但看到他手上的匕首时 顿时眼眸一惊 你你要干什么 上次你穿多人伤害娇娇 我还没找你算账 现在你又想来谋害他 苗书娱 你是真不知道找死两个字怎么写 是吗 说这话的时候 韩灵芝的语气很是平淡 但眼神犹如看死人一样 直视着苗书娱 使得他心里直发毛 韩大哥对不起我错了我 再也不敢了 苗书娱吓得浑身发抖 一个劲往后面躲 小五是吧 麻烦你带宝宝先离开 苗娇娇已经猜到 韩灵芝要干什么了 这么血腥的场面 他不太想让宝宝看见 怕他吓着 小五一愣 立马一会其中一死 点头 好 娇娇 我不走 孟宝宝上前抱住他的胳膊 眼眸坚定道 苗书娱是旧由自取 他罪有应得 我要亲眼看到 他受到惩罚 跟着娇娇这么久 他的心性都变得坚韧许多 就算是再可怕的场面 他都能坦然面对了 好 苗娇娇欣慰欣慰地看了他一眼 心里有些感触 这个他视为己出的妹妹 终于长大了 韩灵芝冷着脸动手了 手起刀落 锋利的匕首 一下子就划破 苗书娱的脸颊 啊 一道道凄厉的尖叫声 不断响起 苗书娱惊恐地瞪大眼睛 脸上一下子多了五六道伤痕 血肉翻腾 身可见骨 场面看着血腥急了 陆灵一下子就吓破了胆 瘫坐在地上 不停地啜气干呕 孟宝宝拽了拽拳头 眼底透着一丝痛快的意味 韩灵芝这是在给娇娇报仇 他当然不会怕 苗书娱终于是自食恶果了 这回苗书娱已经疼晕了过去 苗娇娇从口袋里掏出手绢 隔着手绢去旁边土里 拿了几块玻璃碎片过来 很是淡定地用玻璃碎片 直接刺入苗书娱脸上伤痕里 也幸亏韩灵芝华的伤痕够深 不然玻璃片还不一定能插进去 扑哧扑哧 玻璃片一次一个准 不到几秒 苗书娱脸上就扎了好几个玻璃碎片 活像一个带血的刺猬 看到这一幕 陆玲两眼一瞪 直接吓晕了过去 死 一旁的小五忍不住呲牙咧嘴 这未来嫂子可真是够狠力的 韩灵芝一下子就猜到了 娇娇在做什么 她也掏出手帕 隔着拿树叶弄了点苗书娱的血 撒在埋在玻璃片那边和路上 随后将带血的树叶 放在苗书娱脸颊附近 当作是被血给滴倒的 最后又用脚将陆玲给踹醒 醒醒 有件事需要你去做 陆玲微微颤颤缩了缩身体 胆怯道 什么事 韩灵芝居高临下望着她 如果你不想去坐牢 你就按照我说的做 第267章 单把求求你就救我爸 第267章 单把求求你就救我爸 当天下午6点 文工团演出还未开始 部队就发生了一件大事 据说 文工团乐器队的苗书娱 怂恿歌唱队陆玲 两人合谋伤害舞蹈队的苗娇娇 但没想到 苗娇娇不仅没上当 反而在争执中 苗书娱自己不小心 从高坡上摔下去 面部被扎入玻璃碎片上 毁容了 听说这玻璃片 还是苗书娱亲手插到土里 准备让苗娇娇毁容的 没想到 偷鸡不成十把米 竟然害到自己了 这消息一出 全部队都轰动了 一个多月前 苗家真假千金那时 全金事可是议论了很久 这好不容易 消息终于消停点 没想到又出了这事 熟悉苗书娱的人都知道 他的性子浇灌傲慢 曾经就有人私底下讨论过 苗书娱肯定不满身份被夺 暗自找机会报复苗娇娇 没想到一语成真 事情果然是发生了 当晚 部队的领导 以及文工团主任 得知这个消息后 立马召开了一次会议 鉴于陆林被苗书娱匡骗 愿错态度良好 且主动举报了苗书娱 领导们决定开除他 永不录用 但不追究其法律责任 而对于苗书娱恶劣的行为 开除是必然的 先将其送入医院治疗 后续勘压受审 最终结果待定 一般故意谋害人罪 一般都要关很多年 尽管苗书娱中途醒来 表示自己的脸 是被韩灵芝给刺伤的 但在场所有人症都表明 是亲眼见到他摔下去的 因他伤势严重 情绪激动不稳定 大家都以为 他出现了幻觉 才会乱说 根本就没人相信他的言语 因着这事 这晚的演出都被取消了 原本之前开会的时候 领导想着通知苗家那边一声 但苗娇娇表示不用 他自己回去会告诉他们 苗家大宅 客厅里 苗娇娇回去后 并未瞒着事情真相 直接将当时场景告诉了家人 苗老爷子 还赖在苗家没回老宅 听到这些 他既直接将杯子摔碎在地上 这个混账东西 简直是禽兽不如 早知道当初就应该直接强硬 将他给遣送回去 这个孩子 简直是太可怕了 苗英豪一脸暗沉 心里一阵后怕 李杰担心的将娇娇看了又看 发现没有什么问题 这才放下心来 他红着眼眶道歉道 娇娇 对不起 是爸爸妈妈没有保护好你 让你受委屈了 苗娇娇摇头 没事的妈 我伸手 大家大家都是知道的 我也没受什么伤 还是咱们苗家对苗书彧太仁慈了 才会这样 苗书朗提了提金丝眼镜框 抿着薄唇道 之前因为蒋曼突然插手 我不好 直接在文工团里动手 原本是打算过几个月再运作一下 让苗书彧没法带文工团 没想到发生这样的事 抱歉 娇娇 是大哥太过疏忽了 苗书朗心里挺惭愧的 如果他早点行动 娇娇就不会遇到这种危险 苗书凯跟苗书白也挺难受 搭拉着脑袋 苗娇娇看了一眼关心他的家人 开口道 爷爷 爸妈 大哥二哥三哥 你们不用太自责 很多事情都是没法预料的 我也有能力保护自己 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自从他认亲之后 爷爷就一直在苗家 没回老宅 他会陪着他下棋 跟他讲讲年轻的趣事 母亲礼节每天都会下班回来 换着花样给他做好吃的 父亲虽然话少 但工作不忙的时候 都会准时回家陪他吃晚饭 几个哥哥对他也是照顾有加 时不时送他一点礼物 小叔一家同样也是如此 他们都对他很好很好 让他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亲情 对于这一切 苗娇娇很知足 也很庆幸 他不会因为一个糟心的人 就忘掉苗家所有人的付出 苗娇娇 现在苗叔一已经在医院被堪压住了 他也没法再继续作恶了 与其直接杀死苗叔一 还不如像现在这样毁了他的容貌 让他一辈子都活在毁容阴影里 对恶人这样的折磨 才是最痛快的 听到苗娇娇的安抚 大家心里很是感动 苗老爷子 好孩子 你受苦了 这个孩子是个知恩图报的 心地又如此豁达善良 实在是他们苗家的荣幸啊 好了 爷爷 我都说我没事了 苗娇娇看向母亲 语气撒娇道 今天晚上我都没怎么吃东西 有点饿了 妈 您给我煮碗面条吃呗 哎 李杰擦了擦眼泪 连忙站起身 你等着 我马上去给你做 再加一个煎荷包蛋 糖心的苗娇焦脆声道 好好 我给你多煎两个鸡蛋 李杰的声音从厨房传来 不一会 李杰就端了一大海碗的面条出来 面条上握着三个金灿灿的糖心蛋 配上一点葱花和辣酱 面条的清香 荷包蛋的蛋香 葱花的香味 以及辣酱的刺激 味道混合在一起 飘散在空中 美味极了 苗娇娇埋头吃的是呼啦响 咕咚 其他几个大老爷们对视一眼 吞咽了一下口水 突然感觉也有点饿了 李杰轻笑一声 静止走进厨房 锅里还有一些面条 谁要吃自己过来盛 刚说完 他又加了一句 没有煎蛋 他闺女爱吃荷包蛋 得留着给闺女吃 其他人都得靠边去 我吃 苗老爷子站起身 脚步轻快地去了厨房 自从半个月前身体好了许多后 老爷子就连拐杖都不出了 我们也饿了 其他人也都往厨房挤了过去 看到这一幕 苗娇娇嘴角微微勾起 心情也突然愉快起来 一家人整整齐齐地坐在一块吃面 气氛温馨极了 另外一边 京市第一医院 病房里 苗书彧经过缝合手术 脸上被纱布层层包住 医生说他这伤口太深 就算缝合了也会留下疤痕 苗书彧没法接受自己 毁容的事情 这回正呆呆地躺在床上 无声地流着眼泪 书彧 没事吧 这时 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响起 来人正是林栋梁 这两天蒋曼带着女儿林韵韵 去护士探亲去了 过几天才能回来 家里就只有他一个人 得知苗书彧受伤消息后 林栋梁立马来了医院 跟病房门外的看守人员 好一顿沟通 对方才同意 他进来聊一会 干爸苗书彧见到来人 激动得连忙起身 救救我 我不想坐牢 我不想坐牢啊 第268章 我不能对不起干妈 第268章 我不能对不起干妈苗书彧 不敢说太大声音 一是门外有人看守 讲话太大 肯定会听见 二是他脸上受伤了 稍微张开嘴 就痛得不行 你别激动 林栋梁拉了一把椅子坐下来 你先给我说说 到底是 发生了什么事吧 有人给他打电话 说苗书彧在部队里犯了事 受伤住院了 但具体什么情况 他也不知道 苗书彧低着头 边啜泣边讲了一下经过 不过 他在说的时候有保留 只说想给苗娇 教一点教训 他也不知道 那地下的玻璃碎片 是谁放的 苗书彧当时放玻璃的时候 也是隔着手绢 所以上面也踩不到指纹 显然被苗娇娇和韩灵芝误会了 后来才有韩灵芝报复性 将他给毁容了 而且明明现场 那么多人看到 韩灵芝洞的手 但大家却一致 说是他自己摔下去的 干爸 我实在是太冤枉了 现在所有人都说我恶毒 我简直是百口莫辩啊 苗书彧低头哭了一会 感觉到眼泪沾染了纱布 他怕疼 立马又迅速仰起头 他这动作一弄 脖梗就显露出来 苗书彧原先的长相娇含可爱 容貌也没有多出众 因从小学跳舞的原因 形体优美 脖子会显得秀奇一点 灯光下 白皙的脖梗的像玉一样美 散发着迷人光泽 林栋梁是个妥妥的脖梗控 参考了读者小可爱的建议 特意这样写的 看到这一幕 他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猴杰上下滚动两下 别哭了 那后来呢 你们领导怎么说的 说这话的时候 他的目光隐晦看向他的脖梗 完全忽略了苗书彧那张惨不忍睹 被包成粽子一样的脸 还能怎么说 所有人都指控我 调查人员看到韩家和苗家背景大 也是草草了事 现场看都没仔细看 就定了是我的问题 苗书彧委屈巴巴的看着他 恐怕等我伤好了 就要被关押受审了 干爸 求求你想想办法 赶紧把我救出去吧 就目前这个情况来看 他估计得被判好多年 他不能坐牢 他要是坐牢了 指不定一辈子折里面了 林栋梁皱起眉头 叹息一声 这是有点难罢 根据苗书彧所说的情况来看 这种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一般是没法钻落洞解决 一听这话 苗书彧就急了 干爸 你那么厉害 一定有办法的 对不对 办法有是有林栋梁目光闪烁 抬眸看了他一眼 不过 不过什么 苗书彧立马挺直身体 激动道 您说 你有什么要求 我一定答应 你真的什么都答应 林栋梁看着他 声音突然低沉了许多 嗯 苗书彧重重点了一下头 现在能救他的 也只有干爸干妈了 让他干啥都愿意 是吗 林栋梁似笑非笑的看了他一眼 那你可别反悔啊 苗书彧被他奇怪的眼神盯着 心里突然有些发毛 他有些不懂道 干爸你这是 林栋梁缓缓站起身 将手放在裤腰带上 目光灼灼地盯着他 低声道 我的好女儿 知道如何男人取悦吗 苗书彧瞳孔放大 一脸都不敢置信 苗书他再单纯 也明白了这其中的含义 不干爸 我不能做对不起干妈的事情 这个衣冠禽兽 竟然想侮辱他 没事的 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 他不会知道的 林栋梁温柔地安抚着 然而这声音犹如恶魔一样 炸得苗书彧心脏直跳 干爸我还是个孩子 求求你放过我吧 他不能把身体交给这种老男人 这简直是奇耻大乳 令他恶心 看到他抗拒的模样 林栋梁脸色一变 冷哼道 哦 那算了 反正我也没办法帮你 你自求多福吧 苗书彧咬着唇 把头一撇 他万万没想到 林栋梁这么卑鄙龌 算了就算了 反正干妈到时候 肯定会救他的 正想着 耳边就传来一个讽刺的声音 你也别想你干妈会帮你 他远在护士过几天才回来 就算回来了 这件事 他也帮不上忙 蒋家日渐衰败 他没那么大权力救你出来 这话的意思不言而喻 那就是 只有他林栋梁能救他 听此 苗书彧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 林栋梁见他没反应 甩下一句今天我走了 就不会再回来后 准备转身离开 干爸 苗书彧连忙出声叫住他 眼底满是纠结与痛苦 他咬着牙 将心里不甘心咽下 您真的可以救我吗 林栋梁笑了笑 转过身看他 当然 好孩子 你得相信我 毕竟 一个年轻的躯体 白白送上门的 不要就浪费了 那好 苗书彧深呼吸一口气 闭上了眼睛 您想让我怎么做 林栋梁满意的勾起唇角 缓缓将裤腰带解下 过来 晚十点 狭窄昏暗的胡同巷子里 传来一阵阵打骂训斥声 你个贱皮子 死赔钱货 我花钱供你吃喝 供你学习 好不容易考上文工团 给家里挣钱 你却毁了这个机会 看老子不打死你 邋遢的中年大叔 手里拿着棍子 狠立的一棍又一棍 打在瘦弱女孩身上 陆林跪在地上 咬着牙一声不吭地承受着 旁边站着正低头抹泪的母亲 一点上前劝架的意思都没有 妹妹和弟弟 害怕地缩在一旁 目光有些复杂 又有些不满 大姐也真是 为了一点个人恩怨 就失去了这么好的工作机会 家里现在都穷得借不开锅了 可怎么办 他们估计都没钱上学了 都是大姐的错 看着大女儿背上的血迹 陆母还是忍不住上前阻止道 好了 当家的 再打真要打坏了 没了工作可以再找 实在找不到 也可以嫁人 这要是身体打坏了 那就不划算了 哼 气死劳资了 陆父狠狠瞪了陆灵一眼 又将他一脚揣在地上 给劳资去门外跪着去 没我的允许 你不许起来 陆灵眼眶泛红 缓缓从地上爬起来 亮呛地走到门外 乖乖跪下 碰 大门一下子被关上 陆灵眼里的泪水 终于落下来 他好恨啊 他怎么就那么蠢重了 苗书彧的圈套呢 他更不应该 为了一时之快 去招惹苗娇娇 害得现在全家人都对他不满 他真的活该 不远处缓缓走过来一个身影 对方居高临下看着他 是陆灵吗 我有比较一跟你谈谈 第269章 韩灵芝你是魔鬼 第269章 韩灵芝你是魔鬼 第二天傍晚 苗娇娇下班刚回家 就听说了两件事 第一件 在医院的苗书彧疯了 听说是因为 接受不了自己毁容 魔症了 第二件 那个举报苗书彧的陆灵 去找公安同志自首了 他说他撒谎了 玻璃碎片 是他插入图里的 他怕担责 就把事情 推到疯癫的苗书彧身上 他也不是被苗书彧怂恿的 而是因为痛恨苗娇娇 抢了他最好的朋友 所以早有预谋 后面发生的事情 倒是跟苗娇娇 他们说的对上了 这样一说 性质就完全变了 陆灵变成了主谋 苗书彧变成同伙 受到了无望之灾 昨天傍晚发生事故后 调查人员经过审判 已经全部将相关人员 录取了口供 在场的那些玻璃碎片 也收集起来 上面一点指纹信息 也采集不到 现场已经被打乱 苗书彧也封了 也没法再去核实 既然陆灵老是自首 公安同志 当即就将他给看压了 至于已经封掉的苗书彧 看在他已经受到惩罚份上 再加上林家那边的插手 他直接被无罪释放了 对方目前已经被林栋梁 安排到郊区一个疗养院 进行调理身体 这行为相当于 是将苗书彧给保护起来 阻止苗家或韩家 做出过激行动 听完这些苗娇娇冷笑连连 苗书彧会疯 他是一点都不会信 肯定是故意找的借口 好让公安同志同情 也不知这苗书彧 到底是做了什么 竟然让林家如此为虎 按照对方那白眼狼性子 迟早得露线 且看林家和蒋蔓 到时候会如何悔恨了 客厅里 苗家人一脸沉重 现在苗书彧在他们眼中 就是个丧心病狂的人 以往那些情分 老早就消散一空 剩下的只有痛恨与厌恶 苗书彧毁容了 到底疯没疯 他们根本就不会关心 只是担心 娇娇心里会不好受 苗银好保证 娇娇 你放心 苗书彧这件事 我会安排人尽快调查 给你个满意答案 他们苗家 可不能就这样算了 苗书彧 一定要被关进去才行 要不然 这个定时炸弹放在外面 他们也不会安心 确实是要这样 苗老爷子点头 他的乖孙女 好不容易找回来 不能受一点委屈 爷爷 爸 这件事 我去安排吧 苗书彧抿着薄唇 我现在去公安局一趟 陆林突然之间翻口供 肯定是 发生了什么 他得去会会对方 大哥 我跟你一起 苗娇交道 他想当面跟陆林问话 明明那么不想 坐牢的人 怎么可能会心甘情愿自首 嗯 走吧 咱们现在就去 苗书朗站起身 公安局审讯室内 苗娇娇见到了陆林 短短一天时间 对方憔悴了许多 陆林看到他 仿佛也不惊讶 眼皮搭拉着 无精打采道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我还是那句 玻璃碎片是我弄的 我是主谋 多的话 他不会再说 为了他家人 他即使是付出生命 都值得 一旁的苗书朗金丝镜片微闪 敲了敲桌子 突出重点道 我刚才去跟公安同志 沟通了一下 你这个情况 起码要被判十年 你现在才十九岁 如果坐十年牢 出来就已经二十九岁了 你想让你的 所有的青春年华 都消耗在监狱里 是吗 听到这话 陆林低垂着眼眸 手指死死地拽紧着 闷声闷气道 我自己犯的错 我自己承担 苗书朗审视的目光 看向他 听说你还有家人 你不顾你自己 总得顾着他们吧 你要是坐牢了 到时候街坊邻居都得笑话 你们一家人 都会抬不起头 陆林满脸苍白 我现在自身难保 没法想其他的 反正 反正他的家人 那个人一定会 妥善安置的 苗书朱在一旁 听了许久 忍不住出声道 大哥 我想跟他单独聊聊 你先出去吧 苗书朗看了他一眼 随后起身 好 等人离开后 苗书朱直视陆林的眼睛 缓缓道 说吧 苗书宇到底给了你 什么好处 你竟然不惜 毁了自己去帮他 什么都没给 陆林吃笑一声 撇了撇嘴 他都疯了 能给我什么好处 苗乔乔挑眉 你怎么知道他疯了 你不是一直都被关押的吗 陆林脸色一致 我我是听公安同志说的 哦 苗乔乔正好捕捉到 他脸上一丝慌张 冷笑道 陆林 你可真是蠢蛋一个 无论什么样的好处 能抵得上你十年的青春吗 听此 陆林只是抿着嘴不说话 苗乔乔又问了几个问题 他也拒绝回答 看到他这副油盐 不敬的模样 苗乔乔知道 今天是没法问出什么了 我就最后问你一个问题 苗乔乔静静静看着他 我有能力救你出去 但需要你重新指证苗书欲 你愿意吗 陆林眼眸一阵 有些不可思议地望着他 随后眸光一点点的暗淡下来 迟了 还有 对不起 那个人用家人性命来威胁他 他不得不妥协 现在这一切木已成舟 没法再改变了 对不起 我不接受 苗乔乔冷冷地站起身 你最对不起的 应该是你自己 说吧 他就转身离开 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门外 陆林眼底的泪水 一下子就流了出来 呜呜呜对不起 一大早 文工团门口 早 娇娇 林依乐眼眶发肿 垂头丧气地打了一声招呼 这是怎么了 没睡好吗 苗乔乔问 孟宝宝在一旁哀声叹气 一乐着是哭的 昨天听说陆林的事情后 他很伤心 我跟他还特意昨晚去了陆林家里一趟 谁知却发现他家里搬走了 听隔壁邻居说 好像连夜就搬了 招呼都没打一声 也不知道咋回事 苗乔乔微微一愣 前天傍晚他跟大哥去公安局见了陆林后 他们两人也去了陆家一趟 当时陆家一家人表现得挺哀伤 问了半天也没什么不对劲 没想到那天晚上他们前脚刚离开 对方后脚就搬了 这其中肯定有什么猫腻 苗乔乔立马在文工团给大哥打了一通电话 说明这事 对方赶紧去调查了一下 发现是有人给他们开了介绍信去了北方 那里是陆母的老家 好像说是回去探亲 那个地方距离京市很远 又是穷乡僻壤道路复杂 这一去一回 起码得花费一个月时间 苗书朗先是安排人过去调查 顺便也安排了一些人 在京市疗养院附近当探子 只要苗书玉被放出去 苗家立马就将其案子捉回来 这个祸害 一定要尽快除掉 另外一边 在护士探亲几天的蒋曼和林韵韵 终于回来了 回来当天 蒋曼就听说了苗书玉的事情 连忙过去疗养院看望苗书玉 看着苗书玉毁容包着纱布 疯疯癫癫地傻笑着 他简直心如刀割 立马气势汹汹 去部队找韩灵芝 托人用家人的名义 将韩灵芝叫出来后 一见到人 蒋曼劈头盖脸地呵斥道 韩灵芝你简直是魔鬼 你怎么可以对书玉 做出那么狠心的事情来 我对你太失望了 第270章 描述玉现在毫无用处 第270章 描述玉现在毫无用处 对于蒋曼的出现 韩灵芝早有预料 他就像看一个跳梁小丑一样 淡淡地看着他 任凭他如何愤怒地唾沫横飞 都毫无所动 蒋曼看到他这副冷淡模样 心中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你说话呀 你干什么不说话 哑巴了 怎么样 我都是你亲生母亲 你就算再恨我 也不能那样对书玉啊 韩灵芝你到底有没有心啊 蒋曼一边吼 一边还伸出胳膊 想甩他一巴掌 韩灵芝冷着脸 大力禁锢住他的胳膊 紧紧看着他 一字一句道 我重申一遍 我没你这样的母亲 做人有点自知之明 别总是厚颜无耻地凑上来 还有麻烦你在乱骂一通之前 先查清楚 别像个傻子一样 被人耍得团团转 蒋曼没在意前半端 因为韩灵芝经常说这句话 但他被后面那句话给气到了 你你竟然骂我是傻子 他满脸胀红 咬牙切齿道 韩灵芝 你为了一个乡下来的贱女人 要气死我是吗 闭嘴 你算什么东西 一提到娇娇 韩灵芝彻底怒了 我要是再从你嘴里 听到娇娇一句不好的 你信不信我也在你脸上来两刀 他的目光布满冰寒 像是一把无情的冰刀直射过来 蒋曼被他这眼神给吓到了 后退了两步 灵芝我 滚 韩灵芝冷撇他一眼 我不想再见到你 下次你再敢出现在我或者娇娇面前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他们俩是在部队大门拐角处聊天 若不是顾及旁边人来人往 韩灵芝还真想像上次那样踹他一脚 什么亲情 什么母子 多年不管不问 一到有事了才会出现 这种不分青红皂白 就来大吵大闹一通 宁愿相信外人 也不愿相信他的女人 他为什么要尊敬 好好的很 蒋曼将脸上的泪水擦了擦 满脸失望到 韩灵芝 你放心 我以后再也不会对你抱有期望了 我现在有两个女儿孝敬我 我也不稀罕你这个儿子 说着他就负气而去 正巧小五出来 找韩灵芝 听到蒋曼这句话 有点摸不着头脑 迟一道 老大 这咋回事 没事 不相干的人而已 韩灵芝抿着薄唇 转身就进了部队 见此 小五摇了摇头 哎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的呀 另外一边 林家 客厅里 林芸芸正躺在沙发上看书 芸芸 你爸呢 回到家的蒋曼 将脸上的情绪收敛 走了进来 谁知道 估计又去看 那个疯子了呗 林芸芸撇了撇嘴 怎么说话呢 那是你姐 蒋曼瞪了她一眼 她现在大脑受了刺激 过段时间就会恢复的 林栋梁是这样说的 所以她相信 书彧很快就会好起来 哼 林芸芸哼了一声 不想再讨论这个话题 也不知道这苗书彧 是使了什么迷魂汤 自己爸妈 对她比对自己都好 反正遇上苗书彧的事情 她闭嘴准没错 看到女儿犯了小情绪 蒋曼坐下来安抚道 芸芸 妈妈知道你对书彧有意见 但你书彧姐性子活泼 从小到大经常过来拜访 孝敬我和你爸 我们都挺喜欢她的 当然 爸爸妈妈是最爱你的 妈妈希望你不要乱想 我乱不乱想也没法呗 林芸芸坐起身 将手里的书放下 妈 我问你一个事 什么 蒋曼疑惑道 林芸芸直勾勾盯着她 吃笑道 以前你一直念叨 让苗书彧嫁给大哥 所以你们关系才越走越近 那现在呢 她都毁容变成丑八怪了 大哥本来就有对象 肯定也看不上她了 您还指望她嫁给大哥 蒋曼脸色一顿 她之前是那样计划来着 一直想着 只要林芸不结婚 就有办法把这两人给撮合在一起 但现在 苗书彧都毁容了 虽然她恨林芸不认她 但也不想俊俏的儿子 娶这种容貌敬毁的人 这不是害了她吗 看到她犹豫 林芸芸面带嘲讽道 现在苗书彧还得了疯病 啥时候恢复也不一定 她没了工作也没积蓄 这种情况您会怎么样 咱们家也不是那种大富大贵的 这疗养院费用也高嘛 难道您还想花光家里的积蓄 养她一辈子不成 林芸芸虽然还小 但惊着呢 今天父母出门后 她就想过这些事情 又没啥血缘关系 凭什么她爸妈 要帮别人养女儿啊 这种不划算的事情 她是一万个不同意 听到这话 蒋曼脸色一沉 今天中午回来 她只顾着去看苗书彧 后面又着急去闹腾灵芝 还没来得及想这些 现在被女儿这样一说 她突然之间就愣住了 虽然不想承认 但苗书彧现在于她而言 毫无用处 就算他们感情深厚 她也不可能为了一个 毫无血缘关系的人 让家庭陷入经济困难 但现在书彧只有她了 就这样放弃 有点太残忍了 讲慢你没 哎 这可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林芸芸趁热打铁 立马道 妈 您还犹豫啥呀 苗书彧不是有自己的家人吗 您直接安排人送她回老家 让她家人照顾她不就得了吗 说不定她离开京市了 远离这个伤心的 立马就恢复了呢 反正她讨厌苗书彧 赶紧送走最好 容我再想想 讲慢面色为难 这个孩子太可怜了 哼 林芸芸站起身 不满嘟囔道 您要是真为了她 让咱们家变得困难 我就不认您了 说着 她就气冲冲地回了房间 讲慢见此 脸色更是纠成一团 而她现在担心的对象 又在干什么呢 郊区 今是一家疗养院里 紧闭的房间里 干爸不要 苗书彧双手抵着林栋梁的胸膛 欲聚还迎一脸含羞的模样 看得林栋梁浑身冲雪 双眸泛光 喉咙不停地吞咽口水 好书彧 上次我顾及你伤势 咱们没真正的完事 这次 你该好好补偿我一下了吧 第271章 苗书彧失去了清白 第271章 苗书彧失去了清白 单霸 您别急嘛 我脸上的伤口还没恢复呢 苗书彧溢住心底的厌恶 表面上却表现得很是羞涩 前几天医院里发生 令她恶心的那个场面 一直留存在脑海里 没法消散 她没想到 外表文质彬彬有礼的林栋梁 实际是一个有着特殊癖好的 衣冠禽兽 当时也幸亏她机智 利用脸上的疼痛躲过一劫 虽然没被那傻 但这个变态的男人 竟然将那种东西抹在她脖子上 简直令她作呕 若不是她还需要她帮忙 她才不会屈服 到时候 她一定想办法逃离这人 苗书彧如水的眼眸闪烁两下 乖巧地抬起脖子 惊声道 干霸 不如还像上次那样 您自己解决 林栋梁眼眸含笑 拉着她的手 目光痴迷停留在她白皙的脖子上 你这丫头 是故意想拒绝我才这样说的吧 怎么 你嫌弃干霸老 是吗 辽书彧尴尬一笑 摇头道 哪能啊 干霸您 是我救命恩人 我怎么会嫌弃呢 老四呸 你老不老 心里没点数吗 是吗 林栋梁老狐狸一样笑着看她 我想想也是 你现在都毁容了 我都不嫌弃你 你应该也没那个胆量违背我 辽书彧呼吸一致 心里一阵就得疼 毁容这个事情 对她打击非常巨大 她现在都不敢照镜子了 这个老男人 就是故意说她痛楚 太可恨了 苗书彧咬着唇 双眸泛泪 故意瞪了她一眼 干霸 你这样说话太让我伤心了 我不想理你了 说着 她就转身 把背部留给对方 我就随口一说 怎么还生气了 林栋梁叹气一声 把她身体转过来 双手捏着她的肩膀道 别不开心啊 如果国内治不好你的脸 干霸到时候 可以给你安排国外的医生 苗书彧眼眸一阵 随后惊喜到 国外医生真的 嗯 林栋梁笑着摸上她的脖梗 轻轻揉捏着 我年轻到会去国外留学 认识的一个朋友 到时候如果需要 我可以找她帮忙 可是被人知道了 会不会不太好 苗书彧忽略脖子上那只手 有些欲言又止 现在这种时期 都是非常排外的 谁要是跟外国人搭上关系 很有可能被人怀疑是特务 林栋梁笑了笑 放心 我跟那个医生朋友的交情 上头也是知道的 不会有什么问题 真的吗 苗书彧眉毛一阳 急切道 那她什么时候能过来 别急 林栋梁嘴角含笑 一有所指道 我那朋友在国呢 来一趟的不容易 起码要两三个月吧 再者说了 我这也得看心情如何 如果心情不好 我也不想联络她 听此 苗书彧眼底闪着的光丽 马暗沉下去 这老男人 还跟她拿桥呢 就是想故意用这事 让她顺服呗 苗书彧心里 恨得直痒痒 可是又不得不忍受屈辱 如果她说的是真的 那她容貌或许有救 她怎么可能 错过这个好机会 苗书彧垂谋 乖巧问道 干爸 如果我伺候好你了 你会帮我的 对不对 她必须要得到一个保障 不然她才不会 傻乎乎送上去 当然 见苗书彧终于屈服 林栋梁嘴角微微勾起 她就喜欢乖巧听话的女孩 可不想强硬着来 放心 我肯定会帮你的 嗯 我相信您 苗书彧笑着手指拽紧 身子却贴了过去 见到她这般主动 林栋梁露出满意的微笑 她抬眸 目光灼灼看着她的脖梗 两只大手拥住她 开始不安分地 在她身上游走 苗书彧颤抖着身体 咬着牙闭上了眼睛 为了她的容貌 她可以忍受一切 林栋梁是个老手 不到一会 就让苗书彧 感觉到浑身不对劲 干爸我脸还痛着呢 没事 我又不用你的脸 娜娜你轻点 嗯 干爸会好好爱你 半个小时后 林栋梁心满意足地 穿好衣服 看着被子里 裹成蚕蛹般的某人 温柔安抚道 别休了 以后你就会习惯的 干爸有事先走了 过几天再来看你 问干爸 在见苗书彧 闷声闷气回应 过了一会儿 等病房没了动静 苗书彧猛地一下 将被子踢开 又哭又叫道 啊呀 她的第一次 她的身体 就这样不明不白地 被一个老男人给夺走了 我 她没了清白了 韩大哥肯定不会要她了 不 她恨韩灵芝 就是她毁了她 她绝不能再惦记她了 从今天开始 韩灵芝就是她的仇人 这样想着 苗书彧心里一阵绝望 我 我好恨啊 她抱着被子 无助地痛哭出声 林栋梁一脸满足地回到家 刚到门口 就发现妻子蒋曼在客厅等她 她面色微微一顿 整理了一下衣服 笑着上前 怎么不去房间休闲 在这等我 书彧怎么样了 蒋曼抬眸问道 林栋梁 嗯 精神好点了 医生说她恢复的还行 那就好 蒋曼眼底一松 继续道 老林 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什么事 林栋梁问 蒋曼认真道 我想着过几天 安排人送书彧回她老家 经过深思熟虑后 她决定还是送苗书彧离开 免得后患无穷 不行 一向温和的林栋梁 突然生气了 她板着脸道 你这人怎么这么狠心 她身体还没恢复 她还没完够 怎么可能让人走 你这话什么意思 蒋曼性子也是个报的 一听丈夫指责 立马不满了 我哪里狠心了 我对她还不够好吗 她现在什么都做不了 咱们不可能养她一辈子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 林栋梁见妻子生气 叹气一声 现在书彧毁容了 精神也不太好 这样贸然送她回去 很有可能出事 不如这样 咱们再照顾她一顿时间 等她好得差不多了 再安排她走吧 看到蒋曼有些犹豫 林栋梁接着道 最多再照顾她几个月 也花不了多少钱 书彧是你亲自认下的单女儿 你远心看她受伤吗 听此 蒋曼心里闪过一丝愧疚 她点头 行吧 最多三个月 不管到时候她怎么样 我是不会再管了 不能为了一个废人 而耽误他们林家 嗯 行 林栋梁笑着揽过妻子的肩膀 低声道 还在你性子良善 书彧知道了 一定会感激你的 第272章 黑市生意影响百货大楼 第272章 黑市生意影响百货大楼很快 就到了周末 苗娇娇乔装打扮一番 又去跟胖哥交易了一回 这一次 他直接在之前买的一个四合院里交货的 距离胖哥那边比较近 他也告诉胖哥 以后交货前会给他打一下电话 到时候再安排人过来拉货即可 这样不仅方便他将提前货物放到房子里 也不用担心会漏险 上次买房后 他兜里还有八万块钱 加上这次交易的七万 一下子又有了十五万 之前胖哥帮他收集的卖房信息 还有一些没去看 苗娇娇趁着这机会 将剩下的房源都看完了 这一回他只看上了两套四合院 一个是二进院 一个是三进院的 一共花了三万多块 这下子 他一共拥有了七套四合院了 明年1977年高考恢复 后年就改革开放了 现在上头松动许多 小生意都开始慢慢冒头 他得趁机再多赚点钱 多买一些房子和地皮 苗家和韩家 他也得去股东一下 有钱一起赚嘛 苗娇娇准备等时机成熟了 跟家里好好谈谈 回到家的时候 已经接近傍晚了 今天小叔一家也过来了 一般两家人一个月聚餐一次 也算是促进感情 娇娇 婶子给你带了一件新裙子 快过来试试 包玉兰手里 拿着一件奶黄色长裙 笑着朝他招手 真漂亮 苗娇娇将裙子 在自己身上比了比 抬头感谢道 很适合 谢谢婶子 跟婶子说什么谢 你喜欢就好 包玉兰笑眯眯地看着他 自家侄女 实在太漂亮了 每次看都看不厌 稀罕死他了 小叔苗英杰关心问道 最近在团里怎么样 一切还顺利吧 嗯 都挺好的 苗娇娇将裙子叠好放在一旁 笑着回应 苗叔泽手里 拿着一张画纸递给他 姐 送你的 苗叔泽平常除了学习 业余时间最爱画画 从小就找了老师教学 天赋极好 是什么 苗娇娇好奇接过去 映入眼帘的 是一个在花海里跳舞的女孩 五颜六色的花朵 画得栩栩如生 就跟真的一样 画中女孩的容貌 跟她很像 唯妙唯笑 特别是一双笑着的灿烂黑眸 神韵十足 苗娇娇越看越喜欢 他惊叹道 小泽 你画得真好 太厉害了 苗叔泽被夸奖有些不好意思 名嘴勾唇 一般般吧 谢谢 苗娇娇爱不释手的又看了看 过两天 我买个画框 正好挂我房间 一旁围观的苗叔白条条眉 有些吃味道 你这小子 不够意思啊 我上次要你帮忙画一幅画 推三组四的 怎么到你堂姐 这就这么容易了 苗叔泽抬眸看她 你之前都要过好几张了 再说了 你跟娇娇姐能比吗 苗叔白 苗家唯一的娇娇女 谁能比 不服输的话 苗老爷子肯定一拐杖打过来 苗家聚餐有个特点 需要在场所有人都分享一下近况 大家互相窒息一下 也相当于是促进感情交流 苗老爷子和苗英豪等人都没啥事可说 轮到小叔苗英杰时 他叹气一声道 最近百货大楼一些精品或生意有些差 我派人去打听了一番 说是南边黑市那里 又上一批高端货 很多东西 大家都没见过 导致有些人哄抢 苗英杰是京市百货大楼 和国营饭店的负责人 他是生意人 自然对京市黑市这些都了解的 在京市大大小小的黑市 起码有五六个 早些年 大家都怕被举报 很是小心翼翼的行事 这两年 上头松动后 有些人越发肆无忌惮了 这些黑市都有人撑腰 背后势力更是错综复杂 谁都不会为了一点小事 去乱搞人得罪人 但表面功夫还是要做的 该巡查的巡查 该抓的抓 只不过 针对的都是底层人员 最高处的那些 谁都不会乱动 所以 苗英杰就算知道 黑市抢了百货大楼生意 也是选择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苗英杰 我就是好奇 这些货源到底是怎么来的 全国最好的工厂都在京市 那些工厂我也熟悉 根本就生产不了那么好的货 正吃着饭的苗娇娇 面色一顿 心里有些心虚 嗨嗨 这些货源是出自他空间里的 之前他在县城跟豪哥交易的时候 主要是粮食为主 来了京市后 就侧重于其他的了 能在京市生活的 一般都是有工作 基本温饱能解决 粮食确实没那么重要 第一次他跟胖哥交易的时候 对方就问过 能不能搞到其他稀罕货 毕竟京京市的人 有些都不差钱 这两年 环境也没那么严肃 很多人都向往新事物 苗娇娇当时也没犹豫 直接告诉他 下次就带过去 等回去后 他用意念环绕了一下 林泉空间 湖泊区里 经过这两年的发展 又产生了很多海货和水产 这些东西 他之前都是躲在空间里偷偷吃 京市附近又没有海 保险起见 他还是没拿出来卖 森林区的话 很多果树在成熟后 他都会用意念 按照方法制作了罐头 玻璃罐他没有那么多 当时在县城的时候 他就找机会去玻璃厂买了很多 经过西市的林泉水 制作的罐头 非常美味 开瓶给胖哥一个吃了以后 对方当场就要了很多货 再就是平原区农场那边的肉类了 动物繁殖的越来越多 肉类在这个年代 可是绝顶稀缺货 苗娇娇自然也卖了很多给胖哥 还有他之前在超市收集的很多零食 用意念去掉包装后 也受到欢迎 最后就是女士消费用品 跟母婴用品了 什么化妆品 护肤品 婴儿用品等等 能去掉包装的售卖的 他都用意念整理好了 所以这两次跟胖哥交货时 看到稀罕货 对方都笑得合不拢嘴 这些货物原本收就不便宜 再去黑市倒腾两下 价格翻倍 当然 主要是质量好 够精致 所以今是有钱人 才会宁愿花大价买那些 不过他倒是没想到 这竟然会影响到百货大楼的生意 苗娇娇有些担忧 如果这样持续下去的话 到时候上头肯定会有人查吧 那他是不是得 正想着就听到小叔苗英杰道 哎 要是我也能找到那个货源就好了 第273章 收到乡下小伙伴来信 第273章 收到乡下小伙伴来信 苗娇娇微一愣 小说 这种事情不是不太好吗 不能这样看 苗英杰缓缓道 虽然说 现在做生意不被允许 但从今年开始 据我多次观察 有些小商贩开始冒出来了 而上头并未严格管控 其他方面也松动许多 我猜想 估计要不了多久 自由交易的时代就要来临了 这些货源背后的主人是个奇人 我倒是真想跟他提前结交一下 说不定后续有帮助 听到这 苗娇娇眼眸快速闪过一丝惊讶 想不到小叔这般灵敏 竟然未卜先知了 这样的人才 以后肯定会有一番大造化 苗娇娇黑眸动了动 他是靠着灵圈空间收集的物质 进行买卖 才获得了一笔不菲的财富 但实际上 他对于经营管理那些一窍不通 也不是做生意的料 早晚有一天 空间里的东西会卖完 或者不值钱 虽然拥有几套四合院 和许多存款已然很多 但谁不想赚更多钱呢 如果在早期 有个合作伙伴帮忙 那就能一直保持盈利 想到这 苗娇娇心里有些异动 他忍不住出声道 小叔 我来京市的时候 意外结交了一个好朋友 他好像跟南边黑市那边有关联 如果是外人 他可以一直保持乔装打扮 成城土歌交易 毕竟一两个月才见面一次 也不怕露线 但对于长期接触亲朋好友 他没法一直伪装 后续要是真跟小叔合作 他倒是想光明正大的跟他讨论方案 当然 他空间的秘密不能暴露 所以得有一个合适的解释 我跟他关系很好 要不然我帮你打听一下 问问对方 能不能找到那个货园主 听到这话 苗英姐脸上一喜 真的吗 那可以啊 麻烦你了 作为小叔 丝毫就没有怀疑小侄女 不如 他还想说些什么 就被苗老爷子给打断了 先吃饭 有事待会再谈 没看到乖孙女碗里的饭菜 没怎么动 饿着肚子怎么行 好 苗娇娇笑笑了笑 随后便低头扒饭 等吃完 他又跟小叔戏聊了一会 苗娇娇表示 晚点就跟那个朋友打电话问问 过几天有结果了 再告诉小叔 苗英杰笑命你点头 行 谢谢你了 到时候 叔叔送你一份大礼 叔不用了 你已经送了好多礼物了 苗娇娇拒绝 再多一点也没事 苗英杰笑着道 就是 别跟你输客钱 包玉兰附和道 夫妻俩都喜欢娇娇 一点礼物也没啥 几人又聊了一会 小叔一家就回去了 接下来几天 生活照旧 在这期间 苗娇娇收到了一封 来自云山县石水村的信件 这是乡下知青大院 邻居等人一起寄过来的 之前 苗娇娇在京市考上文工团 集训完才给他们写信 现在终于收到回信了 苗娇娇笑着打开信封 里面一共写了足足八张的信纸 邻居代笔 一一述说了他们的生活 先从邻居说起 他之前跟镇上一个小伙子相亲成功了 两人已经在今年四月份办了婚礼 信里邻居表示很遗憾 娇娇没能过去 还寄了一张结婚单人照片过来 望着照片里笑得灿烂的爽利女孩 苗娇娇嘴角微勾 心里头也有点酸涩 乡下那段生活 除了刚开始几个月有点不适应 后来倒是越来越过的有滋有味 遇到的那些人 邻居 黄黛帝 马芳 王刚 崔大壮 甲油等等 大家一起劳作 做饭 聊天 学习 有闹过 也有矛盾争吵 这些日子虽一会儿过 但种种经历 令人难忘 信里还说 黄帝帝成了村里小学的语文老师 过得还不错 王刚跟崔大壮 一直都是知青大院的顶梁柱 砍菜挑水 都是他们俩包了 尽心尽力照顾大家 马芳和甲油 这对马甲组合是冤家 天天三天一小吵 五天一大吵 闹得知青大院鸡飞狗跳 但这对也是狗 吵完立马又和好 在大伙面前秀恩爱 邻居在信里 写了整整一章来吐槽 这两人 可见是多深受其害 苗娇娇看着看着就笑了 他能想象 大家一脸苦逼的模样 幸亏他走得早 不然也得被荼毒 邻居又写了一些 关于村里的事情 先是说了王大妞一家 大妞自从跟着他学过武术后 变化特别大 家庭也变得和睦许多 现在大妞就是村里的大霸王 二妞跟着姐姐成了小霸王 大妞拳头特别硬 二妞牙齿特别狠 谁敢欺负上去 就一拳头一口牙 打咬的人家小男孩 哇哇大哭 到后来 谁都不敢招惹姐妹俩 看到这 苗娇娇脸上挂起了 欣慰的笑容 这小丫头 果真没白叫 再就是隔壁小铁担架 嗯 那个之前闻到肉香 经常常哭的小家伙 之前在知青大院蹭了一次肉后 他就彻底不怕了 有时候都会偷偷溜过来玩耍 邻居瞧他可爱 有点好吃的都会拿着逗他 有次小铁弹偷过来讨吃的 被他妈给抓住了 拿着木棍子追了一地 后来屁股都打开花了 小家伙还是忍不住跑过来 邻居问他 为什么这么喜欢过来玩 小家伙呆萌的说 每次这里有肉味飘出来 他妈就会把他锁到房间里 舔堂渡过 可是好长一段时间 都没闻到肉味 所以他想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吃肉 舔堂 不吃这小馋鬼 苗娇娇忍不住笑出声 说起来 之前知青大院好几次吃肉 好像都是跟他有关 他一离开 大家伙连肉都吃不上了 嗨 乡下的日子也确实艰苦 若不是他有个空间支撑 也不会这么潇洒 幸亏好日子快来了 大家也熬得过去 邻居在信里也提了一声 他说白岩因为被家里逼着嫁给一个傻子 投何自尽了 那个想用火烧死苗娇娇 反而被苗娇娇用砖头拍毁容的女孩 生命在今年三月份截止了 看到这苗娇娇深深叹了一口气 对于这人的结局 他不做表态 既然死了 那就什么都不必再说了 最后 邻居让他收到信 尽快回信 大家都等着看 看完后 苗娇娇勾勾唇拿起笔 就开始写回信 另外一边办公室里 苗娇娇正低头写着什么 王副主任连门都没瞧 一脸得意洋洋的走进来 苗主任 有个好消息 你要不要听 对于面前之人无礼 苗娇娇有些不满 他女媚道 什么事 王副主任笑眯眯道 是这样的 最近百货大楼生意不是不太好吗 我突然已经找到了 你想要找的那个货员背后的主人了 你要不要见一见 苗娇娇挑眉 哦真的吗 王副主任抬起鼻子 傲慢道 当然 那人可是我找了好久才找到的 不过 如果你需要我帮忙引荐 得先答应我一个要求 第274章 跟小叔苗娇娇谈生意 第274章 跟小叔苗娇娇谈生意 苗娇娇双手抱胸 看着他 什么要求 王副主任笑了笑 百货大楼不是还缺个销售经理吗 我觉得燕子挺适合这个位置 您觉得呢 燕子是他小姨子 目前在百货大楼做柜台员工 不行 燕子同志不适合 他没法胜任这个职位 苗娇娇直接拒绝 我前段时间已经选好人了 过几天准备发通知的 哦 是这样啊 王副主任眼皮一抬 与气带些许遗憾道 苗主任 那个货园主人 就是燕子找到的 他呢 也就提了这个要求 如果你不答应的话 他估计是不愿意帮忙引荐的 我也劝不了他 听到这话 苗娇娇心里冷哼几声 一个小小柜台人员 有这么大能耐 总不是背后有王副经理撑腰 才敢这么叫板 这是故意来挑衅他的权威 这个老东西跟他斗了这么多年 还来这一套呢 苗娇娇冷着脸 那就算了 我这边已经安排人去找了 不劳烦您这边了 哼 王副经理皮笑若不笑 呵呵两声 声音略带讽刺道 苗主任 这人要是这么好找 你也不会愁了这么久 既然你不需要帮忙 那我回头跟燕子说一声 他跟苗娇娇分工不同 苗娇杰主负责经营收益 对外引资这款 他主要是管理百货大楼员工 和日常运转 一般小的职位 他倒是能决定 就是经理级别网上的 得跟苗娇杰沟通一下 之前他就提过 让燕子担任销售经理 但苗娇杰没同意 这回有个这么好的机会 没想到还是被拒绝了 哎 就是可惜了 咱们百货大楼的生意 原本可以更上一层楼的 也不知上头会不会有意见 王副经理的语气 颇有点阴阳怪气 听得苗娇杰直皱起了眉头 正沉默着 办公室的坐机响了 苗娇杰上前背过身 接起了电话 喂 你好 王副经理撇撇嘴 只好出了办公室 刚出去不久 柜台员工燕子 一脸期待的走了过来 姐夫 怎么样 苗主任同意了吗 没有 王副主任叹气一声 啥 燕子激动的瞪大眼睛 可是你不是答应我 一定会成的吗 王副主任瞥了他眼 我哪里知道 这人这么不听劝 他不答应 我能有什么办法 那我的职位怎么办 燕子一下子就急得红了眼眶 姐夫你可是答应过姐 要帮我安排好的 他在柜台这边 都坐班快十年了 腰部受损厉害 之前好几个同事 都在背地里笑话他 说有个厉害姐夫 却好像没啥用 这些嘲讽的声音 他可是忍了很久 这几天 他也在其他人面前夸下海口 说销售经理的位置 非他莫属 现在说没有就没了 到时候不得被人给笑话死 放心 王副主任哼了一声 眼眸眯起道 过不了多久 苗英杰会亲自来求我 他的发小跟南边黑市 头目一个手下是好朋友 据说那个精品货的主人 来无影去无踪 一两个月才出现一次 谁也不知道 那人的底细 他还真不信 苗英杰能短时间找出这个人 到时候着急了 还不是得来寻求他帮助 燕子眼神急切 好吧 姐夫 你一定要帮我的 王副经理点头 嗯 你就等好消息吧 话音刚落 后边就响起一个声音 好消息就算了 永远都等不到了 王副经理和燕子一看到来人 脸色一沉 王副经理 苗主任 苗英杰棱撇两人一眼 勾起唇叛道 我现在要出门一趟 哦对了 我安排的人已经帮我找到那个货员主了 我现在就是去见他的 什么 这不可能 王副经理眼底闪过惊讶 那人那人不是很少出现吗 就算是他也得通过发小那边帮忙跟进 不一定能见到本人 那就是你消息不灵风啊 苗英杰吃笑一声道 看来你刚跟我说的引荐根本没点 连人都没找到 老王啊 你这做事不太靠谱啊 听到这话 王副经理尴尬得老脸一红 他这次真是失策了 看着人走远 缩在一旁的燕子才敢吱声 姐夫这 这什么这 王副经理不耐烦地瞪了他一眼 没看到现在的情况吗 我也帮不了你了 看到这人直接转身就走 燕子气得直跺脚 另外一边 由苗娇娇女扮男装的土哥 跟苗英杰在一个四合院里见了一面 今天上午 苗英杰接的那通电话 就是娇娇打过来的 他说 已经跟土哥约好了时间和地点 让他直接过去就行 苗英杰笑和 久仰啊 小土同志 我老早就听我侄女娇娇提起过你 他说你性格豪爽 乐于助人 一表人才 今日一见 果然是所言非虚啊 苗娇娇 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些话 自家小叔可真是个人精 土哥 苗娇娇 笑着点头 过奖过奖 娇娇人也很好 苗英杰 这次见面 想必娇娇已经跟你说过了吧 不知你有没有意向跟我合作 苗娇娇挑挑眉 当然 能跟您合作 我很乐意 接下来 两人深入交谈了一下 关于目前的形式情况 以及适合的交易 来之前 苗娇娇就准备一个大背包 他从背包里拿出一个罐头 请他品尝了一下 随后又拿了一些东西 让他过目 苗英杰是越看越惊讶 面上的兴奋 只也止不住 最重要的是 这位小土同志 竟然还给了一些东西的制作配方 令他很是意外 苗娇娇 这些配方 我也不是免费给您的 是希望您去找工厂 进行合作生产出来 到时候盈利方面 咱们要分成 行 苗英杰看了看成品 又看了看配方 爽快地答应了 今天过目的东西 起码有十多样 都是稀奇精致货 这要是进入百货大楼 肯定会大卖 不过这件事 还得跟上头沟通一下 苗英杰 这样吧 我先回去跟相关负责人沟通一下 到时候再跟你相谈这些 好 苗娇娇道 苗英杰笑道 感谢小土同志 苗娇娇摇头 没事的 我跟娇娇是好友 您是娇娇的小叔 都是自家人 就不必那么客气 苗英杰笑着点点头 这人确实挺豪爽的 越看越喜欢 随后两人又聊了会 便分开了 苗娇娇在附近逛了一会 才进了空间卸妆 坐公交回家 刚到家 就看到小叔苗英杰 一脸喜色地坐在客厅 看到他回来 他笑道 娇娇 出去玩回来了 告诉你个好消息 我跟那位的生意 差不多谈妥了 来 这是你的礼物 他手里拿着一瓶茉莉香水 是百货大楼 从护士刚进过来的 谢谢小叔 能帮到您 我很开心 苗娇娇笑了笑 好奇道 您觉得他怎么样 苗英杰点点头 感叹道 那位小土同志 长得还挺年轻 就是矮了一点 看着也挺正派 不过 我总感觉有些眼熟 与他相处还挺开心的 说实话 若不是你有对象 我都差点想让他跟你在一块了 真是奇怪了 只见第一次的人 我竟然会有这种想法 苗娇娇嘴角一抽 自己跟自己谈对象 自家小叔 果然脑洞够大 哦 他好像不知道那是他 看来以后 他得更加得小心了 第275章 帮丹妈伺候林栋梁 第275章 帮丹妈伺候林栋梁 与此同时 京市郊区疗养院大门外 陈琴抿着嘴 心里有些犹豫 距离描述于那件事 已经过去半个多月了 虽然最终 陆林去投案自首 表示他才是主使者 但到现在他还是不相信 书彧会做出这般 糊涂帮凶的事情来 对方虽性子急躁傲慢 但本性不坏 经常乐于助人 他们俩在文工团关系也很好 一直以姐妹相称 在得知书彧意外毁容 后来又被刺激得了封病后 他难受了好一阵子 但他一直没有勇气过来看望对方 他心里也不清楚 到底是在怕什么 陈琦烦躁地踢了踢脚下的石头 算了 来都来了 那就进去探望一下吧 在门口传达室说明来意后 看门大爷就让他进去了 顺着指示牌 陈琦去了登记室登记身份 随后工作人员告知房间号 让他自己找过去 原本一般是工作人员要带过去的 但正巧今天是月初 每个月数据整理的那两天 大家都很忙 也没时间走动 经过五分钟的寻找 陈琦终于找到了房间 他心里有些忐忑 正欲敲门 突然就听到 里面有一个小声哭泣的哀求声 干把干把放过我吧 又一个闷哼声 隐隐约约响起 好女儿没事的 这段对话听得门外的陈琦 一脸猛逼 他还以为苗书玉被欺负了 立马着急地拍了拍门 书玉书玉 我是张琦 你还好吗 是不是你干把打你了 扑通房间里好像有人摔跤了 过了一会儿 门才被从里面打开 书玉见门打开 张琦眼眸一喜 刚想出声 就看到开门的是林栋梁 张琦紧张地吞咽了口水 开口道 林叔叔 您好 此时的林栋梁脸色不太好 他正在信头上突然被打断 心里不痛快得很 不过看到来人是个漂亮小姑娘时 脸色才稍缓有点好转 林栋梁 你好 书玉刚才发了疯病 我用绳子将他给捆住了 我建议你还是不要进去 就在门口看一看 不然会被伤到 林栋梁原本想着 没人会过来看望书玉 工作人员也不会随意走动 没人会听到门内的动静 所以才这般肆无忌惮 没想到差点就被发现了 他身上衣服没怎么脱 稍微整理了 一下就行 但书玉可是光秃秃躺在被窝里的 担心门外怀疑 他还没来得及穿好衣服 要是这女孩走进去仔细观察到了 那就不太好了 可是我有点担心张琦脸色迟疑 心里总感觉有点不对劲 话还没说完 一个疯疯癫癫暴怒的声音就响起 给我滚 给我滚 我不想看到你们 给我滚 张琦眼眶一红 有些害怕的后退几步 书玉 我是张琦 你最好的朋友 你不想见到我吗 不想 给我滚 被子里的人挥舞着双臂 大力的嘶吼着 安静点 林栋梁故作严肃的呵斥一声 随后转头对着张琦道 你也看到了 他现在情绪不太对劲 要不改天 你再过来看我吧 嗯 好 那我走了 张琦喉咙哽咽 捂着嘴 转身就跑了 他是真没想到 书玉会变成这般鬼样子 太可怜 也太令他心疼了 呜呜呜 他好难过呀 病房里 林栋梁重新将房门给关上 他的脸上展露笑颜 对着床上的人道 书玉 你刚才表演得真好 看把人家小姑娘吓得 哼 苗书玉脸上包着纱布 将被子一先坐起身 嘟着嘴部满道 干爸 你是不是又看上我的好朋友了 别以为他没听见 刚才林栋梁说话的声音 有多温柔 哪有 林栋梁满脸微笑地坐过来 大手顺势揽住他的娇躯 我呀 现在有了你 谁都不稀罕 真的 苗书玉歪头看他 一脸的不幸 千真万确 林栋梁把头扶在他的肩膀上 笑道 你这脖子 简直是我的命啊 苗书玉刷的一下 满脸通红 自从一周前被林栋梁给占据身体后 他就隔两天过来一次 美名其名曰探望 实际上是干了一些可耻的事情 林栋梁虽说是个老男人 但为人很温柔 也不错 不知不觉中 他从厌恶变成依赖心理 越来越享受这份乐趣 至少 他是唯一一个不嫌弃他毁容的人 他心里对干妈蒋曼 还是有点愧疚的 但林栋梁安慰他 说蒋曼跟他老早就没有福气生活了 现在这样就相当于是帮干妈来伺候他 让他别多想 苗书玉想了想也觉得挺对 反正干妈人老猪黄 也弄不来这种事了 那他帮干爸应该也没错吧 这样想着 苗书玉心里也就舒坦多了 不过刚才张琪来探望他 是他没预料到的 苗书玉有些担心 干爸 张琪不会听到了什么吧 林栋梁朝门外看了一眼 应该不会 看他那样子还不懂这些 看着是个单纯的 苗书玉咬了咬嘴唇 心里突然有些委屈 你是不是厌烦我了 净夸别人 哪有 林栋梁眼底闪烁着笑意 大手从腿上往下滑 怎么会厌烦 一辈子都不会厌烦 苗书玉往被子里躲 笑道 哎别闹太大动静 刚才差点被发现了 林栋梁低难道 放心好了 这次我会小声点 咚咚咚 两人刚准备开始 门外突然又响起了敲门声 林栋梁脸色一沉 让苗书玉躲在被子里 面色不耐上前 就去开门 谁啊 刚打开 就看到红肿着眼睛的林栋梁 爸 您怎么不回家 又跑这来了 您知不知道 你女儿我差点被人给欺负了 第276章 被林栋梁老东西给骗了 第276章 被林栋梁老东西给骗了 林栋梁朝身后看了一眼 转头对着女儿林栋梁道 你叔玉姐刚发病睡下 咱们到走廊说 别打扰到她了 说着 她就降门给带上 林栋梁满脸恼火靠在墙上 一脸抱怨道 爸 您根本就不关心我 您不知道 同学都怎么嘲笑我的 大家都在笑话咱家 说您包庇罪犯 每天都冷嘲热讽 弄得我很烦 她跟苗家小叔的儿子 苗书泽 在同一个班里 她一直喜欢着她 之前对方对她爱搭不理 但好歹还打声招呼 自从苗书玉 被她妈给救了以后 到后来 苗书玉又被她爸 给藏在疗养院里 这段时间里 苗书泽就连正眼 都没瞧过她 她心里难受憋屈 前几天买了一支钢笔 想送给苗书泽 表达歉意 哪知她不仅拒绝了 还当面大声讽刺 她爸的所作所为 这件事 原本很多人都知道 虽然苗书玉不是主谋 说起来也算是犯罪了 她爸这样 包庇对方的行为 她也觉得不可取 更何况是其他人 林玉玉说着说着就哭了 爸 我真的受不了 您就不能为了我 把苗书玉给赶走吗 她这话说的声音很大 在房间里 穿衣服的苗书玉 也听见了 她眼眸一致 快速整理好衣服 就贴在门内 安静地听起来 嘘 你小点声 别吵到人了 林栋梁 还是心疼女儿的 看到她这样 她脸色变得温柔了些 江人往前又带了几步 她从兜里掏出手绢 帮女儿擦了擦眼泪 轻声安抚道 好了别哭了 上次我跟你妈 已经讨论好的 再让你书玉姐 调理两个月 到时候就送她回老家 你再等等吧 这话说的很是小声 苗书玉并未听清楚 不过她隐隐约约 听到林韵韵高兴的声音传来 真的吗 太好了 老早就看她不顺眼了 苗书玉咬着唇 心里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她将门偷偷打开 头往外边探了探 这回听得清楚了些 你乖乖听话 等她好些了 就送她走 这话是林栋梁说的 爸 不许骗人哦 林韵韵笑着眯起了眼睛 放心 爸爸说到做到 林栋梁摸了摸她的脑袋 轰隆 听到这些 苗书玉大脑一片空白 脸色一瞬间就苍白无比 她颤抖着身体关上房门 缓缓走向床边 呆呆地坐在床上 低垂着眼眸 过了一会儿 脚步声靠近 林栋梁的声音在门口响起 书玉 我先跟云云回去了 你好好休息 等一下 苗书玉抬起头 黑色的眼眸静静看向她 干爸 你说的那个国外医生 什么时候才会来 不确定吧 我过几天给她打个电话再看 起码要两三个月吧 林栋梁的声音极其敷衍 说完就走了 苗书玉却是双手拽紧 眼眶一下子就泛了红 她哪里还有什么不懂 她这是被林栋梁 这个老东西给骗了 这个骗子 为了得到她的身体 故意编织谎言来骗她 说什么 还要等两三个月 明明是想到时候厌烦了 就送她走 不 她绝对不能离开京市 回老家那个破小县城 能干什么 毁容的她肯定只有被嫁人的命运 到时候 要是被人发现她不是黄华大闺女 那岂不是被折磨死 辽书玉咬着牙 眼底里闪过一丝阴质 她一定要想办法留下来 还得让林栋梁履行莫言 第二天下午 林栋梁正在办公室处理工作 突然接到了辽养院的电话 喂 是林栋梁同志吗 您的干女儿今天情绪不太对劲 一个竟想要寻死 闹腾好久了 我们担心她会出什么意外 您快过来安抚一下吧 好 我马上过去 林栋梁挂掉电话 看了一下手边的工作 拧起了眉头 这个丫头怎么回事 越来越粘人了 昨天刚见过面 今天又故意闹这一出 待会过去了 她得好好跟她说一下 半个小时后 林栋梁开着车到了疗养院 病房门口 相关工作人员看到她 就像看到救星一样 林先生 您来了 快过来劝劝她吧 我们都拉不住 好的 麻烦了 她可能不太想看到生人 你们可以先回避一下 我跟她聊聊 这是林栋梁一向的借口 每回她过来 都会让工作人员回避 这样就不会有人 留意到房间的动静 工作人员 行 那我们先离开了 有事可以按房间紧急按钮 我们就会赶过来 好 等人离开 林栋梁脸上礼貌的笑意 才慢慢淡去 她阴沉着脸 进了门将房门锁紧 对着床上支人道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咱们昨天不是刚见过面吗 呜呜干吧 我不是故意的 辽栋梁抬起头 红着眼眶 小声抽气道 我中午睡午觉 做了一个特别可怕的噩梦 我太害怕了 所以想让你过来陪我一下吗 林栋梁皱了皱眉 做个噩梦而已 大惊小怪的 你性子真是越发任性了 我还有一大堆工作没处理 简直耽误我时间 辽栋梁哭声一咽 眼底快速闪过一丝怨恨 这人的嘴脸变化得可真快 原先哄着她给身体的时候 那么的温柔有耐心 果然是得到了就不珍惜 这就不耐烦了 哼 若不是她的计划还没成功 她才懒得跟这个恶心的人交涉 干吧 别生气嘛 我就是想你了 辽栋梁将被子拿开 解开上衣扣子 露出光滑的脖梗 眼神柔眉带着期待 缓缓道 昨天那事不是还没成吗 不如您再多待会 在看到女孩这般勾引的动作后 林栋梁眼底的恼火慢慢散去 随之眼眸沾染上一丝情欲 是了 昨天被打断两次都没成功 今天来都来了 不做一次 好像说不过去 林栋梁走过去 抚摸她的脖梗 低沉沙哑的声音道 下次可别这么任性了 你这个小丫头 可真是磨人 知道了 苗栋梁撒娇地抱起她的脖子 眼底闪过得逞的笑意 房间里 正当两人做着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时 房门突然被人用钥匙给打开 而站在门口的蒋蔓 看到这一幕 目自欲裂 怒吼出声 林栋梁 苗栋梁 你们在干什么 第277章 蒋蔓壮破两人好事 第277章 蒋蔓壮破两人好事 林栋梁猛地听到这声尖叫 一瞬间就吓得泄了气 腹部一阵疼痛 整张脸都黑沉得厉害 闭嘴 别那么大声 林栋梁连衣服都没穿好 飞快地起身来到门口 一把将蒋蔓给抓了进来 啪的一声将房门关紧 林栋梁磨着后槽牙 你将那么大声干什么 是想把其他人喊过来吗 这种不光彩的事情要是被发现了 他跟苗栋域都得做大楼 你骂我 蒋蔓瞪大眼睛红着眼眶 质问出声 林栋梁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有心思担心你的名声 林栋梁这回才从交心的状态中反应过来 他面色一急 连忙解释道 小曼 不是你看到的这样 你误会了 呵 误会 蒋蔓满满脸痛苦 迟笑道 我都亲眼看见了 误会什么 曾经对他宠爱有家的丈夫竟然背着他 睡了别的女人 他就像个傻子一样被蒙在鼓里 简直是个笑话 我 林栋梁刚想再解释 一旁就响起一个弱弱声音 干妈对不起是我的错 您不要怪干爸 苗栋域可怜兮兮的缩在床上 一脸的愧疚低着头 他穿好的衣服领子处 还没系好扣子 白皙的脖子上显露的几个红印 一下子就刺痛了蒋蔓的眼睛 火气 顿时蹭蹭的往上涨 你这个贱人 蒋蔓双眸冒着怒火 扑过去伸出爪子 就想撕扯他的头发 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我对你那么照顾 你却是这样报答我的 什么敢女儿 恐怕这贱人是想取代他 成为林家媳妇才是 他当初怎么会那么傻 竟然引狼入室 可恨 简直太可恨了 哎呀 干爸 救救我 苗栋域立马跑下床 溜的一下就躲到林栋梁身后 蒋蔓跟疯了一样 不管三七二十一 就算一顿挠 苗栋域跑得快没怎么受伤 倒是林栋梁脸上 被抓出了几道血痕 够了 别闹了 林栋梁双手禁锢蒋蔓的手 呵斥道 小曼别闹了 咱们回家再说 声音闹腾太大 迟早将其他人给吸引过来 这不是他愿意看到的 我偏步 你个负心汉 我要揭发你 蒋蔓哪里受过这种气 边尖叫边使劲地挣扎 啪 林栋梁咬着牙 狠狠地甩了他一个耳光 直接将蒋蔓给打猛逼了 他捂着脸颊 呆呆地愣在原地 满眼的不敢置信 林栋梁深呼吸一口气 黑着脸道 蒋蔓 我劝你不要再闹了 闹下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 咱们回家再说 蒋蔓看着他 张了张嘴 还未开口说话 眼泪就巴搭一下掉下来 林栋梁看着他这样 脸上闪过愧疚 轻声道 你也不想被人看笑话吧 毕竟你本来就是二婚 你难道还想再离婚一次 这话虽然好像是在安抚 但却极为扎心 蒋蔓静静地看着他 好像第一次才认清 这个人的真面目 走吧 他哑着嗓子 头也不回地就出了房门 是 他没法闹太大 他们之间不可能就这么轻易结束 涉及到很多很多 林蒋两家的利益 是结合在一块的 一旦林家主人林栋梁出事 蒋家必定受到牵连 就算他再怎么无脑 这个道理还是懂的 临走前 林栋梁意味深长地看了苗书玉一眼 他没说什么 转身就离开了 建房间终于安静下来 苗书玉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蒋蔓是被他给故意叫过来的 昨天林栋梁离开后 苗书玉立马去接了疗养院电话 给林家打去一通电话 当时是蒋蔓接的电话 苗书玉告诉他 让他今天下午过来一趟 说有重要事情告诉他 他还提醒蒋蔓 说房间可能会被锁 来之前去工作人员那边 要一把钥匙 蒋蔓听得是一头雾水 但苗书玉在电话里 再三强调了事情的重要性 还是勾起了他的好奇心 所以今天准时来了 苗书玉双眸带着讽刺 呵呵林栋梁 你这个衣冠禽兽 接下来 我看你怎么收场 他故意将两人的关系 让蒋蔓知道 就是想到了 蒋蔓这个暴脾气 不会忍 对方肯定会不依不饶折磨林栋梁 正好如了他的意 他也不怕蒋蔓或者林栋梁动他 昨天他其实打了两通电话 一通给了林家 一通打去张琪家那边的电话厅 电话里 他有拜托张琪 以后让其隔半个月来看望他一次 如果发现他有什么不对劲 或者被人给打了 就去公安局报案 张琪是个正义善良的人 一听到他这样说 立马就联想到 昨天过来时那个场景 连忙点头答应了 原本他还想写一封信 将林栋梁的兽型给记录下来 以备不时之需 但想了想 还是没写 这若是被人看到 他同样也得受罚 苗书彧现在就等着 这两人过来跟他商讨 关于他将来安置的问题 他是绝对不会回老家 也必须要求医治脸部 若林栋梁不答应 那他就来个鱼死网破 大家都一起死好了 干妈 对不起 我本不想伤害你的 苗书彧情不自禁地府上 包着纱布的伤口 自言自语道 但没办法 谁叫林栋梁骗了我 我这也是为了 让你早点知情 为了你好 当天傍晚 林栋梁再次出现在疗养院 一进门 他就出声道 收拾东西吧 随我回林家 苗书彧微微愣住 干爸 那干妈 林栋梁脸色平静地看着他 他已经被我安抚好了 放心 你脸上的伤好的差不多了 过段时间去医院拆线就行 没必要住在这里浪费钱了 之前他主要是因为 封病住在这里条理 但蒋曼都知道他没封了 就没必要了 可是苗书彧有些迟疑 原本他想的是这两人一起过来谈条件 谈好再说的 哪里知道竟然会这么仓促 别可是了 你不就是想待在京市吗 林栋梁冷冷地看着他 那我们就如你的意了 听到这话 苗书彧脸上毫无愧疑 反而直勾勾盯着他 那我的脸呢 林栋梁跟蒋曼应该都知道他是故意的 反正这事已经做了 没有挽回的余地 他没什么好装的了 听此林栋梁眼底快速闪过一丝不屑 有什么想法回去聊 这里不方便 好 苗书彧咬了咬唇 点头硬下 为了他的脸部 他豁出去了 一个小姑娘没法逗得过老狐狸的 苗书彧万万没想到 他这一去就彻底陷入了深渊 第278章 苗书彧被关进地下室 第278章 苗书彧被关进地下室晚七点 林家 晚饭刚开饭 林芸芸郁闷地戳着碗里的菜 又忍不住偷偷看了一眼坐在对面的母亲 从她放学到现在几个小时了 母亲一直紧绷阴沉着脸 不管她是撒娇还是聊天 对方也不愿搭理她 这种情况之前从未有过 太奇怪了 林芸芸小心翼翼问 妈您是怎么了 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对 惹你生气了 她好像也没做啥错事吧 最近一直都挺乖的呀 蒋蔓烦闷的思绪被打断 抬头看了她一眼 看到女儿一脸关心 她忍不住喉咙哽咽 没事云云 不管你的事情 丈夫林栋梁跟苗书彧偷情的事情 她没法如实告知女儿 一直以来 老林在女儿心目中都是最崇拜金沛的父亲 若直接告诉女儿这件事 她担心对方会被刺激到 做出什么冲动事情来 蒋蔓心里头很是后悔 之前女儿明明都在她面前 诉苦过多次 让她不要对苗书彧那么好 但她就是不听 还觉得女儿是在无理取闹 她真怨自己 当初为什么那么没脑子 错把鱼目当珍珠 还想着让这个白眼狼 以后孝敬她 何孝敬 孝敬到自己干把床上去了 天底下 还有如此滑稽的事情吗 蒋蔓深呼吸一口气 眼眶慢慢泛了红 就这个情况来看 老林跟苗书彧 估计老早就勾搭上了 他们一直在骗她 之前她竟然还奢望苗书彧嫁给灵芝 还放出狠话来羞辱她 想想都觉得可笑 她真是猪又蒙了心 也难怪儿子一直不接纳她 韩灵芝说的没错 她就是蠢笨如猪 被人给耍得团团转 还不自知 可是 就算发生了这种恶心的事情 她又能如何 为了领奖两家的声誉 她没法闹得太大 望着门外两道缓缓走过来的身影 蒋蔓脸色立马暗沉下来 苗书彧进了门 低着头咬着唇道 干妈 她不敢抬头 因为蒋蔓的眼神太过可怕了 蒋蔓双眸幽深地看着她 极力克制情绪道 来了 坐着吃饭吧 今晚 将是你最后一天自由时刻 爸 妈 她怎么又来咱们家了 林芸芸表示不满 这人好好待在疗养院不就行了吗 干嘛又凑到她面前 烦死了 蒋蔓这回没对女儿 反而淡淡道 吃饭吧 看到她这样 林芸芸别了别嘴 不敢再多说 林栋梁坐下来 夹了一块鱼肉 放到蒋蔓碗里 小蔓 你爱吃的鱼肉 现在我不爱吃了 蒋蔓冷着脸 直接将鱼肉挑了出来 放在桌上 见此 林栋梁脸色一顿 林芸芸不解 妈 您平日不是最喜欢吃鱼吗 怎么会不喜欢吃啊 蒋蔓吃笑一声 语气颇有些阴阳怪气 连十多年夫妻都有厌倦的时候 更何况鱼肉 听到这话 林芸芸有些摸不着头脑 她看了自家老爸一眼 瞅了瞅蒋蔓的脸色 越发觉得怪异 小蔓 女儿在 你少说两句 林栋梁黑沉着脸 眼底快速闪过一丝不满 这人怎么回事 不是都沟通好 不让女儿知道这是吗 哼 顾及到女儿在场 蒋蔓哼了一声 便没多说 苗栋梁全程安静 当作透明人 缩在一边吃着饭 她脑海里 还在幻想谈条件的事情 哪知吃完饭后 蒋蔓就说 带她去住的地方 地下室门口 苗栋梁朝四周看了看 周梅道 干妈 您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她的房间 不是在二楼客房吗 你还有脸叫我干妈 蒋蔓满脸怒火地瞪着她 直接将她给拽进地下室里 以后 这就是你住的地方 没我的允许 你不许出来 什么 苗栋梁一听就急了 你这是要关押我吗 凭什么呀 我又不是犯人 她还准备跟陈琦 再打一个电话说一声 让她以后时不时来邻家看望她 林栋梁那老东西 说要医治她脸上的事情 被关在这里 要是发生了一些什么 都没人来救她 你吃我家的 用我家的 住这里怎么了 蒋蔓发了个白眼 你碍住不住 要是不想住 你就给我滚出去 那干爸呢 他也要这样对我吗 苗栋梁僵持着不肯让步 你以为这是谁的主意 蒋蔓吃笑地看着他 苗栋梁 你还以为你是香伯伯 人人都喜欢你吗 苗栋梁脸色一白 退后两步道 我要去找干爸 他明明答应过他的 他要是不答应 他现在就去公安局报案 鱼死网破 你想跑 蒋蔓拦住他的去路 冷笑连连道 你可能不知道 你的好干爸 已经把你叫我手上了 他说 让我随便打你骂你 好让我消消气 你还以为他会救你吗 这人还真是蠢啊 以为把事情暴露给他 就能怎么样吗 下午回来那会 他跟林栋梁讨论过 这件丑事 绝对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辽书玉必须得看紧 不让他有任何逃脱的机会 不然要是传出去了 那林蒋两家颜面无存 更会遭受重创 林栋梁打了自己一巴掌 道了歉 他说 是苗书玉勾引他 一时惊虫上脑 才会犯了错 又向他发誓 以后会一心一意地待他 不会再发生这种事 蒋蔓会信吗 他是不信的 但既然丈夫都这样说了 他只能顺着台阶下原谅了 不然能怎么办呢 他对林栋梁 还是很有感情的 目前生活也很舒坦 若真闹大了 他也不会离婚 反而会让老林厌恶 既然如此 那就将就吧 说不定这次事情后 老林会收敛 他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了 但心里的恶气 只能朝这个白眼狼出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 什么叫随便打骂我 苗书玉又惊又怕 满脸的不敢置信 我不是犯人 你们不能这样对我 苗书玉现在心里慌得很 他万万没想到 林栋梁竟然会如此对他 他真是太糊涂了 怎么就那么轻易相信了林栋梁的鬼话 他更不应该一时冲动 就将此事暴露给蒋曼 弄得现在完全没有回转的余地 干嘛我错了 这件事 我绝对不会告诉其他人的 您放过我 好不好 第279章 没皮没脸上门叙旧 第279章 没皮没脸上门叙旧 放过你 蒋曼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 冷哼道 苗书玉 你别来之前那套假惺惺的模样 不管用了 自从看到自己丈夫和苗书玉 在床上苟且那一幕后 他心里对苗书玉那一点感情 早已消失殆尽 剩下的 只有无尽的怨恨和唾弃 什么狗屁肝女儿 就是一个寄予他男人的贱女人 给我好好待着 你要是敢大喊大叫 小心我接了你的皮 若不是顾及女儿在家 他老早就想动手打人了 等明天女儿上学了 他再来狠狠折磨这个贱人 蒋曼说完 转身就离开 顺便把地下室大门给锁上了 扑通 苗书玉摇摇欲坠 贪坐在地 满脸的苍白与后悔 完了 完了 他所有的计划都落空了 蒋曼这个女人 肯定不会放过他的 苗书玉在这挠心挠肺的后悔 完全没想过 就她这智商 还能想出什么好点子 真是搬起砖头 砸自己的脚了 与此同时 苗家大宅 苗书朗收到手下的消息 说 林栋梁在傍晚将苗书玉 给接回了林家 据对方所说 苗书玉全程安静地跟着 貌似一点疯病的样子都没有 苗书朗冷哼几声 他早就猜到苗书玉是装的 不过 他拧起了眉头 林家为何会这么早 就把苗书玉给接回去 按照苗书玉脸上的伤口 起码得调理一两个月吧 难道是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 这样想着 苗书朗连忙吩咐手下 盯紧林家 并又安排了一个人 去跟着林栋梁 据手下所说 林栋梁经常去疗养院看苗书玉 似乎跟他关系不错 说不定从他那边 能探出什么来 现在苗家势力稳定下来 也可以腾出手来做些什么了 既然林蒋两家这么护着苗书玉 他一定要查出什么 好来对付他们 第二天上午 蒋蔓在地下室 用棍子将苗书玉狠狠打了一顿 出了一通气后 他才去房间整理了一番 便出了门 韩家大宅 韩国伟正在书房处理文件 突然门被敲响 韩司令有人过来拜访了 帮拥陈妈的语气 有些欲言又止 好 你先上茶 韩国伟放下笔 走出书房 待看到客厅里坐着的 打扮精致的中年女人时 身形莫得一顿 老韩 好久不见 蒋蔓扯着嘴角笑了笑 尽量显得温柔一点 他跟老韩上次见面 还是两年前了 那会是另外一个司令家有喜事 他去敷衍遇上的 你来干什么 韩国伟黑着脸 语气十分冰冷 怎么 不欢迎我吗 蒋蔓手指拽紧 面上倒是显得风轻云淡 昨天出了那档子事 丈夫林栋梁伤透了他的心 但他不能像亲朋好友好友诉苦 心中实在是憋屈苦闷的厉害 不知不觉 他突然就想到了韩国伟 这人就是个木头庄子 从来不会说甜言蜜语 但做事倒挺靠谱 现在想来 他倒是宁愿有这么一个耿直的丈夫 至少他不会背着自己去偷吃 可惜当年是他犯了错 将这段美好的婚姻给毁灭了 虽然知道他对他没有好脸色 但他就是忍不住想过来同他说说话 蒋蔓苦涩一笑 时间过得真快 我好久没回来看看了 端着茶水出来的陈妈 听到这话 嘴角撇了撇 她是韩家的老人 当初蒋蔓抛夫妻子出轨的事情 她可是知道的一清二楚 那时候 韩司令原本是要将此事 闹得人尽皆知的 但被当时还在世的韩老爷子 给阻了下来 且不说这种事 对蒋家有什么影响 单单对韩家来说 就是奇耻大辱 毕竟谁也不愿被外人 当作笑话去看待 而且林芝还小 不能背上一个亲生母亲有污点的事迹 对于将来的沈不太好 韩司令当时又在职业上升期 也会有影响 所以 在蒋家那边连番道歉保证下 韩司令和蒋蔓 对外界表示 是因感情不合而离婚了 离婚后不久 蒋蔓就偷偷嫁给了林栋梁 很久后 大家才知道 虽然外界有所猜测 但事情过去那么久 其他人也就没那么好奇了 如果说因为这件事 都过去这么久了 或许还能释怀 但蒋蔓可是导致韩家小姑父一家悲剧的人 别说韩司令一家 就他一个帮庸都没法原谅 没想到 这人如此没皮没脸 竟然还找上门来叙旧 陈妈真想一口唾沫吐他脸上 但生生忍住了 不过接下来韩司令一句话 倒是让他心中舒坦极了 这里可不是你家 不是你想来就来的 韩国伟黑着脸 继续道 陈妈 麻烦去厨房将烧火棍拿来 将这个女人给赶出去 烧火棍 平常除了家柴火 就是用来打四处乱窜的野猫野狗这些的 韩国伟 这是直接将蒋蔓比喻成狗了 听到这话 蒋蔓脸色一惊 老韩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明明之前他都不会这样的 最多无视他 韩国伟看都不看他一眼 直接转过了身 他这人本来就话少 遇到憎恨的人更不想开口 陈妈听了命令 直接麻溜的跑去厨房 嗖的一下就窜了出来 拿着烧火棍对着蒋蔓 就是一顿乱打 嘴里嚷嚷道 哪里来的野猫野狗 白日发春 来司令家撒野 真是不知所谓 陈妈在市井中长大 嘴皮子很是厉害 骂起人来那更是不饶人 虽然他一句都没说蒋蔓的不是 但句句都在戳心眼 蒋蔓被打得连连后退 脸上更是燥热的慌 最后只能落荒而逃 差点连鞋子都掉了一只 这场面 直接让韩国伟看得呆愣住了 他倒是没想到 一向和蔼可亲的陈妈 竟然有这么彪悍的一面 等人走了 陈妈才气喘吁吁的 将烧火棍送回厨房 看到韩司令处在客厅 他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 韩司令 没吓到您吧 韩国伟摇头 没有 你做得很好 以后也这样 那就好 陈妈点点头 心里有点发虚 他还以为吓着司令了 哎 要是韩家能有个女主人就好了 这样 蒋蔓就不会惦记自家司令了 第280章 和小叔谈合作事宜 第280章和小叔谈合作事宜办公室里 苗英杰煮了一壶好茶 端起一杯递给女扮男装的苗娇娇 来 小土同志 请喝茶 前几天 两人第一次见面 有交流过 这两天 苗英杰终于跟上头沟通好最终方案 今天才约他过来谈谈 谢谢苗主任 苗娇娇压低嗓子 笑着接过去 不客气 苗英杰笑眯眯看着他 是这样的 你之前说盈利分成的事情 你先出个价吧 先听听对方的想法 如果价格高了 再往下压 苗娇娇直接开门见山道 之前我给您的东西 一个是成品可以直接卖 一个是产品配方 像吃食 零食 女性用品等 这种成品 我直接放您负责的百货大楼卖 利润我7 您3 百货大楼也有人工成本和其他的 这个分成他提出来 算是比较合适的 另外 产品配方的话 当时成品也有展示给您看 不过您这边生产之前 肯定也需要再测试一下 后期又需要您这边生产东西 消耗人工精力比较大 所以在利润方面我一 您九就好 他空间之前 收集过一座图书馆的书籍啥的 里面正好就有 日用品精细化工配方等书籍 这次配方产品 也是他用意念在这些书籍精挑细选 符合这个年代的 不用担心会露线 听完这些 苗英杰微微愣了愣 他还以为 这人会狮子大开口 没想到这么好说话 这两个分成都在他预期之中 甚至有些偏低了 您想好了吗 苗英杰不敢确定道 苗娇娇点头 嗯 您跟娇娇是亲戚 看在他面子上 我才给您这个价 做生意嘛 有舍就有得 更何况 跟小叔打好关系了 也方便以后谈其他的交易 哦 是这样啊 苗英杰点头 看来娇娇是他的小福星 不过 我有件事需要跟您说一声 苗娇娇道 苗英杰 你说 苗娇娇 你也懂生意人 一般都是到处跑的 今时的生意 我打算拜托娇娇帮我看着 往后你有什么事情都跟他说就行 他会及时转达给我 至于利润分成一年结一次就行 这是苗娇娇想好的借口 这样就避免接触 应该不会传帮 苗英杰眼底闪过惊讶 我小侄女性格单纯善良 她可能不太懂这些 您跟她谈过了吗 娇娇还是个小姑娘 也没经历过生意场面 万一出了差错 也不太好 土哥 苗娇娇 微微一笑 说过了的 她答应了 您也是多虑了 娇娇很聪明 也很可靠 我很放心她 这苗英杰看了看她 有些预言又知道 冒昧问一句 您该不会对我家娇娇 有啥想法吧 这么大的生意 说交代就交代 一般人可做不出来 这人看起来年纪轻轻 比娇娇也大不了几岁 在讨论娇娇时 她不仅满脸笑意 又是熟人的不行 这些言语动作 由不得她这个 做叔叔的乱想 噗 苗娇娇正喝着茶呢 听着这话 一口茶水 全部都喷了出去 嗨嗨 自家叔叔脑袋里 到底在想啥啊 这误会可真是大了 苗娇娇擦了一口水 连忙摆摆手 您误会了 我一直把娇娇 当做妹妹来看 绝对没有其他心思 抱歉 是我想多了 苗英杰嘴角微勾 看着她 继续道 你应该知道 娇娇有对象了吧 他们感情很好 快要定亲了 两家人都很支持 这个话是在敲打小土同志 多的心思不要想 苗娇娇 哪里会听不懂她的意思 果然是做生意的大楼 真是敏感 苗娇娇扯着嘴角笑了笑 嗯 我知道的 我衷心祝福他们 自己跟林芝的感情 当然会祝福了 那就好 看对方的表情 不似作假 苗英杰终于放下心来 自家侄女美貌如仙 有点小心思 也是正常的 不过这小伙子 还挺挺实声爽快 她倒是越看越喜欢 那咱们说说 接下来的事情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聊天 关于交易的具体事宜 都沟通好了 土哥 苗娇娇 准备一周后 准备好成品 放到四合院 到时会通知苗英杰 安排人去拉货 后续关于货品交易 和其他问题 直接让小叔 联络好友苗娇娇 本人就行 两人又签了一份 利润分成协议合同 带了大拇指印章 正式开始了合作 等苗娇娇出了办公室 躲在一旁的王副经理 就笑眯眯走了过来 请问您是土哥吧 久仰大名啊 我是王东王副经理 我这边有些事情 想跟您谈谈 不知道方不方便 哦 什么事 苗娇娇假装好奇 王副经理 去我办公室吧 您跟我来 办公室里 王副经理花了十分钟 解释了一下 苗娇娇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有些好笑的 所以 你的意思是 可以给我更多的钱 让我跟苗主任毁约 是不是回我名声吗 王副经理看他这样 还以为给的好处不多 他联邦保证道 您放心 不会涉及到您 我这边已经跟一个领导沟通好了的 只要你跟苗娇杰那边毁约 赔偿我帮您出 但您的货源得都卖给我 我这边会给您一个更好的价格 谁都不会跟钱过不去吧 他相信 这人一定会答应的 只要他耐把这人给拽到手 何愁不能上升到主任那个职位 到时候 什么都好解决 然而对方 却直接冷冰冰拒绝了 算了吧 跟你这种背地里使手段的人来往 哪天被捅了一刀都不知道 我这人做事最讲究诚信 我已经跟苗主任签了合同 就只会跟他交易 你就别打什么歪主意了 说着 他就直接转身离开 王副主任被吃得满脸干红 呆呆愣住原地 回家以后 苗娇娇连忙给小叔打了一个电话 说了一下刚才的事情 苗英杰听后 脸色一阵暗沉 当天晚上 他就跟对接上司说明一切 安排人去调查相关情况 第二天下午 就把王副主任和另外一个领导 给揪了出来 立马急了职 王副主任是怎么都想不到 就因为他一个私心 而葬送了所有前途 傍晚 林云云放学回家 蒋蔓招呼他来餐桌上吃饭 林云问 妈 这这两天 怎么不见苗书玉啊 他不在咱们家了吗 第二百八十一章 苗书玉死在地下室 第二百八十一章 苗书玉死在地下室 蒋蔓脸色一顿 声音尖锐道 问他干什么 谁知道死乃去了 林云云皱了皱眉 总感觉哪里有点不太对劲 之前自己老妈 对苗书玉可是很好的 哪里会是这种 无所谓的态度 那什么时候 送他回老家 林云云又问 蒋蔓抿了抿嘴 等他脸上好的差不多了 去医院拆了 现在说 面部缝合手术 都那么久了 其实已经到了 拆线的时间了 但他才不会那么好心 送那个贱人去医院呢 他打算先折磨 苗书玉一段时间 以解心头之恨 至于后续对方的去留 他跟老林沟通过 要么送回老家 要么安排 嫁给名声不好的人 不管是哪一个方法 对于已经毁容失身的女人来说 都是可怕的 他们也不担心 苗书玉去公安局报案 什么证据都没有 空口说大话吗 再说 苗书玉未婚就失去真结 他们完全可以反咬一口 说他在外面乱搞才这样的 这样想着 蒋蔓心里头才畅快许多 这几天 他也不太愿搭理林栋梁 有时候对方刻意是好他也不想理会 但总归夫妻一场 错主要在苗书玉这个白眼狼 他也只能自我安慰 慢慢放下了 蒋蔓看着女儿有点疑惑的脸 补充道 你好好学习 别的事情不要乱问乱想 哦 反正赶紧送他走最好 林芸芸低头八犯 也没在想 与此同时 京市郊区 荒郊野外 两个身影躲在一处山洞里 正说着什么 黑色身影 最近我发现有人跟踪我 今天我好不容易甩开对方才来见你 这句话 他是用英语说出来的 大号是个中年外国男子 他用着标准的英语回应道 可怜的家伙 我知道了 我会安排人去调查的 是谁跟踪你的 哦对了 据可靠消息 韩国伟在年底大选中 很有可能会选举成为部长 什么 黑色身影脸色一紧 这人很难对付 他要是真选拔上了 到时候对咱们接下海外的计划不利 大号 是的 现在是七月份中旬 还有五个月时间到年底 时间紧急 你得抓紧一切机会 破坏他的生殖之路 最好是能抓住他什么把柄 行 我明白了 黑色身影点头 又道 最近不要见面了 我担心还会有人跟着我 好 大号 我也会尽快调查的 当晚 邻家地下室里 蒋曼左手拿着没有灯 右手拿着一个粗馍馍 往地上一扔 抬起鼻孔 好像是赏赐一般道 吃吧 话音刚落 一个棚头垢面 浑身脏兮兮的女孩就跑了过来 他飞快地捡起地上的磨磨 大口大口往嘴里送 就算噎着了 也是瞪大眼睛 极力地吞咽下去 这人是苗书裕 几天前 他还在蒋曼面前 耀武扬威 而现在 却犹如一条流浪狗一样 跪在地上吃食 苗书裕 已经被蒋曼关在地下室里 整整三天了 这几天里 蒋曼只给他送过一次食物和水 今天是第二次 因为饿得前胸贴后背 没力气哭闹了 所以 就连林芸芸也不知道 他被关在这里 蒋曼这几天都是大半夜过来 然后用棍子狠狠地抽他 苗书裕每次都被打得遍体鳞伤 哀嚎不已 他有想过反抗的 但他身子弱 脸上的伤口还未完全好 完全就不是蒋曼的对手 被抓住了 反而打得更厉害 吃完了吗 蒋曼坐在一边的藤椅上 手里拿着一根棍子 在地上敲了敲 冷声道 吃完就滚过来 苗书裕缩了缩脖子 眼底露出害怕的神色 我的伤还没好 放过我一回吧 别废话 不要让我说第二次 蒋曼狠狠瞪他 这个贱丫头 毁了他的家庭 他如何能平复 苗书裕咬着唇 缓缓地起身走过去 他知道 这一顿毒打 又是免不了 碰 棍子劈头盖脸地打过来 打在他肩膀上 一下子就出了一道红色痕迹 苗书裕闷哼一声 眼底又泛起了泪花 碰碰碰 更多的棍子又砸了下来 肩膀上 背部 胸前 背部 大腿 哪哪都疼 苗书裕被打得贪坐在地上 疼得伏地痛哭 呜呜他这辈子 都没这么屈辱过 真是悔不当初啊 他为什么就那么傻 会听信那个老东西的话 搞得现在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哎呀 他好恨 最后 苗书裕被打得疼晕了过去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苗书裕 是被身边的动静给弄醒的 大半夜的 地下室也没灯 他完全看不清对方的面容 只感觉有一只大手在塌 苗书裕声音又哑又惊道 你是谁 给我滚开 书裕 是我呀 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 苗书裕浑身一致 瞪大眼睛道 是你 林栋梁 你这个老东西 呵呵几天不见 你怎么说话这么粗鲁了 林栋梁在他耳边轻轻说着 随后勾起邪恶的嘴角 给我滚开 苗书裕急得大哭 拼命想躲 但最终还是呗 明天我会告诉蒋慢的 苗书裕将衣服穿好 缓缓爬起身 他眼里泛着血泪 咬牙切齿道 你这个恶心的败类 他肯定不会原谅你的 哈哈 那你得有命活到明天啊 林栋梁阴森森的笑着 这声音是苗书裕 从未听到过的 癫狂与冷酷 一瞬间 苗书裕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 你你想干什么 林栋梁直勾勾看着他 勾唇一笑 马上你就知道了 碰 安静的地下室 突然响起棍子狠狠砸脑袋的声音 接着 有个人影扑通一下 后脑勺摔倒在地 摔倒的地方 正好有颗长钉 此 长钉入脑 那人再也没有醒过来 第二天晚上 蒋慢拿着煤油灯 打开地下室的门 刚进门 他就闻到一股血腥味 他心里陡然一跳 拿着煤油灯 缓缓走上前 就看见苗书裕 不省人事的躺在地上 而他的脑袋底下 流了一大滩的血迹 瞳孔猛的一缩 啊 蒋慢刚想大喊 身后突然有只手 捂住了他的嘴 他转身 看到来人 直接瘫软在他怀里 老黎 老黎 苗书裕死了 我杀人了 第二百八十二章 想办法抓韩国伟把柄 第二百八十二章 想办法抓韩国伟 把柄漆黑的地下室 地上的煤油灯 闪烁着昏暗的灯光 林栋梁半边脸 引在黑暗里 很是淡定道 你别急 我去看看 说不定他 只是昏迷过去 蒋慢看着他走向前 蹲下身去探地上 那人的鼻息 忍不住问道 怎么样 老黎 他他是不是死了 林栋梁沉默半刻 点头 没呼吸了 蒋慢彻底贪软在地上 满脸绝望摇头道 不他怎么会死 昨晚我离开的时候 明明还好好的 林栋梁转头看他 估计是你打得太急了 他摔倒后 脑袋碰到了什么吧 你走的时候 也没注意到 老黎 那我该怎么办 蒋慢浑身颤抖望向他 泪流不止 我没想过他死的呀 我该怎么办 林栋梁眼眸微闪 叹息一声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 苗书遇在咱们家 要是突然不见了 其他人肯定会怀疑的 你也是真是的 我让你看着点 你非得下手这么狠 我真不是故意的 蒋慢哭得双眼发肿 我就是打了他几棍而已 什么都没做呀 他几步爬起到他身边 扯着林栋梁的袖子哭泣道 老黎 你这么聪明 快想想办法 我好害怕呀 哀林栋梁叹气一声 将他揽入怀里 别怕 我不是在的吗 你是我妻子 我也不忍心看到你这样 但这是难罢 毕竟有人死了 林栋梁低垂眼眸 你想坐牢吗 坐牢 蒋慢瞳孔猛缩 连忙摇头 不不不 我不能坐牢 我要是坐牢了 那云云怎么办 林蒋两家怎么办 他怎么能坐牢呢 他绝对不会去坐牢的 一旦坐牢了 这个污点将会永远存在 也会影响到家族民生的 你想想办法吧 只要不坐牢 让我做什么 我都答应 蒋慢仰望着他 整张脸苍白的毫无血色 就算让他原谅他的不忠也行 他什么都不在乎了 让我想想 林栋梁拧着梅沉思了会 半想到 要不咱们去跟上头说明情况 就说 是你不小心失手打死了描书欲 到时候 用林蒋两家 对上头做的贡献 作为筹码 将功抵过 或许你可以逃过一劫 但如果这样 那咱们两家可能 说到这 林栋梁脸色暗沉下来 蒋慢也明白了 他话里的意思 如果真用这一招 那就是邪恩图报 上头肯定会失望的 往后 林蒋两家不会得到重用 在今世的地位会一落千丈 一切都得重新来 但蒋慢已经过惯了 令人恭维太太般的生活 根本就无法想象那番窘境 还有其他办法吗 他流着泪摇头道 我不能为了自己 让林蒋两家陷入危机啊 听此 林栋梁面上暗淡 心里却是冷笑几声 这话说的冠冕堂皇的 还不是不想放弃富足生活 但正好如了他的意 还有一个办法 但我觉得你估计不会答应 林栋梁一脸纠结 欲言又止道 什么办法 蒋慢现在脑袋都急成胡僵了 哪里还想那么多 你先说说看 说不定我会答应的呢 为了不坐牢 为了家族荣誉 有其他办法 他肯定会答应 林栋梁抿了名嘴 现在韩家势力越发厉害 如果韩司令能帮忙 你肯定不会有事 不韩国伟一向刚正不阿 他绝对不会包庇的 蒋慢擦了一把眼泪 连番摇头 再说了 他那么恨我 怎么可能会帮我 那要是我有办法让他屈服呢 林栋梁看着他 开口道 你愿意去做吗 什么意思 蒋慢呆愣住 林栋梁 如果你能抓住韩国伟的把柄 那他就不得不听从 你的意愿去做事 蒋慢满脸为难 可是韩家根本不欢迎我 我也没法靠近他 前几天他在韩家 被帮拥用烧火棍给赶了出来 简直是太丢脸了 林栋梁 我听说八月份初 苗家会给苗娇娇举行生日宴会 到时候会宣布 苗娇娇跟韩灵芝订婚的事 你作为韩灵芝的亲生母亲 应该有权利去韩家商讨儿子订婚的事情吧 蒋慢一惊 什么 这件事 我怎么不清楚 林栋梁 我有个朋友在京市大酒店里工作 你是知道的 我也是前两天刚从他那听说 还没来得及跟你说 京市大酒店是京市最大的酒店 来往的人群都是大有来头 同时 一般国外来的贵客 也会被安排住在里面 作为被劳领导亲店 唯一接待外国大人物的大酒店 里面的装修风格和美食 都吸取了不同国家的特色 非常丰富多彩 能在这里举办宴会 必定有非常足够的实力才行 苗家也是花费了很多关系和财力 才定下来的 有寒家的支持 这中间的阻力少了许多 苗家还邀请了各大知名报社去参加 想让娇娇彻底在整个京市圈出名 为的就是让大家知道 他们苗家出了一个优秀的女孩 也是向大众说明 他们苗家很欢迎重视娇娇的回归 大酒店是虚构的 七十年代不知道有没有 没查到 可是 蒋曼还是有点迟疑 就算灵芝要订婚了 她也没法做些什么 讨厌苗娇娇是真的 但若儿子真的喜欢 她也阻挡不了 更何况 还抓住韩国伟的把柄 真的太难了 只是包不住火 描述于死的真相的 肯定会被人查到的 林栋梁先是刺激她一下 随后提醒道 抓住把柄 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只要你想 只要我想 蒋曼嘴里念叨着 却突然卡住了 一瞬间 脑海里突然就起了一个邪恶的念头 她抬头看向面前的林栋梁 惨白的嘴唇 一张一合道 老林 如果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 你会原谅我吗 当然会原谅你 你不也原谅我了吗 林栋梁眼底 闪烁着不知名的光芒 微微勾起嘴角 你想做什么就做吧 我绝对会支持你的 第283章 苗娇叫你知道书彧不见了吗 第283章 苗娇叫你知道书彧不见了吗 一日上午 一则消息 在京市快速传播 据说苗家原先报错的 那个叫苗书彧的女孩 之前因为使坏毁容疯掉了 后来被林家送去疗养院 调理一段时间 重新接回了林家 担心他的疯病 林家只能把他关到地下室 好生照顾 但没想到 昨晚苗书彧发疯 用石块砸了锁 直接跑了出去 临走前 他一把火将地下室烧得一干二净 幸亏林家主林栋梁 半夜起策发现了 要不然林家都有可能被烧毁 今天一大早 林栋梁跟蒋曼 就去公安局报案了 他们担心苗书彧会伤人 恳求公安同志帮忙找人 这消息一出 很多人都哗然 所有人都在骂这苗书彧 也太不知好歹了 竟然对待恩人如此狠心 要是他们才不会去找人 直接让苗书彧 在外面自生自灭就好了 林家大宅 蒋曼满脸愁容 送走调查的公安同志 等人一走 他脸色一洗 转身看向沙发上 看报纸的林栋梁 老林 咱们把苗书彧的尸体都烧干净了 刚才公安同志也没查出来 到时候 他们肯定也找不到苗书彧 过段时间 就差不多消停了 那我是不是就 不用去接近韩国伟了 林栋梁翻报纸的手一顿 抬眸淡淡道 你以为就那么简单 不是我是觉得 蒋曼对视他的视线 想说的话突然卡壳了 不知为何 他心里有点发出 从昨晚开始 一切好像有点不同了 看到他脸色有些僵硬 林栋梁的声音温柔了一些 我不是在呵斥你 你别放在心上 恩蒋曼滴着头 胸腔闷闷的 林栋梁看了他一眼 耐心解释道 虽然关于苗书彧逃跑的消息 已经传出去了 一时半会 也不会有人怀疑我们 但你以为 苗家会就此罢休吗 苗书彧做了那么多 对苗娇娇不好的事情 他们本来就想将苗书彧绳之以法 估计他们还以为 我们是故意放出消息 好让苗书彧开脱呢 说到这 林栋梁停顿了两秒 继续道 而且 最近我发现有人跟踪我 很有可能是苗家安排的人 他们肯定会追查此事 万一查到什么就惨了 所以为了以防万一 你必须要抓到韩国伟的把柄 这样以后 在真正出了事的时候 他才能救你一把 蒋曼心里原本就发虚 被他这样一说 面带苦涩道 嗯 我晓得了 林栋梁叹气一声 我也是为了你好 希望你没有任何事情 距离苗娇娇生日宴会 差不多还有一个月时间 我建议你 尽快去做好这件事 早点解决心头之患 至于蒋曼到底要怎么做 他就不管了 一个女人 抓住寡居的男人把柄 还能用什么办法 该懂的都懂 蒋曼这人也没什么脑子 一听这番真情实义的话语 立马就心软了 我知道了 谢谢你啊 老林 如果不是林栋梁陪着他 他估计早就慌了阵脚了 没事 咱们是夫妻吗 跟我谢这个干什么 林栋梁笑着看向他 反正你就放心去做吧 我会帮你善后的 善后 蒋曼听着他这个词 总有点怪怪的 但他也没多想 他现在心里还是糟糕的不行 毕竟死了一个人 心情没那么快平复 只能靠时间消磨 与此同时 文工团 食堂里 吃午餐时分 有几人就今天上午传出的消息 正在小声议论着 这苗书彧之前在文工团 也是待了快四年 很多人都熟悉 自然免不了被议论一番 唉 那苗书彧也真是薄情寡义 竟然想一把火烧死林家所有人呢 可不是 他原本性格就不太好 之前不是也想伤害苗娇娇吗 话音刚落 旁边就传来一个呵斥声 乱说什么呢 不知道就别乱说 陈其满脸战红的站起身 怒目而赤着 他根本就不相信苗书彧会放火烧人 前几天他还接到苗书彧电话 对方让他过几天就去疗养院看网的 怎么一转眼 书彧就从疗养院回了林家 也没提前通知他 而且之前 书彧在电话里有说 状态好些了 为何会突然发疯呢 这其中必然有蹊跷 唉 陈其 你生气啥啊 之前演出那天 苗书彧使坏被人告发 也没见你出头啊 有人不懈地撇了撇嘴 就是 我们就讨论几句而已 你吼啥吼啊 其他人附和着 之前他不是喜欢跟在苗书彧屁股后面跑的吗 现在人都不在了 还装什么装 另有人吃笑一声 听到这些 陈其整张脸 一阵清一阵白 直接被气得眼眶泛泪 你你们 你们实在太可恶了 原先苗书彧还是苗家千金的时候 这些人可是最喜欢鳄鱼凤城上赶着的 没想到 一朝落难 大家就完全换了另外一副嘴脸 几人正僵持着 就听到有人小声嘀咕一声 苗娇娇来了 快散 不远处 苗娇娇 孟宝宝 琴草 林依乐笑着走进食堂 其他人见此 连忙纷纷散开 不敢再之一声 自从上次六月中旬 去部队演出发生了意外 以苗书彧毁容 陆林坐牢为结束后 文工团所有人看到苗娇娇都静而远之 这人之前赶在食堂光明正大 暴打苗书彧 后来又在这件事里全身而退 可想而知 她的性子有多暴力 背景有多深 再者 苗娇娇跳舞唱歌都很厉害 破得团里几位老师的喜欢 现在她在文工团风头正盛 谁都不敢轻易招惹 谁还敢说她的闲话 孟宝宝 娇娇小草 你们坐着呗 我去跟一乐去打菜 他们四个人 每天都是轮流凉凉打菜 今天轮到他们了 苗娇娇 秦草点头 嗯 好的 一旁的陈琪还没走开 看到这一幕 她鼓起勇气走上前道 苗娇娇 你知道苗书彧的事情吗 嗯 苗娇娇抬眸看她 冷声 你有什么事 陈琪眸光暗淡 书彧不见了 我感觉有点奇怪 嗯 苗娇娇微微一愣 他们好像不熟吧 有必要讨论这些吗 第284章 蒋慢向韩国伟献殷勤情 第284章 蒋慢向韩国伟献殷勤情 然而下一秒 陈琪的话语继续传来 不知道你这段时间 有没有见过书彧呢 书彧再惊世 也没地方可去 这人欲言又止的话语中 好像在试探 是不是苗家把苗书彧给抓了 苗娇娇眸光泛冷 苗书彧去哪了 我怎么知道 我们家也不欢迎她 陈琪脸色一僵 有些着急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心里有点担心 她总感觉有点不对劲 可又不知道向谁诉说 所以才 这回 孟宝宝跟林依乐 也打饭回来了 看到这一幕 孟宝宝还以为陈琪想欺负苗娇 立马护着道 陈琪你干嘛啊 苗书彧不见了关娇娇什么事 你别有事找事 抱歉 是我乱想了 陈琪满脸战红 只好离开 苗娇娇看着她背影 挑了挑眉 等傍晚回家后 她就跟大哥说了一下这个情况 苗书朗在中午 就收到手下那边传来的消息 知道苗书彧失踪的事情 跟林栋梁预料的一样 苗书朗觉得 苗书彧消失有点问题 苗书彧原本是要被遣送回老家的 但被林家给保了下来 目前她在京市举目无情 如果真从林家逃跑出去 也没其他地方可去 毕竟这年头 去哪里都得介绍信的 所以 苗书朗很怀疑 林家故意来这一出 为的就是让苗家 不要继续在盯着林家那边 放心 我已经安排下去 多增加人手 在京市找寻苗书彧 苗书朗眼底闪过一丝坚定 这个定时炸弹 是该清除了 这次只要找到人 他就秘密处理掉 也不会有人发现 苗娇娇点头 好 大哥 那你有什么情况 及时跟我说 他理解大哥的意思 也没反对对方的做法 苗书于这种死不悔改的恶劣性子 做死蹦的好几次 早就该解决了 另外一边 韩家大宅 蒋慢胳膊上挽着个篮子 穿着得体精致的衣服 缓缓走进院子 正在院子里扫地的帮拥 陈妈一看到她 连忙上前拦道 林太太 韩司令不在家 您请回吧 陈妈一脸鄙夷地看着她 这人也真是厚脸皮 上次被打得落荒而逃 没想到又自讨没趣地过来了 也真不害臊 都嫁做人妇了 还整天往其他男子家里钻 若不是顾及林志大少的名声 他还真想往外说一说 哼 蒋慢将他脸上的神色一览无余 鼻孔哼了一声 他不在家 我就等着 林志过段时间 就要跟苗家定亲了 我这个当妈的 有必要了解一下 这老东西 早晚有一天 他一定要撵出去 听到这话 陈妈知道是拦不住了 那您先等会 我得去通报一声 蒋慢嘴角撇了撇 果然是在家 糊弄人呢 他傲慢地摆摆手 没事 老韩不会介意的 说着 他就静止走进客厅 陈妈愣了愣 想追上去 脚步还是停下了 毕竟这人是林志的母亲 关于孩子的事情 他确实不好插手 老韩 我来了 蒋慢笑眯眯 对着坐在客厅 看报纸的韩国伟 打了一声招呼 一听到这声音 心情还算愉悦的韩国伟 脸色立马暗沉下来 谁允许你进来的 给我滚出去 别生气 我说几句就走 蒋慢厚着脸皮 将篮子里的几盘菜 给端了出来 放在桌子上 我隔壁新来一个邻居 他的厨艺很厉害 我特意请教他 做了几道菜 给你送过来 年轻大会 韩国伟虽不爱说话 但对食物情有独钟 每次吃到好吃的 都停不下来 蒋慢很少下厨 厨艺自然是一般般 他今天特意去了市集买了菜 然后让家里帮佣帮忙 做了几道好菜 急匆匆地送过来 蒋慢是精心策划一番的 他知道韩国伟不待见他 只能从其他地方下手 你吃一点吧 我跟你说下灵芝的事情 蒋慢的声音很是轻柔 但在韩国伟听来 却是极度恶心 滚 别让我说第二遍 无视献殷勤 非奸即盗 虽说不知道 这人在打什么歪主意 但少接触是最好的 蒋慢被骂了两次滚 极力克制的表情 终于有些忍不住了 老汉 你干什么这么绝情啊 咱们好歹夫妻一场 你就这样对我的 你算个什么东西 我用得着给你好脸色吗 韩国伟不耐烦地站起身 直接上前 将桌上的菜盘子 猛挥到地上 噼里啪啦 盘子碎了一地 吓得蒋慢往后退了几步 韩国伟黑着脸瞪着他 你要是再不走 我就不客气了 若不是他不打女人 老早就想动手了 我走 我走 蒋慢憋屈地捡起篮子 一瞬六就跑远了 在院子观察动静的陈妈见此 差点仰头大笑 韩司令果真好样的 真是解气 韩国伟吩咐道 陈妈 以后注意点 没我的吩咐 这人不许再放进来 陈妈一愣 韩司令 那他要是找理由 韩国伟 什么理由都不行 得嘞 我知道了 陈妈像是打了鸡血一样 立马兴奋起来 接下来一段时间 蒋慢又尝试过来几次 但每次都被拿着扫把的陈妈 得赶走了 蒋慢自持身份高 不跟这种粗鲁的人对骂 但每次这样被乱糟糟地赶出去 心里头还是很气愤 蒋慢只好跟林栋梁诉苦 那个陈妈就是一条看门狗 逮着人就咬 烦死了 老林 怎么办 一个月都过去一半了 我还是一点进度都没有 林栋梁嘴角微笑安抚道 没事 别操之过急 不然韩国伟得怀疑你了 可是我实在是等不了了 蒋慢满脸着急 自从苗书彧死了以后 这些天他没有一天睡过好觉 每次闭上眼睛 就会梦到苗书彧倒在血泊中的场景 害怕 愧疚 痛苦的情绪总是突然蔓延在心头 让他窒息到不行 如果不能快点解决这个问题 他真担心有一天会疯掉 林栋梁拍了拍他的手 放心吧 我托人调查了一下那个陈妈的绅士 听说他女儿前段时间刚生了孩子 估计他会过去看望几天 到时候你的机会就来了 第285章 给韩国伟做饭发现异样 第285章 给韩国伟做饭发现异样 真的 蒋慢面色一喜 随后突然想到了什么 有些犹豫到 老林你真的不介意吗 要抓住韩国伟的把柄 只能用肮脏的手段 这是唯一一个最快捷最保险的方法 林栋梁是他的丈夫 如果他被纳了 他不可能不在意的吧 一瞬间 蒋慢的眼神充满了复杂与愧疚 对不起了 老林 他真的是走投无路 没办法才这样的 乱想什么呢 林栋梁温柔的将他揽入怀里 轻声道 之前我跟苗书彧伤害了你 你都原谅我了 我怎么会嫌弃你呢 再说了 你跟我在一起之前 跟韩国伟就是夫妻 你的身体 也只有我们两人碰过 我怎么会在意 被林栋梁这样一安慰 蒋慢心情好了许多 嗯 我知道了 谢谢你老林 没有你在我身边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呵呵 林栋梁头靠在他肩膀上 眼底慢慢勾起一抹薄凉笑意 我也谢谢你啊 三天后 一大早 吃早餐十分 陈妈向韩国伟告了两天假 说是要去承熙 看望一下刚生辰的女儿 韩国伟欣然允许 并送了他一些家里的营养品 一并带过去 临走前 陈妈开口道 我有拜托我家隔壁的妹子 这两天 她会过来点铃做饭 您放心 她的厨艺很不错 行 我知道的了 韩国伟毫不在意的点头 她相信陈妈的人品 对方推荐的人肯定不错 等人一走 安排人在附近蹲守的蒋曼 就收到了消息 她连忙要帮拥做了两道菜 精心打扮了一番 这才慢悠悠的去了韩家那边 然而 她刚到部队大院的港厅门口 就被警卫给拦住了 这位女士 请问您是去哪家 连长的警卫员 其实是在明知顾问 前几次她没有拦蒋曼 是因为认出了对方的身份 不好说什么 但后来韩司令家的陈妈 有来过一次 让她以后不要放蒋曼进来 虽然对方并未到明什么原因 但她也认真遵守 毕竟是司令家的命令 今天陈妈离开前 又再次提醒了一次 她不得不重视 看着警卫员一脸严肃的脸 蒋曼面带不爽道 怎么 我是谁你不认识吗 你竟然敢拦我的路 警卫员板着脸 一副老油条回应道 现在咱们大院来往人员 检查得很严格 您不住在这儿 我不敢放您进去的 您要去哪家给我说 我在警务庭给对方家里打个电话 确认没问题才能放行 我是韩司令的前妻 我是去我儿子家 用得着通报吗 蒋曼一脸不耐烦 你别在这磨蹭 免得耽误 我跟韩司令谈事情 警卫员摇头拒绝 抱歉 我不能放您进去 除非现在给韩司令家打电话说明 你 你简直不可理喻 蒋曼气得满脸通红 她好不容易才等到这么一个机会 可不能放弃 两人正僵持着 门口又走过来一个人 对方礼貌性问道 您好 请问韩司令家住这儿吗 女子看起来三十多岁 面容娇好 一头青丝扎在脑后 穿着干净整洁的衣服 看起来很是平易近人 你是谁 蒋曼双手抱胸 居高临下问道 这人很陌生 不是韩家的亲戚 往往先是看了蒋曼一眼 随后才回应道 今天陈妈休息了 我是陈妈介绍过来的 帮厨王女士 给司令做饭的 请进 陈妈跟我说过的 警卫员连忙道 听此 蒋曼眼珠子一转 立马接话道 哦 那正好 我来之前跟司令通了电话的 他让我带了他最爱吃的菜品 咱们一起进去吧 说着 他就晚上往往的胳膊 就要往里走 哎 你不能进警卫员刚想阻止 就被蒋曼的声音给呵斥住了 干什么 韩司令等着吃饭呢 要是他饿着了 有你好看的 这一听到这话 警卫员面露苦恼 有些犹豫 蒋曼趁机拉着往往 就往前快步走 走吧 赶时间 两人刚走一会 王婉淡然的将手抽了出来 不好意思 我不太习惯被人挽着 麻烦你给带路吧 蒋曼翻了个白眼 算了 不跟他置气 一个烧火的厨娘而已 他的计划最重要 到了韩家大宅门口 王婉刚踏进院子 就被蒋曼又拉住了手腕 你去跟韩司令打声招呼 再来厨房做饭吧 我直接去厨房准备一下 还有 我来的事情 你不要告诉他 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听到了没 王婉微微一愣 他听陈妈说过 韩司令离异很多年了 一直没有再婚 曾经也有人介绍 或者故意上门嗜好 但都被韩司令给拒绝了 他不认识蒋曼 自然不知道 这人是陈妈嘴里念叨烦了的 韩司令的前妻 在王婉心里 他以为对方也是那群嗜好中的一位 反正他只是过来做饭的 别的闲事也不管 嗯 淡淡地回应一声后 王婉就朝客厅走去 哼 算你识相 蒋曼哼了一声 手里提着篮子去了厨房 客厅里 韩国伟政低头用钢笔在报纸上画着圈圈 然后记录在笔记本上 听到王婉的来意 他轻轻抬头看了一眼 随后低头继续工作 轻声呛了一声 麻烦了 王婉也没多留 静止去了厨房 蒋曼坐在凳子上看到他回来 眼皮子一抬道 我来之前就做了两道菜 你稍微热一热 再做一道菜就差不多了 司令爱吃辣 记得多放点 行 王婉也不想跟他过多口舌 手脚麻利的 先把饭给煮上 随后再做其他的 蒋曼盯着他的一举一动 眼睁睁看着他将加了料的菜 放在锅里翻炒了几下 终于满意地勾起了唇盼 原本他还担心 该如何处理这一切呢 没想到 背锅的自动送上门来了 分钟后 饭菜被王婉端进了客厅 蒋曼没有跟着去 他要是去了 那韩国伟肯定不会吃 看着转身回来的王婉 蒋曼笑呵呵地看着他 行了 你可以回去了 晚快我待会收拾 晚上你也不用来了 我会照顾好司令的 王婉抬眸看了他一眼 这人跟刚才那副高冷傲慢的语气 完全不一样了 心里头突然有一丝怪异 他假装回应一声 好 说完离开了韩家大宅 等了五分钟后 又重新反了回来 第286章 想跟你破镜重园 第286章 想跟你破镜重园客厅里 傲慢女子捂住肚子 倒在地上不停地哀忧叫唤 旁边韩司令满脸战红 怒默吃地站着 王婉刚折回来 就看到这一幕 他看了桌上的菜品一眼 发现有动过的痕迹 心里猛的一紧 王婉小心翼翼问出声 韩司令 您没事吧 之前他刚到港厅那边时 这傲慢女子就说了 给韩司令打过电话了 在对方挽着他胳膊进来时 警卫员最终也没来人 他猜到傲慢女子 跟韩司令是认识的 所以对方让他热菜 他也没过多问 但最终在给韩司令送菜时 他还是多嘴提了一句 有表明 今天做菜速度很快 因为有人帮忙 司令当时神情很淡定 表示知道了 他就没有过多好奇 没想到还是出事了 没事 谢谢你的提醒 韩国伟点了点头 其实在两人来的路上 门口港厅的警卫 就给他打过电话了 这段时间 蒋慢来了好几次 每次都被陈妈给赶走 但对方还总是 没皮没脸地跑过来 他老早就感觉不对劲了 所以他今天选择将计就计 装作不知情 就是想看看 蒋慢到底在预谋什么 随后 他用筷子 将菜给挑了一些 放到花盆里 做了不到五分钟 就看到蒋慢 大摇大摆地进了客厅 韩国伟故意低着头 想看看对方要干什么 哪知下一秒 突然就感觉一个身影扑过来 随之而来的还有一句 老韩对不住了 我也是身不由己 韩国伟哪里肯让这个女人近身 下意识提起一脚 就将这人给踹飞了出去 望着眼前哭唧唧的女人 韩国伟皱起了眉头 他转头对着王婉道 麻烦你先离开吧 我跟他有些事情需要聊聊 好的 那我晚上还过来给您做饭吗 还是 王婉知道不宜久留 但该询问的还是得问 不用了 韩国伟你明天上午来吧 我待会要出门 好的 那我先走了 王婉说完 就快步离去 等人一走 蒋曼才爬起来 眼泪哗哗地控诉着 呜呜老韩 你太狠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韩国伟满脸黑沉瞪着他 你还有脸问 你自己做了什么不清楚吗 这菜里 你是不是加了什么东西 呜呜没有 蒋曼哪里肯承认 一张脸哭的梨花带雨 我就是上前关心你而已 哪里曾想你竟然踹我一脚 你误会我了 他嘴上还在硬扛着 实际心里慌的一批 怎么回事 不是说三分钟就见笑的吗 这盘子里的菜 都吃了一小半了 为何没有作用 这可怎么办好啊 要是被韩国伟发现了 肯定饶不了他 下一秒 对方的声音就传来 这菜是你带过来的 有没有问题 我待会会让人去检查 还有 你无视我的命令 多次擅闯我家 此事我 必定会追究到底 一听这话 蒋曼彻底慌乱了 连声祈求 老韩 我错了 是我一时糊涂了 这事情要是传出去 那他的名声可就毁了 还不得 被那些太太给唾弃死 你就算不看在我的面子上 也得顾忌灵芝吧 他马上就要订婚了 要是被人知道 他的亲生母亲 做了不好的事情 其他人肯定会笑话的 听到这话 本来就脸黑的韩国伟 更是黑沉厉害 咬牙切齿道 若不是你是灵芝的母亲 你以为你 还能好好活到现在 蒋曼瞳孔一缩 害怕的嘴唇都在发抖 老韩 我错了 你就放过我这一回 韩国伟看着他 问道 你先告诉我 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用加了料的菜 来让他中招 再做出恶心的事情来 肯定想抓住他的把柄 他必须得查清楚 对方的动机 我我这是瞒不住了 他得圆谎 蒋曼眼珠子转了转 突然眼中又开始犯泪 因为我突然觉得 我对你还有感情 一时难以自禁 我只是一时冲动而已 真的没有其他想法 求原谅我 韩国伟冷着脸 失笑一声 和你以为我会信吗 你要是不说实话 那我现在就安排人 以擅闯司令家的名义 逮捕你 不 我说 蒋曼脸色轻一阵 白一阵 结结巴巴道 林栋梁 林栋梁 他在外面偷吃了 我不想跟他在一起了 所以我才把主意 打在你头上 到时候 可以跟你破镜重圆 听此 韩国伟 紧紧盯着他的脸部 打量一回 但想 他吐出一句话 滚吧 下次你再赶来我家 我直接会让人 打断你的腿 林栋订婚在即 不能将事情闹大 这个道理他 还是懂的 不过这件事 他隐约觉得 没有那么简单 他也会安排人 去调查一番 好 我马上走 我马上走 蒋曼飞快地爬起身 一瞬了就跑没影了 望着他慌望而去的背影 韩国伟打了一通电话 低声吩咐了一些事 另外一边 蒋曼一瘸一拐地回了家 老早就等着的林栋梁 看到他这样狼狈回来 眼底快速闪过一丝鄙夷 转瞬间 他就恢复成平常温柔神色 上前问道 小曼 你这怎么回事 是他打你了吗 呜呜 老林韩国伟踢了我一脚 疼死了 蒋曼一看到他 就扑到他怀里 委屈地哭起来 他什么都知道 就等着我上钩 我还差点露馅了 林栋梁浑身一致 声音有些沙哑到 那他没察觉出什么吧 没有 我糊弄了他几句 他看在灵智份上 才饶了我 蒋曼哭得很绝望 老林 怎么办 这计划行不通了 我好害怕有人查到 苗书彧的事情啊 容我再想想林栋梁 拍着他的背部 心里却是无端的烦躁 这么好的机会都没成功 果真是废物 早知道他当初就不那么心急 弄死苗书彧了 至少那丫头还有点用处 好了 别哭了 林栋梁缓了缓 脑海里突然想到一个办法 还有半个月你儿子就要定亲了 你不是讨厌苗娇娇吗 到时候咱们 第287章 苗娇娇二十岁生日宴会 第287章 苗娇娇二十岁生日宴会很快 就到了1976年的8月10号这一天 苗家大宅 二楼房间里 哇 娇娇 你今天好漂亮啊 孟宝宝一脸痴迷惊叹出声 满眼都是星星年 眼前的女孩穿着大红色长裙 一头黑色长发 柔顺地劈散在肩头 肤白如雪 峨眉四条 性谋闪耀 鼻头晶莹 眼波流转 一举一动都带着媚人的气息 朱唇沾染桃红色 好似的那桃花花瓣一般 娇艳欲滴 孟宝宝看着看着 就吞咽了一口口水 西六 这样的娇娇 好想扑上去轻轻两口啊 娇娇来 我帮你烫一下头发 李杰笑眯眯的端进来一个火盆 上面放着一个烧火钱 这年头最受欢迎的发型 就是卷发了 艾美的女士们 特别是喜欢打扮的 都喜欢去理发店弄卷发 李杰之前在闲着的时候 自己研究过如何做卷发 手艺还不错 苗娇娇望着火盆里的烧火钱 有些发出 妈 不会烫到人吧 她空间里倒是有卷发棒来着 但不敢拿出来用 毕竟太超前了 没事 你妈手艺好着呢 李杰笑呵呵继续道 你别怕 我之前在家给你爸和几个哥哥 都试过 反响很好 苗娇娇嘴角抽了抽 就他们那点短发 没被烫到头皮吗 想象了一下 几个大老爷们坐在凳子上 呲牙咧嘴被烫头发的场景 苗娇娇突然很想笑是怎么回事 孟宝宝眨着大眼睛 问道 阿姨 待会能给我也烫一下头发吗 她妈跟大嫂都是齐儿短发 家里也没人烫发 还是挺好奇的 可以啊 李杰笑着一口硬下 她对这个未来的儿媳妇 还是很喜欢的 虽然老三还没将人给追逗 但她相信自己儿子 一定会成功的 阿姨一定给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到时候准得让书白看得目瞪口呆 嗯 谢谢阿姨 孟宝宝一张嫩白小脸 立马红韵一大片 经过几个月的频繁接触 她跟苗书白 互相了解得很透彻了 两人心意相通 就差一个表白在一起的时机了 原本她是想主动提及的 但被娇娇给拦下了 娇娇说女孩子不能太主动 这种事情男同志做比较好 孟宝宝也觉得挺对 所以她一直在等苗书白啥时候开口 书白前两天还说 到时候会在娇娇20岁生日那天给她一个惊喜 她隐约知道对方想干什么 心里很是期待 分钟不到 李杰就给苗娇娇做了一个大波浪卷 柔顺的长发变成波浪卷 瞬间气质由轻力脱俗的仙女 变成魅惑人间的妖精了 孟宝宝看得惊叹连连 又是一阵吞咽口水 嗨嗨这样的娇娇 简直太迷人了 下午五点 金石大酒店 宴会大厅里 摆满了各类美食 打扮得体的嘉宾们 正三两聚在一起 低声交谈着 哎 这次苗家搞这么大阵仗 不怕上面有人查吗 哼 苗家后面有韩家撑腰 谁敢招惹啊 什么 韩家 苗家跟韩家 不是早就不来往了吗 黄太太 你这消息不灵通啊 苗家老早就跟韩家恢复关系了 你还不知道吗 哦这样吗 听说这苗家认回来的千金人很出色 不知道是真是假 等会看看就知道了 我倒是挺好奇 韩家今天会不会派人过来 一群人正聊着 门口突然一阵轰动 众人皆停下讨论声 抬头望去 便看到一个身穿大红长裙的年轻女孩 缓缓走了进来 所有人在看到她容貌的那一刻 剧都惊呆住了 女孩肌肤盛血 五官绝美 在大红裙子衬托下 显得更是美艳动人 双眸犹如一汪清泉 美目流畔 自有一丝高雅脱俗的气质 只是一眼 就让人自残行贿 不敢亵渎 在场很多男同志都张大了嘴 久久没合上 这还是他们活了这么多年来 第一次看到如此好看的女同志 看啥子啊你 只勾勾盯着人家看 丢脸死了 有些媳妇一脸恼火的瞪着自家丈夫 回事 别这么没出现 还有些使劲您大腿和胳膊的 虽说如此 但还有很多女嘉宾都忍不住偷偷看过去 这些目光中最多的是惊叹和羡慕 很少有嫉妒的 没办法 这种太漂亮的 他们怎么嫉妒也赶不上 苗娇娇走在最前头 挽着苗老爷子一步步地走了进来 后边跟着苗家夫妻俩 在后面就是苗家几兄弟和小叔一家 大家看着这一大家子 美帝美 俊的俊 感叹不已 果然高颜值都走到一块了 孟宝宝 秦草 还有林一乐三个小跟班站在一旁 看到这一幕 鱼有熔烟一般 很是娇 孟宝宝满脸激动 嘿嘿 娇娇今天太美了 秦草也是一脸开心 是的 是的 娇娇太漂亮了 林一乐星星眼 太好看了 各小丫头聚在一块 叽叽喳喳兴奋的不行 旁边单身男同志见到了 都忍不住上前搭讪 苗老爷子带着娇娇走了一圈 每走到一位老友面前 都得意地炫耀一下 来来来 老张老李老王 介绍一下 这是我孙女 文工团的台柱子 漂亮吗 还没等老友们点头夸赞 苗老爷子便直接道 算了 我孙女漂亮是事实 你们不用说 我都知道 老张老李老王 合着这话都让你说了 那你还跑过来问啥 谁还没个孙女啊 得死个什么剑 然而他们转头 看了看自家孙女 又看看远处 那个漂亮异常女孩 莫名觉得心好酸 等苗老爷子 带着苗娇娇绕了一圈 带着她认了不少人后 随后站在台上开始讲话 欢迎各位来参加 我孙女20岁生日宴会 等老爷子说完 就是大家喜闻乐见的 跳娇一舞的时候了 正当所有人都在疑惑 苗家这位千金 会选择谁跳舞时 大门口 突然传来一个 激动兴奋的声音 娇娇 我找你好久了 没想到你在这里 第288章 冒出一个二流子捣乱 第288章 冒出一个二流子 捣乱众人寻声看去 就见门口 站着一个30岁左右 一脸猥琐有麻子的男子 这人穿着很是穷酸 衣服裤子 还有几处补丁 娇娇 我在京市找了你好久 终于找到你了 可想死我了 男子这番激动言语 使得大家都微微皱起了眉头 这人倒好像跟苗家 这位很亲密的样子 该不会这两人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吧 这样想着 很多人看向苗娇的目光 都有一丝耐人寻味 角落里 蒋曼跟林栋梁对视一眼 眼底闪过一丝得意 苗家这次举办宴会 原本是没邀请林家的 但林栋梁是跟着上头领导过来的 蒋曼自然也一起 这夫妻俩 厚着脸皮前来贺喜的 苗家就算再不喜 看着场面那么多领导份上 也没把人赶走 不过苗叔郎 有特意安排人盯着 看见两人安安静静待在角落 也没做什么 这才没过多关注 蒋曼嘴角微勾 轻声道 老林 你这招用得真好 我真想看看 这苗娇娇 到底在嘚瑟什么 她就是不喜欢苗娇娇 当自己的媳妇 这丫头性子暴躁得很 一看就不是安分的人 到时候 岂不是要欺负死她这个婆婆 她要找媳妇 一定要是乖巧听话好拿捏的 多在儿子身边吹吹耳边风 这样以后 灵芝才有可能跟她亲近起来 苗娇娇就算了 她看着都嫌烦 上次她被这个死丫头 甩了好几个巴掌 都没机会报复回去 哼 这次就让她出丑出个够 正好也让灵芝好好看看 她喜欢的女人是个什么德行 猥琐男子一脸激动地走上前 娇娇 你怎么不说话呀 看到我是不是开心坏了 然而还未走两步 就被一个高大的身影给挡住了 这里是苗家宴会 你是怎么进来的 赶紧给我滚出去 大哥苗叔朗满脸冰寒地看着她 浑身散发着低气压 这种一看就知道 是有人故意找来砸场子的 敢在她苗家宴会上这般闹腾 简直该死 猥琐男不惧威胁 一脸亢奋道 我是娇娇的相好 她今天过生日 我怎么不能来 反正的人说过了 只要她闹得越大 到时候给的东西越多 尽管知道此行有危险 但她也得拼着试试 孟宝宝一听这话 立马忍不住跳出来道 你胡说 娇娇都不认识你 你胡言乱语什么啊 苗夫苗银豪 亦是一脸黑沉呵斥的 你这般乱造谣 信不信我现在就找人 把你抓起来 苗家等人 也是一脸愤慨地瞪着着人 这是哪里来的二流子 竟然敢侮辱他们的娇娇 猥琐男对上众人狠利的视线 硬是耿着脖子嚷刀 凭什么抓我 我话还没说完 你们这是想威胁我吗 听着这话 四周有人嘀咕道 不如先让他说吧 要是真有这事 也不能诬陷了不是 是啊 这人看起来也不像说假话 说不定 眼看议论声越来越大 韩国伟主动站了出来 娇娇是我未来的儿媳妇 今天不仅是他的生日宴 也是宣布他和我儿子订婚的日子 林芝一大早就收到紧急消息去办事了 还未过来 儿子不在 他这个未来公共 当然得护着媳妇 我相信娇娇的为人 希望各位谨慎言行 以免祸从口出 这话一出 四周立马安静下来 今天来的嘉宾都是有背景的 但再高位置也比不过韩司令 韩司令这是在警告大家 切勿乱说话 谁还敢嘀咕一声 不过这韩司令如此维护苗娇 在场的其他人还是不免有些惊讶 难怪苗家跟韩家能恢复关系 原来两家竟然又成了亲家 所以说 这苗娇娇才是其中最关键的人物 这时 苗老爷子一脸铁青站出来 他沉声道 我孙女是什么品性我知道 不可能跟这种人来往 来人 将人给我赶出去 他相信他的孙女 没有发生的事情 凭什么要给大家解释 听到指令 等待多时的两个警卫员立马架着猥琐男就往外拖 猥琐男边被拖拽 边大声嚷嚷道 简直欺人太甚 我是你孙女婿 你凭什么赶我走 你 苗老爷子气得满脸涨红 怒吼出声 给我拖出去 等一下 苗娇娇一张翘脸满是冰冷 呵止了警卫员的动作 娇娇苗老爷子等人都疑惑地看向他 娇娇 等你生日宴会结束了 咱们再处理这人 别一起用事 李杰着急地在他耳边 亲身安抚着 他以为女儿等不及 要当场惩罚这人 这种事 如果一时半会 如果说不清 反而会成为大家的笑柄 他不想 娇娇第一次出现在金氏圈子里 就受到这些异样的眼光 爷爷 爸妈 没事 我来吧 苗娇娇语气淡然 但心中却是难以抑制地怒火 在这么重要的场景下 找这么一个二流子来污蔑他 不仅对他进行流言重伤 而且对于百年轻语的苗家来说 也是一种耻辱 他如何能忍 他要当面揭穿这人的把戏 将幕后主使者给揪出来 苗娇娇上前两步 直视他的目光道 既然你说你认识我 那你就说说 我跟你是怎么认识的 隔得近了 猥琐男这才看清楚 苗娇娇的容貌 喉咙不自觉吞咽了一下口水 没想到这丫头 比照片上漂亮多了 要是这是真摘赃成了 苗娇为了名声 说不定会让这丫头嫁给他 那他岂不是可以抱短美人归了 想到这 猥琐男黑黑一笑 语气尤为轻易道 你怎么记性这么不好啊 前年你刚下乡去石水村时候 咱们偶然之间在山林认识的 那会你长得又胖又丑 我也没嫌弃你 还经常给你带好吃的 当时 咱们还经常去在小树林优惠来着 难道你忘得一干二净了吗 第289章 暴揍二流子一顿 第289章 暴揍二流子一顿什么 在场的其他人一听这话 全部都惊呆住了 很多人眼里 都露出不敢置信的神色 这苗娇娇长这么好看 怎么会看上这种歪瓜裂走 哦 是了 这人说之前苗娇娇不长这样的 众人正想着 猥琐男又说了几句 娇娇 我之前对你那么好 但你对我太绝情了 当初我帮你减肥下来 没想到你变瘦变好看后 却直接抛弃了我 还搭上了韩灵芝 最后一走了之来的京市 都没跟我说一声 我花了好大精力 千里迢迢来到京市才找到你 想不到你竟然不想认我 简直令我太失望了 听着这声声控诉 在场的人更是惊讶得目瞪口呆 天 这不会是真的吧 这人说的情真意切 看起来不像假的呀 想不到苗家这位在乡下 竟然会有这么一段经历 太丢苗家脸了 这样说来 那岂不是韩家也是被蒙在鼓里 这苗娇娇太阴险狡诈了吧 听着现场的轰动效果 猥琐男眼里闪过一丝得意 他是石土村的村民 与石水村是隔壁村 天前有个陌生人突然找上他 说要跟他做一笔交易 只要跟着对方一起去京市一趟 污蔑一个叫苗娇娇的人 他就能拿到一千块的巨款 如果他胆子够大 在宴会上闹腾得更厉害 可以拿到更多 听着这话 一向好吃懒做的他 立马就心动了 这苗娇娇他也知道 是村长外甥女孟宝宝的朋友 他之前在村里远处瞧见几回 不过没敢上前搭讪 这陌生人也是细心 为了让他更好的演戏 直接将苗娇娇之前 在村里发生的大小事迹 跟他说了一遍 他这才知道 原来苗娇娇刚来乡下的时候并不好看 是后面一点点减肥下去的 正好苗娇娇减肥那段时间 经常去山脚小树林锻炼身体 也没人在场 所以他这一套措辞很是严谨 任谁也没法找出其中漏洞 只要他死咬不松口 就算苗娇娇本人也奈何不了他 然而 他正美滋滋地想着 背后突然出现一只脚 将他直接给踹飞 碰 他一下子就正面砸地 摔了个狗吃屎 哼 你这番话简直是漏洞百出 韩灵芝一脸阴沉地出现了 他没想到 他只是晚来了一回 他的娇娇竟然被这种无耻之徒给欺辱 简直令他愤怒到了极点 韩灵芝双眸冒着怒火 上前两步抓起对方的身子 找上门来找打 该死 说着 拳头一下又一下子的砸在猥琐男脸上 短短一分钟不到 猥琐男脸上就轻肿一大片 哀嚎不已 苗娇娇叫住他 灵芝等会再打 我先跟他对质清楚 再打下去 把人打昏迷了 就不好问话了 这件事迟早得解决 还不如速战速决 哼 韩灵芝停了手 将人往地上一甩 老实回答 否则让你好看 你这是屈打成招 猥琐男委屈地捂住脸 鼻涕眼泪 糊成一团 他现在怕得不行 但只能强装镇定 那人说过的 不管结果如何 他都能拿到钱 但前提是 不能露线 否则他这顿 他就白白浪费了 苗娇娇冷撇他一眼 我跟你完全不认识 你却受人指使 无缘无故来污蔑我 我未婚夫 打你也是应该的 我 猥琐男刚要争辩 苗娇娇就打断说道 既然你说 我跟你在一起过 那你有什么信物 或者证明吗 刚才那一番发言 这人肯定对他乡下那段经历 一清二楚 但他的东西 老早在乡下就收拾干净了 对方肯定拿不到什么 没有猥琐男一脸愤恨道 要什么证据 我就是最好的证据 原本那个陌生人 还想让他带一封 模仿苗娇娇笔记的书信在身上 充当两人来往的证明 但他根本就不识字 这种拙劣把戏 一下子很容易被拆穿 所以他拒绝了 苗娇娇吃笑一声 喝所以你无凭无据 就乱说一通 那你也没证据 当时没跟我在一起啊 猥琐男死鸭子嘴硬着 听着这话 苗家等人和孟宝宝等人 都气得不行 但也没打扰娇娇 他们相信 娇娇一定会把这人给戳穿的 苗娇娇目光灼灼地看着他 那你说说 我是什么时候跟你在一起 又是什么时候抛弃你的 猥琐男 你前年1974年8月份下的乡 咱们认识就慢慢在一起了 还经常在小树林优惠 后来 你在11月份瘦身下来 就不理我了 再后来 你就勾搭上寒灵芝了 苗娇娇挑挑眉 这人算的时间还真是准确 果然是有备而来 但他何时下乡 又何时瘦身下来 去乡里一问便知 根本就没啥 那你的意思是 我没瘦下来之前 跟韩灵芝没什么交集吗 他跟韩灵芝在乡下 三方五次意外碰见 是他们两人的小秘密 其他人绝对查不到 猥琐男有些雅言 他没想到 这人会问这个 他看了一旁高大俊美的韩灵芝 心里立马有了判断 这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 你当初刚下乡那会 又胖又丑 只有我不嫌弃你 其他人都懒得看你一眼 这话的意思 不言而喻 就是韩灵芝那会 就算认识他 也不会喜欢他 毕竟人家眼睛又没瞎 是吗 苗娇娇抬眸 看向韩灵芝 笑咪咪道 灵芝 我的话问完了 你可以尽情地揍了 嗯 好 韩灵芝宠溺地看了他一眼 转身眸光变冷 拎着猥琐男像小鸡仔一样 就是一顿胖揍 边打边说道 你这是谎话连骗 娇娇刚来乡下第二个月 我就跟他认识了 我对他一见钟情 而且他每次去小树林锻炼身体 都是我在暗中保护他 我可从未看到过你的身影 韩灵芝的言语中 其实有一部分是说了谎话的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娇娇地清白解决了就好 猥琐男被打得半死不活 还是死咬牙关不松口 是何人指使 韩灵芝不想耽误娇娇的生日宴 直接吩咐人将他先关押起来 等宴会结束 他必定好好审讯着人 角落里 蒋曼全程观看下来 刚开始他很得意 但到后来 后背却是冷汗直流 他是了解韩灵芝很立性格的 如果他真查出什么 肯定不会放过他 这个母亲 怎么办怎么办 小金鱼剧透 蒋曼快要下线了 别急 第二百九十章 宴会跳舞吃东西 第二百九十章 宴会跳舞吃东西 这边蒋曼在担惊兽怕着 那边的宴会照常进行 谁也没想到 苗家这次宴会会如此一波三折 大家也没过度关注 那个二流子是谁弄来的 反正以韩家和苗家的实力 这背后之人肯定会被揪出来 不过经此一事后 这苗家千金苗娇娇的大名 会在整个金石圈出名 毕竟他的容貌绝佳 欲是冷静机智 颇有一番大家闺秀的气质 而且苗家对这个半路归来的千金 貌似很宠爱 一点也不生分 韩家那位大少 也很维护自己的未婚妻子 这说明什么 说明苗娇娇确实有过人之处 才会让这么多人喜欢她 许多参加宴会的嘉宾 原本是抱着看好戏态度的 这回倒是认真打量起面前的女孩子来 这回苗娇娇正在跟韩灵芝 在宴厅中间跳着第一支开场舞 舞蹈很简单 就是部队那种联谊舞 苗娇娇跳舞厉害不用说 但韩灵芝却深藏不露 两人你来我往 俊男美女组合 看起来很是赏心悦目 使得围观人群 都忍不住开怀大笑地打着拍子 跳得不错呀 苗娇娇边跳舞 边笑盈盈 排眸问韩灵芝 是不是跟部队女同志跳过 没有 韩灵芝挑眉 不用练 一看就会 她眼眸沾染着心碎笑意 低头深情地看着她 你是我第一个舞伴 也是最后一个 哼 油嘴滑舌 苗娇娇哼击一声 撅着嘴 说着违心的话 这家伙 总是在不知不觉中 撩拨她的心 不过她脸皮健厚 就算听到这些 也不会再脸红了 显然已经习惯 这位老司机的甜言蜜语了 哼 韩灵芝瞧见她这副俏皮模样 忍不住失笑出声 这一笑 可是让周围围观的 不少年轻男女同志 都惊讶了 谁人不知 韩家大少是出了名的冰块脸 这人对外都是一副冷冰冰模样 眼神战利的吓死人 有些人认识她十多年了 都没怎么见到她笑过 莫得 很多人眼底都戴上了一丝佩服神色 看向苗娇娇 这位苗家千金真是厉害啊 竟然能融化冰山大老 小金鱼管家 天啊 少爷竟然笑了 太惊喜了 两人跳了一会儿舞 其他人各自组办也上场了 辽淑白走向孟宝宝 伸出手做了一个腰五动作 孟宝宝同志 请问能有幸请你跳支舞吗 孟宝宝小脸蛋刷得一下子爆红 来了 来了 她期待的场面来了 输白要跟她告白了 天哪 好紧张 秦草跟林依乐对视一笑 两人笑嘻嘻的轻推了孟宝宝一把 宝宝 愣住干嘛 快答应啊 孟宝宝顿时从紧张中反应过来 她羞红着脸 低垂眼眸连忙点头 可以可以 就算现在表白 她立马也答应 苗娇娇无脸 傻丫头 女孩子的矜持呢 别这么猴结 请吧 输书白笑着看着她 只是淡定自若的脸上 却有着一双红的低血的耳朵 孟宝宝刚把手放到输书白手上 就发现不对劲 手心处竟然都是薄汗 她惊讶地看了她一眼 抱歉 输书白从口袋里掏出手绢 擦了擦手心 干咳两声道 最近天气太热了 身上很容易出汗 哦 没事 孟宝宝弯起毛子 朝她灿烂一笑 我也爱出汗 这副笑叶如花的模样 让苗书白心脏猛地跳动 竟完全挪不开眼 她好像越来越喜欢这个丫头了 旁边 林依乐跟秦草正闲聊 林依乐满眼睛叹道 娇娇真漂亮 越看越着迷 秦草目光一直追逐远处 那道亮丽的身影 点头道 嗯嗯 她真的太吸引人了 林依乐又看了孟宝宝那边一眼 又感叹道 宝宝终于跟苗书白在一起了 好开心 她肯定很高兴 秦草笑咪咪说着 哎 娇娇跟宝宝都有对象了 真羡慕 林依乐将手搭在秦草肩膀上 唉声叹气道 小草 你会不会觉得孤单 想找个对象 秦草拖着腮 摇头道 我倒是没啥想法 估计也不会有人想 跟我在一起 她家里成分不好 父亲还在农场改造 这种情况 一般人不会来往 好吧 林依乐也知道她家里的事情 拍了拍她的肩膀 安抚道 没事 以后会好的 以后肯定会有人愿意 接受你的 问秦草眼眸低垂 回应了一声 林依乐想逗她开心 灵机一动道 哎小草 我们没人邀请跳舞 不如咱们俩组成一队去跳呗 不然干坐在这里好无聊啊 秦草嘴角抽了抽 不好吧 人家都是男女组合 咱们两个都是女同志 林依乐 这有什么啊 这么多人 谁会注意咱们啊 话音刚落 下一秒就传来一个轻润的声音 这位女同志 能请你跳个舞吗 林依乐和秦草两人同时抬头 就见面前站了一个高大俊庭的男子 而他伸出的手 是对着秦草的 秦草还没反应过来 林依乐连忙帮他回应 可以的可以的 看着秦草三步两回头的 跟那个男子走去舞台 林依乐朝他摆摆手 示意他宽心 哎就剩下我一个孤家寡人了 林依乐耸了耸鼻子 站起身朝食品区走去 算了 吃点好吃的 来至于不愉快心情吧 食品区 周元正哼着小曲拿着点心 之前娇娇去省团表演的时候 这位是摄影师 他是描述白的好哥们 对方妹妹过生日 自然得过来庆祝一番 这个看起来不错 他伸出筷子 准备加一个白色软末糕点 然而另外一双筷子 却是迅速刷的一下 夹走了糕点 哎 这是我看好的 周元不满地抬起头 就撞上了一双亮晶晶的眼眸 心里突然泛起了一丝波澜 不好意思 这个糕点只剩下最后一个了 我很喜欢吃 林依乐脸蛋微红地道了一声歉 没事 周元摆手 他还能跟一个小姑娘抢食不成 谢谢 林依乐刚说完 却是一口气将糕点塞入嘴里 小姑娘自顾自地发出惊叹声道 哇真好吃 瞧见他像只小松鼠一样 吃得嘴巴圆鼓鼓的 周元忍不住笑了笑 这小姑娘真挺逗 之外